夏商周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历史时期 或许是因为距离现代过于久远 没有吸引大部分人的眼光 并认为那个时代的故事平平无奇 但细读之后才发现 夏商周的故事同样精彩绝伦 严格来讲 夏商周都不能称作朝 只能称作代 秦以后才有了朝的说法 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才能算得上朝 而夏商周的本质是部落联盟和邦国联盟 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这件事 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在现有出土的文物中 没有一件夏代文物上面提及夏这个字 也没有文物能证明大宇是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人物 不过支持者认为 夏小正立法以及二里头遗址 龙山遗址的发现 足以证明这个传说中的时代 而且史记夏本记中 记载有详细的夏代世系 作为本段历史的源头 在叙述夏代历史的时候 我们以史书为参考 综合各类出土文物为佐证 揭开这段时期的面纱 距今4200年的尧顺时期 经常发生洪水 连年的洪水不但影响农业生产 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存 为了治理洪水 姚帝到处寻找贤能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进行治水 后来四月向姚帝推荐了夏后市的滚 滚虽然很有能力 但姚帝并不喜欢它 因为他不是很听话 经常违反姚帝的号令 让整个夏后市都蒙受污名 但除了滚之外 这一辈人当中 没有比他更有能力的人了 于是 姚只能任用他来治水 滚领命前去治水 九年过去了 大水不但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愈发地猖獗 此时 代理姚行使直权的顺 南巡回来后 直接将滚代步 因为顺在南巡的过程中 看到到处都是千疮百孔的堤坝 百姓们民不聊生 后来滚被流放到羽山 并被祝容所杀 滚死后 姚又任命羽为治水官 羽是滚的儿子 也算是子成父业 起初 羽对于这个任命是拒绝的 他想把这个任务推给气 后继和高姚 但后者坚决不受 于是 姚最终决定 让羽担任这个任务 滚治水的经历 让羽感到有点戒怀 他怕重蹈父亲的覆辙 整日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他反思自己父亲 治水失败的原因 发现滚在治水的时候 都是采用蓝滴筑膏的方式 虽然能暂时阻挡洪水 但随着水位越来越高 堤坝会被冲毁 给下游百姓造成更大的损失 于是 他改进了方法 选择用疏倒的方式来治水 把洪水通过沟渠引到海里 下定决定后 羽开始奔走于山川之间 考察地形 制定合理的治水方案 他利用十年的时间 划九州 辟道路 修堤杖 渡山脉 与一边治水的同时 还教人们在低洼潮湿的地方 进行栽种 让后继监管谷物的生长状况 与此同时 羽还从没有水灾的地方 调集粮食阵脊灾灾区 经过13年的努力 羽终于打通了九座大山的道路 疏通了九条大河的水源 彻底治好了水患 从此以后 人们能从山地丘陵 搬到平原低洼出居住 使得耕种 捕鱼 打猎等生产力 得到大幅提高 人们也一天天富足起来 而且在治水的过程中 羽巡视了各地 所特有的物产 以此来制定 他们该有的供服 并且视察了 各地山川的情况 制定了九州的划分 此时的谣 已经把位子传给了顺 他看到 与治水取得如此的成功 心里非常高兴 羽巷顺做报告的时候说 各个氏族在治水的过程中 都有功劳 唯独三苗氏族没有功劳 而且还帮道忙 并请求顺前去讨伐三苗 与请求顺去讨伐三苗 并不是因为他们阻止治水 而是三苗这个部落 正在发展壮大 对炎黄联盟产生了威胁 当初炎帝 皇帝结成联盟后 第一件事就是讨伐赤油的九黎部落联盟 三苗就是九黎部落之一 后来赤油被打败 三苗选择加入炎黄联盟 后来炎帝 皇帝相继去世 炎黄联盟内部出现了内斗 三苗趁机发展壮大 并屡屡挑起事端 后来 姚帝率军讨伐三苗 并大败三苗于丹江 并将三苗大多数族人 发配到了三威 将他们的首领 欢兜 发配到了崇山一带 战败之后 三苗安稳了一段时间 没有继续挑事 顺即位后 三苗部落快速发展 社会生产力已经超过了炎黄部落 甚至初步建立了国家机制 顺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着手分化三苗部落 实施了北分三苗的政策 三苗人再次离家出走 他们越过西秦岭 一路往东南 最后在汗水中下游安家 并在江汉流域逐渐发展壮大 并与当地的羌人融合 后来发展为羌族 南迁的三苗部落站稳脚跟后 又开始图谋北上 正好被视察水情的羽发现 于是向顺做了汇报 不过顺认为 此时延黄部落应该以发展自身为主 不应妄动干戈 于是没有答应羽的请求 后来羽接替了顺的位置 三苗见顺帝已死 此时正是炎黄部落虚弱的时候 于是又开始挑起事端 而羽早有伐苗之心 此时的羽身为部落首领 早就对江汉之地充满了际羽 三苗作乱 正好给了他讨伐的借口 于是果断选择了出兵讨伐 在讨伐三苗之前 羽在百官和各部落酋长面前 进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 他说 此次讨伐三苗 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 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大任 是为了去除到处作乱的逆贼 在羽出兵之际 三苗所在的地区 突然发生了大地震 于是 羽不费吹灰之力 就击败了三苗 并杀死了他们的部落首领 一些三苗人成功逃跑 来不及逃跑地责备俘虏 后来成为羽下部落的奴隶 逃走的三苗人 据说成为现在瑶族 苗族的祖先 自此之后 三苗再也没有出现在史册 这个民族从此失去了印记 消灭完三苗之后 与已经完成了 瑶顺都未完成的功绩 但他并没打算停止脚步 而是继续往东南挺进 逐步控制了黄河 长江中下游一带 此次出征 让羽收获了名望 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对三苗的征法 导致大量苗人 成为诸夏各首领 贵族 以及出征士兵的奴隶 就当时来说 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导致贫富的快速分化 进而导致阶级的产生 并滋养着奴隶主们 对更多财产和权力的欲望 士族联盟内 不再是天下围攻的时代 人们竞相追逐的 不过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及私有制的副产品 面对如此膨胀的个人欲望 他们如今的首领大羽 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来巩固整个联盟 对此 羽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 在屠山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以此来解决内部矛盾 在举行庆典之前 羽先对尧顺的部落进行了上赐 将尧帝的儿子丹珠封于堂 将顺的儿子军商封于羽 让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与此同时 大羽将与下同性的四姓士族部落 以及和大羽结成亲密同盟的士族部落 分别给予土地 分封于各处要地 做完这些工作后 大羽开始启程前往屠山 准备会盟 经过大羽的分封 在屠山会盟的时候 部落首领已经变为士席贵族 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军长 而不是之前的部落酋长 大羽此番操作 划定了各个部落的势力范围 并给予部落首领自治的权力 如此一来 部落首领的欲望 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不但没有了怨言 反而心甘情愿地跟随大羽 通过此次会盟 大羽也确立了自己 独一无二的权力地位 这是姚舜都每曾到达的高度 大羽眼见各个部落没有了怨言 进而宣布 他们各自的物产是什么品类 朝供多少 这都是大羽在治水的过程中 历经全国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 各邦国听到大羽列举 各个邦国物产的时候 竟然如数家珍 更是以为神人 漠不敬服 大羽的计划达到了预期效果 甚至超过了预期的效果 于是 再将天下以分为九州的事情 告诉诸侯 并命令各个邦国 按照州的地域划分 来统一向中原进贡铜器 大羽更将这些铜器熔炼 重新铸造 得到九个青铜大鼎 各鼎上 捐刻有各州的名山大川 奇寿异物 故以一鼎象征一州 并集九鼎存于大羽的国都洋宅 九鼎的铸造 以及存放的位置 说明诸夏联盟 尤其是大羽个人 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力 而这权力之大 绝对可称之为王权这 涂山会盟被视为 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标志 此次会盟虽然非常成功 各个邦国首领都表现出忠诚 似乎是一片祥和的气氛 但大羽知道 首领们现在对自己忠心 不代表以后也对自己忠心 更不代表下一代首领 还会对自己忠心 此前 姚舜一直实行的是人质 追求以德服人 即便如此 还是出现了三苗叛乱 靠德行威望 能起到一定的号召作用 但这种方法对个人要求太高 而且无法延续 一旦德行不能服众 手中的权力就没了 大羽被认可 是因为他把洪水制服 征服三苗 这绝不是简单的事情 王权则不必那么麻烦 因为王权是非常私有的一个东西 既然私有 那么就容易父传子子传孙 但是遇到耍赖的人 背逆的臣呢 这时候就需要王威了 有了王权 很容易产生王威 有了王威 就能让低下的臣子听从号令 如有违背 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此时 大羽只是具备威望 这种威望是可以被侵犯的 而且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但大羽想要的是威严 谁要侵犯这种威严 就得受到惩罚 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严 大羽一直在寻找机会 后来终于让他等到了时机 屠山会门后第三年 大羽南巡到月地停了下来 下令召集诸侯 与次年春天在茅山相会 自屠山之会以来 各士族诸侯都按时按制向下都进贡 并且遵行大羽的命令各安本分 所以借此次聚会 按照各诸侯贡献多少 大羽要论功行赏 各路诸侯得到诏令后 非常积极地置办进贡礼品 并计算好路程远近 提前启程 以免耽误时间 到了约定时间 各路诸侯都按时到达 只有防风市没有来 防风市曾帮过大羽进行治水 而且功劳不小 但大羽在屠山会盟的时候 并没有给防风市赏赐 尽管此次防风市响应号召前来赴会 但故意拖延时间 并未如期到达 防风市这个举动给了大羽立威的机会 等防风市姗姗来迟后 大羽当着众多诸侯的面杀了防风市 各路诸侯看吧 纷纷面面相去 没人出来给防风市喊冤 更没人出来反对大羽 通过诸杀防风市 大羽迅速建立起了王威 自此之后 大羽身上不仅仅具备个人威望 还具备不可侵犯的王权威严 此时的大羽不仅成功树立起王威尊严 而且还牢牢控制着各个部落 但这种局面并未让他得到满足 因为按照传统 他以后是要进行善位的 姚舜都是这么做的 大羽也应该如此 当时呼声最好的接班人是高瑶 他帮助姚舜与三代推行五行 五教 个人能力很强 而且威望很高 此前 大羽已经制定了高瑶作为接班人 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他把很多重要事物 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起来处理 使之慢慢积累威望 但高瑶因为年事已高 先大羽之前去世 于是 大羽又制定东夷族的博弈为继承者 实际上 此时 联盟的控制权已经在起的手中 博弈对此却浑然不知 大羽死后 博弈按照传统 为大羽守丧三年 期满结束后 准备等着诸侯来迎接自己 但此时他才得知 诸侯们已经打算 拥立起为联盟首领 因为他是大羽的儿子 应当由他继位 但博弈是大羽指定的合法继承人 他下山后决定先发制人 于是 把起控制起来 并对外宣称起的行为 是非常不道德的 但后来 起在别人的帮助下 成功逃跑 然后集结忠于自己的部落 前来讨伐博弈 并成功将其击败 此后 起接替了大羽的位子 至此 加天下王朝就此开始 起继位之后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夏氏族元姓四 但从起开始 改用国名夏为姓 起为了区别自己 和联盟首领的不同 不再使用博这个称号 而改用后 集他的权名为夏后起 更重要的是 起称他的权位是功行天的 他是带上天来实行权力 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论的雏形 起做完这一系列的调整后 内心其实并不安稳 他担心有诸侯会出来反对他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有护士就表达了反对 并打着为博弈报仇的名义领兵前来讨伐 面对来势汹汹的有护士 起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率领提前准备好的军队 打算一举灭掉有护士 在出征之前 起在士兵面前做了一次演讲 大意为 有护士违背神的旨意来讨伐自己 这是违背神灵的行为 会导致上天发怒 现在 我们只有奉行上天的意志剿灭他们 才能保住我们的国运 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 就是违背上天的旨意 就会在先祖的神位前受到惩罚 会被贬为奴隶 甚至被杀掉 起此次演讲 标志着国家军队正式形成 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都 保卫郡王 演讲结束后 士气大阵的士兵 将前来讨伐的有护士打得溃败 战后 有护士大多数被贬为奴隶 剩下的则被杀掉 灭掉有护士之后 起为了安抚其他士族 决定效仿当年大禹 举办屠山大会的方法 召令天下诸侯到军台集会 共同商讨国事 各路诸侯收到诏令后 有一些是心甘情愿前往的 有一些是被迫的 他们不愿意承认起的领导 但害怕不去赴约 会遭到诛杀 于是 也带着贡品前去赴会 起为了体现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 在布置会场的时候 全部使用青铜器和精美陶器 在那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年代 如此布置 还是让各路诸侯大开眼界 在宴会上 喜欢命人现场演唱九遍 九歌 九韶等歌曲 声称是从天神那里学来的 奢华的装饰 精致的食物 纯纯的美酒 曼妙的舞蹈 这次盛会让诸侯们感受到强烈的感官刺激 使得他们都为夏王朝的富有和慷慨而折服 但有一个人除外 他没有被这场盛宴鼓舞 却被深深地刺痛 他就是起的兄弟 五冠 起和五冠都是大禹的儿子 两人从小感情非常好 如今 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 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诸侯 此次军台盛宴排场如此之大 让他感到心里不平衡 由极度变成了怨恨 在宴会期间 五官喝得鸣鼎大醉 并说了一些不利于齐的话 事后 这些话传到了齐的耳朵里 齐听完事后 既诧异又上心 他没想到 自己的亲兄弟都不支持自己 于是打算除掉他 但如今刚灭掉有护士 再杀掉自己的弟弟 恐怕会引起非议 于是将五冠流放到西河 也就是黄河以西 五冠被流放后 心中愤懑不平 于是在当地招兵买马 三年之后 积蓄了一定的力量 于是开始公开反叛齐 听到五官公开反叛 齐认为 立威的好时机来了 碍于兄弟情面 他没有亲自领兵前往 而是让彭承方博前去评判 在彭承方博面前 五官不堪一击 战败后被俘 后来被押送到下都 五官见到齐后 痛哭流涕 表示自己只是一时糊涂 今后绝不会再反对他 客观来讲 以五官的能力和现在的处境 根本对齐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但齐为了震慑其他诸侯 决定杀了五官 虽然兄弟间相残 是齐不愿意看到的 但此举让夏王朝的统治 进一步得到巩固 自此之后 夏王朝算是站稳了根基 除了小规模的骚动 以为没有再发生大的叛乱 在执政前期 齐还算是比较勤政开明 随着天下已定 齐变得越来越骄横跋扈 心思全部放在放纵淫乱上面 完全没有他父亲大禹的品质得行 因为之前大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在当政期间还算是国泰民安 尽管后期的他非常骄动银舍 但也没伤及国本 齐将心思放在寻欢作乐上面之后 下面的诸侯大臣也开始纷纷效仿 整个朝堂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 杀掉五官之后 齐没过几年便去世了 在去世之前 并未指定王位继承人 但此时已经是家天下 应当由他的儿子接替王位 但问题是 齐一共有五个儿子 他们都想继承王位 相互之间发生了内乱 史称无子争利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 最终起的儿子太康胜处 太康继位后 国家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但他没有历经图治 而是延续了父亲纵情声乐的风格 整天沉浸在美色当中 对国家大势置若罔闻 除了纵情声乐之外 他还大兴土木 集结了大量奴隶 为其修建宫殿 除此之外 他还组建了一支军队 专门用来陪他出去狩猎 太康的做法 立刻在国内引起了风波 反对声音开始此起彼伏 他也逐渐失去了民心 此时 出来反抗的一个部落 叫有穷士 部落的首领叫做后裔 后裔非常善于射箭 当得知太康如此昏庸无道后 后裔打算起来反抗 有一次 太康带着部队出去狩猎 得到消息的后裔 立马率领族人 截住了太康回国的要道 太康得知 阻拦自己的人是后裔 并打探到他的本领后 吓得不敢回国 只好在落水旁边 建了一座土城暂居 这个事件 史称太康失国 此后 后裔又将太康的母亲 及其兄弟赶到落水旁 他凭借强大的兵力 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诸夏联盟 不过 后裔并没有对朝堂做出调整 大家相安无事地相处 各路诸侯也没来讨伐后裔 太康失国后 在抑郁的心情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下 勉强生活了四年 最终病逝 后裔得之后 依然没有做出自己称王的动作 反而扶持太康的兄弟仲康 登上了王位 虽然仲康成为新的夏王 但不过只是一个虚名 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后裔仍然牢牢把握着王朝的政权 任命武罗 博音等人为仲臣 架空仲康 使之成为一个傀儡 仲康继位后不久 天空发生了一次日食显现 在那个对自然现象不理解的年代 日食的发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兆头 当太阳逐渐暗下来后 仲康召集所有的诸侯大臣进行救日 各路诸侯手拿五彩旗 带着士兵在日食下面祷告 希望太阳能尽快恢复 在祷告的人群中 少了一个重要人物的身影 此人便是负责统计天象的官员西河 此时的他正喝得鸣鼎大醉 完全不省人事 在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 他却没有出现 这让仲康十分生气 酒醒后 西河害怕受到惩罚 于是连夜逃回自己的封地 仲康本就因为大权被后裔掌握而心有不愤 此时看到烂醉的西河在自己面前丑态百出 更加恼怒 西河为了逃避惩罚说走就走 这是故意不把自己这个下王放在眼里 于是大发雷霆 派人前去讨伐 对于仲康这次用兵 后裔并未表示反对 于是军队按照仲康的旨意 前去讨伐西河 并将其处死 西河死后 仲康又重新委任了天文立法官员 日食带来的风波暂时过去了 这次征讨西河让仲康尝到了权力的快感 原来手握大权是这样一种感觉 仲康想要收回王权 于是秘密谋划对付后裔 但仲康实力不济 削弱后裔的计划遭到泄露 不但没有成功 反而被后裔软禁起来 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仲康死后 后裔没有再扶持其他人继承王位 而是自己称王 定国好为有穷 剑都穷实 称王之后的后裔并没有历经图治 而是重复泰康的老路 凭借精准的剑法 不但率领军队到处狩猎 还整日在宫中饮酒饮乐 对于前来觐见的大臣 后裔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经常打压他们 而对于身边溜须拍马的小人 则十分看重 这其中有一个叫韩卓的人 深得后裔喜爱 韩卓本是韩国人 他祖上是名门望族 但因为他的品性十分恶劣 后来被逐出国境 在外四处流浪 后来得知后裔建立了有穷国 于是前去投奔 他凭借溜须拍马之术 很快获得了后裔的信任 并成为他的心腹 本来后裔有四位忠心爱国的谋士 每日劝说他要治理朝政 并对他不好的言行进行抨击 让后裔不胜其烦 韩卓到来后 不仅夸赞后裔的荒唐行为 还积极主动地为他搜刮美女和美酒 让他整日沉浸在美酒美色中 后裔为了更加专心的淫乱 他把朝中大事都交给了韩卓来处理 韩卓本就是个屈炎覆势 口秘覆建的无耻小人 从一个流浪汉摇身一变 却成了异国的摄政重臣后 欲望和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 他见后裔喜爱狩猎长期外出 便利用这段时间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 收买后裔的管家仆从 勾结在朝的文臣武将 愚弄在野的民夫商旅 甚至私通后裔妻妾 后来 韩卓命令后裔的家丁 在他狩猎回来的时候将其射死 后裔时候 韩卓把他剁成肉泥 做成馅饼 命令后裔家人们吞食 不肯吞食者 一律被杀死 杀死后裔后 韩卓自立为王 改国后为韩 并霸占了后裔的妻妾 生下了自己的儿子焦和裔 韩卓立国后 一改之前的姿态 在治国方面非常上心 想方设法来增强国力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下国后裔 尚未完全被消灭 在后裔时期 仲康的儿子 相在真寻士和真冠士的扶持下 在帝丘重新建立起下国 并将周边的蛮夷部落逐一征服 各邦国见下国再次恢复实力 于是又转而向下国进攻 这种势头 让刚立国的韩卓感到深深不安 他知道两国之间必有一战 韩卓当政12年后 双方的决战到来了 韩卓让自己的长子焦和裔 率军攻打真冠士 自己和次子各领异军 阳攻下军和真寻士 这种作战方式 让下军真寻士 真冠士 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相互之间都不敢前去帮忙 在此过程中 真冠士先被消灭 后来 韩卓又集结兵力 攻打真寻士 又将其大败 此时只剩下 相在孤军作战 没过多久 相也被打败 最终战死 不过 下国并没有随着相的死亡而终结 相在去世之前 他的妃子已经怀有身孕 后来诞下一名男婴 名叫绍康 绍康长大后 非常具有英雄之气 有人国得知绍康的身份后 主动让他前来统领 不过 有人国只是一个小邦 无法和韩卓相抗衡 绍康也没有锋芒毕露 而是在默默积蓄力量 寻求与韩卓决战的机会 在绍康尚未壮大之前 韩卓得知了绍康的消息 并派人前去 有人国捉拿绍康 绍康自知不能继续逗留 于是跑到了有余国 有余国的诸侯叫于斯 他得知绍康的身份后 将炮政的位置给了他 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 还给了他一支五百人的军队 绍康有了这么一块立足之地 队内休明正直 对外广结英豪 积极地为复国做准备 他招募元夏王朝的移民 并招来曾经在下国督座过关的旧臣 就在绍康准备起兵的时候 再有高市避难的伯米来了 还带来了真寻士和真冠士的残兵遗勇 绍康派伯米率领这些部队 前去攻打韩交的封国 伯米以大禹的功德 来鼓励人们加入自己的部队 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富国大军 指导过程 在女爱的帮助下 勤杀了韩卓长子焦和义 随后 绍康又马不停蹄地领军 沙往昔日夏王朝驻地 韩卓的手下见大势已去 便捉住韩卓陷于绍康脚下 绍康下令将韩卓处死 并将其一族进阶屠灭 夏王朝终于起死回生 再一次成为中原唯一的号令者 韩卓灭亡后 诸侯都拥立绍康为新的夏王 定都侦寻 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 绍康终于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他继位后 着重改善民生 使得夏王朝的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后来 人们将绍康统治的夏王朝时期 成为绍康中心 绍康在颠沛流离中降生 生活 他深知百姓之苦 为此提高了奴隶的待遇 绍康知道自己的祖父太康 因为盘游无度 才致使国家破败 于是 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 恢复了太康时期被废掉的机关 并让周人来担任此职位 在太康时期 由于统治失德 致使中原地区的东夷族叛乱 如今绍康主政 东夷族不但没有宣布效忠夏王朝 还占据着中原大部分地区 对夏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威胁 于是 绍康打算对东夷用兵 只可惜还未出动 绍康便因病而亡 绍康死后 他的儿子子舒继承王位 子舒在绍康的临位前发誓 必定完成父亲的遗愿 收回东夷 于是夏王开始积极准备征伐东夷 为了增强军队战斗力 子舒发明了毛和甲 并训练士兵们用战术来打仗 一切准备就绪后 子舒决定对东夷发起征讨 因为准备充分 战术合理 将士用命 输一路功法 只打到东海之宾 沿途的遗人都表示 以夏为上邦 自身为蜀国 甘愿年年纳税 岁岁称臣 打到东海之宾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叫三寿的部落 前来称臣 并献上一条九尾湖 当时人们视白毛的动物为祥瑞 所以九尾湖被称为瑞兽 并传说 只有太平盛世时才得以出现 大雨之时 东夷便曾浸现过一条九尾湖 如今又出现了 正是征服东夷的吉兆 大喜 于是携着瑞兽班师回朝 实际上 所谓的九尾湖 是在东海边 九个以湖为图腾的部落联盟 总之 经过此次东征 夏王朝大大拓展了疆域 重新掌握了对夷族的控制权 但是 子舒回朝后不久 便因病去世了 子舒死后 诸侯们为他举行了 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 认为他是可以比肩大雨的帝王 这足以说明 子舒在下人眼中的威望是极高的 后来 子舒的儿子怀继位 怀成为新一代夏王后 先后征服了居住在四水 怀水之间的几个部落 进一步增强了夏王朝的实力 怀死后 夏王朝经历了盲 谢两代 这期间 夏王朝继续扩大疆域 进一步巩固统治 这期间 夏王朝的实力一直很强 谢死后 将王位传给儿子不将 在不将主政初期 夏王朝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到了晚期 不将考虑到自己儿子孔甲 性情乖僻 认为他并不适合治理国家 于是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君 这就改变了 其以来父传子的制度 史称内善位 据说 君即位后二十一年 天空中接连十天妖光闪现 君在第十天暴毙 而妖光也随之消失 君死后 他的儿子印甲继位 印甲继位后 商的势力已经逐渐崛起 而夏的国士却趋于衰落 对东方遗族的管理 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好将国都迁走 退居到西河 印甲当政的时候 中原大旱 气候异常 不仅庄稼牲畜 用水难支 就连人民也都热渴难耐 可是此时的印甲 却若无其事地 居住在自己的夏季别宫里 那梁偷懒 完全不管民众死活 自此之后 夏王朝的国运便一路往下了 印甲在位没几年就病死了 传位给自己的堂兄弟孔甲 而这个孔甲的父亲 便是不将 不将开启内善位的本意 不愿传位给孔甲 为了国家而传位给自己的兄弟 本以为夏王朝可以继续昌盛下去 不料 自己内善位给弟弟 弟之子又内善位给自己的儿子 如此兜了一圈 夏王朝果饼最后还是落在了孔甲的手里 夏朝是一个崇拜鬼神的时代 孔甲更是沉迷此道 他本是地不将的长子 按照夏朝规矩 李当在不将之后继承王位 可是不将偏偏自创出一套内善位的制度 将王位传于他人 于是孔甲便天天祷告 夜夜祭祀 希望自己可以再得大位 经过几番轮回 王位又再次回到了孔甲的囊中 恐怕连他的父亲地下有之 也会认命 得到王位后 孔甲以为自己对上天的祈祷被采纳 所以才能再次为王 故而在祭祀的时候便加倍小心 仪式也愈加频繁和隆重 孔甲继位后 试图用祭拜鬼神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国家衰落 但此时的孔甲仍未停止迷信的步伐 而且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一次做祷告的时候 天气突然阴云密布 狂风大作 孔甲认为是不祥之兆 他认为是上天在惩罚自己 于是在返回宫中的路上 过分恐惧身亡 孔甲在位31年 然后其子高继位 高在位的时候 迁都到渔池 高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夏王 虽然在位仅十余年 却再次提高了夏王朝的威望 各诸侯国也都逐渐恢复了对夏的朝贡 高死后 他的儿子发继位 与他的父亲相比 夏王高整日只知道饮酒作乐 又不节制自身 最后病入膏肓 在位13年便病死了 发死后 其子屡鬼继位 他便是夏王朝最后的一位帝王 夏杰 同时也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暴君 夏杰生得恐无有力 他自视力大无穷 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于是目空一切 夏杰继承王位后 性情变得非常暴力 不听大臣们的劝谏之眼 久而久之 忠贞的大臣都离他而去 身边只剩下奸命小人 这也预示着夏王朝的统治根基 已经岌岌可危 但夏杰并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在他的统治下 国家正一步步变好 于是大肆兴建土木 并派人在全国范围内搜罗美女 攻其淫乱 当时有一个叫赵良的小人 此人砖头截止所好 教他尽情享乐 肆意勒索 自己则整日想着怎样残杀百姓 如何陷害朝臣 好让夏杰欢喜 诸如赵良此类的小人 在夏杰身边还有很多 在夏杰主政期间 曾有人引荐伊尹给夏杰 伊尹见了夏杰后 用谣顺的人德功绩来劝说夏杰 希望夏杰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用人德之心爱民治国 可惜夏杰非但听不进去 还逼得伊尹离开了夏都 同样被夏杰逼走的 还有太史令中古 作为一个正直的臣子 他多次向夏杰觐见 希望他能以国家为重 改善民生 但夏杰直接选择了吴氏 并将其逐出夏国 中古无奈之下 前去投奔商国 商王成汤得知中古来投 喜得手舞足蹈 并昭告天下说 夏王无道 重用禅宁 却使忠良受辱 轻视人民 却让自己享乐 他逼得守法之臣 都自动来投奔商国 身为朝之大夫的关隆逢 听到这种传言 立马进宫 再次劝谨夏王杰 但夏杰根本听不进去 反倒大大呵斥了关隆逢一顿 被逐出朝堂的关隆逢 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献皇图行死见 皇图 是一种关于地狱 灵庙 宫冠 明堂等式的图画 献皇图就意味着 当前有王国的可能 形势已经是非常危急 他又一次来到夏杰居住的王宫 献上皇图说明来意 而且故意立而不去 夏杰看到关隆逢 视死如归的样子 觉得他傲慢无礼 家之先前 他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登时恼羞成怒 夏令卫兵将关隆逢拖出去 先断四肢 后斩头颅 还将皇图也一并焚毁了 就这样 夏杰残忍杀害了关隆逢 而从此 夏王朝中也再无人觐见 关隆逢成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以死建军的忠臣 夏杰在政治上倒行逆施 使得统治阶层矛盾重重 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夏杰在位几十年 身边的忠臣早已经重叛亲离 久而久之 各个诸侯国也不前来进贡 看到诸侯国不来进贡 夏杰率领军队去攻打他们 他拿其中一个较有失事的邦国开刀 准备杀鸡儆 但遭到有失事顽强抵抗 虽然最终夏杰取得了胜利 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为了发泄心中愤怒 夏杰打算将有失事男性全部处死 女性全部为奴 此时有人出了一个主意 将族中最漂亮的女子献给夏杰 夏杰看后非常满意 于是班师回朝 这名女子名叫莫喜 夏杰得到莫喜后更加荒淫无度 为了讨好莫喜 她变本加厉的大兴土木 当时莫喜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听棉薄撕裂的声音 为了让莫喜高兴 夏杰命诸侯国大量进贡棉薄 仅仅是为了让莫喜听撕裂的声音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 棉薄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为了给夏杰进贡棉薄 百姓们被压迫得苦不堪言 这只是夏杰讨好莫喜的冰山一角 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 这种做法让已经摇摇欲坠的夏王朝变得更加脆弱 夏杰的荒淫无道 让另外一个部落瞅准了时机 这个部落就是商国 部落首领叫做汤 在夏杰荒淫作乱的日子里 商汤带领部落不断东征西逃 收复了旁边一些小国 将自己的势力不断做大 此时的夏杰已经感受到商国的威胁 于是夏杰设计将商汤罩至夏都 并下令将其囚禁 如果夏杰将商汤杀死 或许自己灭亡的速度会晚一些 在得知商汤被夏杰囚禁后 商国的义饮立马准备了各种奇珍异宝和美女若干 通过莫喜禁献给夏杰 夏杰得到财务和美女后放松了警惕 又在莫喜不断地劝说下 便释放了商汤 商汤这一去却是浓入大海 顿时搅起万丈波涛 各个不服下的诸侯 当初听说商汤被夏杰所求的消息 都十分震惊及惶恐 直到商汤被释放 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大家都传消息给商汤 希望他尽快罚夏 只要商汤振臂一呼 其余诸侯必定各个响应 虽说夏杰已经搞得民怨沸腾 但身边仍聚集了不少诸侯国 商汤还没能力直接掀翻夏杰 于是选择了隐忍策略 慢慢培养积蓄力量 寻求合适的时机和夏杰决战 经过多年的经营 商汤终于有了和夏杰抗衡的能力 于是双方爆发了战斗 起初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后来夏军处于下风 被逼退至明条 商汤把所有的兵力都调往明条 准备在这里决意死战 夏杰眼见退无可退 也调集所有兵力 打算殊死一搏 最后商军大败夏军 夏杰见兵败如山倒 于是选择逃向南方 在逃至南朝的时候 狼狈不堪的夏杰才后悔不已 表示当初应该把商汤杀掉 不然就不会有此下场 在逃亡的过程中 夏杰郁郁寡欢 死在了途中 消灭夏杰后 商汤率军进入夏都 夏朝大部分的清贵大臣们 都表示愿意臣服于商汤 安抚以毙 商汤便在夏王朝的国都宗庙内 举行了商王朝的第一次祭天仪式 向天下的臣民表示 并不是自己胆大横行 而是按照上天的意志 来法有罪之节 这次仪式正式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也预示着商王朝的建立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 到了夏节时期 社会整体分为奴隶主阶层 平民阶层和奴隶阶层 在这三个阶层中 只有奴隶主是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而奴隶一般都是由战争中被俘获的俘虏担任 也有少部分平民因为贫穷而卖作他人为奴 在奴隶主眼里 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他们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不必在乎他们的死活 所以古代很多宏伟的建筑 背后实际上是奴隶用血和肉堆砌起来的 为了防止奴隶发生暴乱 夏王朝还制定了相关法律 这些惩罚措施都收录在语形当中 里面详细列出了对奴隶惩罚措施 除此之外 夏王朝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本科学文献 名叫夏小正 它将一年分为12个月 里面记载了每个月的雾后 气象 星象 以及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 里面还详细记载了农耕 渔猎 桑残 采摘 畜牧等方面信息 是一本比较成熟的科学典籍 夏王朝灭亡后 大部分夏人依然留在中原一带活动 并向商汤称臣 其余的夏人分为南支和北支 南支就是夏节带到南朝的那些明条残兵 北支则逃到蒙古平原一带 并与当地的民族融合 成为后人所描述的匈奴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 夏王朝的存在 把中华文明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朝灭亡也是文明演化的一部分 夏王朝也第一次演示了 王朝更替的过程 自此之后 天下逐渐进入了商王朝 实际上 夏商周三国是并行存在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顺序 是因为他们先后主导了中原霸权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国家的建立通常伴随着神话故事 商国也不例外 话说有俄氏的酋长叫做简迪 有一次他与自己的姐妹在玄丘之水沐浴 此时飞来一只玄鸟 将卵掉在了水里 简迪将这颗五彩绚丽的鸟蛋吃了 刚吃完鸟蛋就感觉怀孕 后来生下了蟹 这便是玄鸟生伤的典故 在母系社会 这种只闻其母 不见其父的典故比比皆是 在简迪的悉心教导下 契学到了大量的天文地理知识 并养成了尊老爱幼 乐善好施的习惯 在当地很有威望 姚听说后 便将他招致麾下 封他为司徒 并将他封于国地 后来 蟹发明了以火祭时的立法 并利用自己在天文方面的知识 测定一年的自然变化 还能预测当年收成的好坏 比如 三月末时 大火星刚刚出现 就号召人们放火烧荒 开始农耕 在九月压火出现时 也就是黄昏大火星变不见的时候 雪薄就号召人们在家生活 不准在外放野火 因为此时天气干燥少雨 容易发生火灾 因为蟹发现了大火星运行的规律 并制定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阴历 商族在他的带领下 制作出来的陶器和铜器又好又多 于是 他便派人将这些多出来的器具 运到临近的部落 以换取其他物产 如此一来 气的声明便在中原越传越广 最后 地顺仍命谢为司徒 在那个年代 司徒的职责是教化民众 让他们懂得人伦和祭祀礼仪 并传授人们手工业的制作技巧 在谢担任司徒的日子里 当地民众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谢死后 人们将他葬在商地 按照当时的风俗 人们前去悼念的时候 需要在他的坟上添一泡黄土 因为太多的人感念他的功德 久而久之 他的坟被黄土堆成一座小丘 被称作商丘 这便是商丘城名字的由来 谢死后 他的儿子昭明继位 由于他的父亲给他做了良好的铺垫 昭明带领着部落更上一层楼 此时的商部落还是一支游牧民族 活动区域并不固定 由于自身财富比周边部落高很多 遭到了其他部落的敌视 为了让部落安定下来 他带领族人回到了商丘 并在这里定居下来 昭明死后 他的儿子象土继位 象土生的人高马大 恐无有力 他经常与野马 野猪等野生动物搏斗 并将其杀死作为部落的食物 久而久之 象土在与野兽长期搏斗的过程中发现 野马对人的危害和警惕性最低 于是象土对野马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驯化 在驯化的过程中他发现野马能不断的繁衍 生出的小马后来还能长大 这种繁衍的方式比出去捕捉野马更加省时省力 于是象土抓来了更多的野马 并进行了驯化和圈养 在驯化的过程中 象土还摸索出了骑马之术 并教族人练习骑马 有了马匹的帮助 部落的行动速度和捕猎效率大大提高 后来象土又逐渐驯服了野牛、野猪、野鸡、野羊等动物 成功地将其圈养 在象土的带领下 商部落越来越发展壮大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先进水平 此时正值夏王朝太康失国 夏王朝对中原的掌控力越来越弱 象土凭借发达的畜牧业和商业 开始逐渐往复系社会过渡 社会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 畜牧业发达的部落通常也能征善战 后来象土带领族人不断地对外征战 使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象土死后 他的后代昌若、曹圈继续率领商部落发展壮大 后来他的曾孙、明将商部落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明作为商汤的八室祖 甲骨文中也称他为祭 明因为祖上帮助过大禹治水 因此被夏王少康任命为司空 专门负责水利和建筑方面的事务 明担任司空之职后 非常用心地治理黄河水患 在治理之余 他还在河边祭祀水神 以求上天庇护 逐渐形成了祭拜河神的祭祀体系 做好供奉祭祀的事情后 明便全身心投入治水的事业中去 他严查河堤沟渠 遍访农社商骨 找出水患出现的原因 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 在他的表率下 黄河两岸的人民自发前来帮忙 一起整治水雾 他们将河沟内的淤沙挖出来 疏通原有的河道 开出新的沟渠 满足新的需求 古时候各种生产力都非常落后 直到少康去世 明还没有彻底将水患治理成功 此时 书即位成为夏王 书被夏明看成 是能继承大禹事业的君王 此时夏国强盛之极 水患的基本控制 也让书可以放心对外征战 后来 夏恢复了对东夷各诸侯的控制 商国此时的都城在商丘附近 是夏统治各诸侯得力助手 后来 明在一次疏通河道的过程中 意外落水身亡 为了纪念他治水的功绩 民众将其神化为 玄明水神 并为他做交际 交际其实就是祭祀天地日月的活动 并且规定 人们在冬至的时候 于南交祭天 这时国君必须亲自前去 在夏至的时候与北交祭地 这时候皇帝可以亲自去 也可以授权手下大臣前去 祭日的话一般在东交 祭月则在西交 并且交际的所在要建造祭坛 分别为天坛 地坛 日坛 月坛 明死后 他的儿子王亥成为商部落新一代首领 商人这一说法 便是从王亥时期开始的 虽然明的功绩已经很高了 但王亥比起他的父亲更胜一筹 商朝建立后 将王亥尊为高祖 在商人的青铜器上 也刻有亥字 人们对王亥的崇拜 已经到了图腾的地步 可见 王亥在商人心中的地位之高 王亥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和他的功绩有关 王亥继位之后 便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积极下功夫 他发明了牛车 牛的耐力和力量要比马强很多 拉的货物也更多 此举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 商部落出现了物资过剩的问题 为了解决牛羊等牲畜过剩 他想到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法 用牛羊到其他部落 换取他们能用到的物品 慢慢地 商部落将这种方式 推广到整个中原地区 后来 人们将卖货的人都视为商人 从此以后 商人不仅仅特指商部落的人 而有了新的含义 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王亥的领导下 商人做的买卖越来越大 后来 商人和北方的一个部落 达成了一笔大的交易 为了保证交易能够成功 王亥和他的弟弟恒 决定亲自前往 在行至有义士国都的时候 有义士首领绵臣建材起义 杀害了王亥 并将所有财物掠夺一空 然后放走了王亥的弟弟恒 王亥死后 整个商部落震惊不已 王亥的儿子上甲威 对天启士要为父亲报仇 看到这里 大家或许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上甲威的名字这么特别 上甲威本名叫做威 上甲是其出生的日期 商族后代根据石天干 来命名自己的祖先 以此表示尊重 从上甲威开始 商族只有帝王才能用石天干 来命名 言归正传 上甲威得知父亲的死讯后 并没有立马前去报仇 而是一边着手建立军队 一边寻求外族的帮助 此时居住在黄河岸边的 何博主动前来帮助 从明治里黄河开始 何博一族就受到商部落的恩惠 而有义士也经常欺负何博 如今建商部落有难 何博主动发兵 帮助商族复仇 有了何博的帮助 上甲威率领商军 大举讨伐有义士 最终将有义士部落首领杀死 胜利后 两家共同瓜分了有义士的财产 并将有义士族人全部冲作奴隶 上甲威大胜之后 带着财务和奴隶回到了部落 部落族人把他奉夺英雄 给予了他最高的欢呼和礼遇 甲是天干之始 由上甲威开始 商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 以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 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起来 乃至超过了夏王朝的实力 而科技的发达则是文明崛起的前兆 上甲威传于鲍丁 鲍丁传于鲍蚁 鲍蚁传于鲍饼 鲍饼传于主鱼 主鱼传于主鬼 主鬼传于天蚁 这个天蚁便是成汤 成汤又叫商汤 是商时祖谢的第十四世孙 后人各朝代对商汤的评价非常高 并将其与尧顺宇并列 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一方面是因为与他同时代的夏节过于残暴 夏节的残暴应称出商汤的宽厚仁慈 另一方面是因为 商汤在治理国家方面非常有能力 在他带领下 自己国家的生产力大幅提高 同时也主动帮助其他部落的发展 吕不韦曾评价商汤为网开三面 意思为 有的人在捕鸟的时候四面为网 反而将鸟吓走 而商汤去掉了其中三面 只留一面网 却网到了四十几个诸侯国前来投奔 成汤网的不是鸟 而是人心 夏节看到商汤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 内心非常不悦 想利用一场会盟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同时 给不服从自己的人一个下马威 夏节邀请了所有臣服于 夏王朝的诸侯国前来参会 商国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 商汤并未打算前去赴约 他担心自己此行前去凶多吉少 但伊尹却建议商汤前往赴会 伊尹说 夏王朝已经强大了四百年 虽然夏节荒淫无道 但商国还不足以和夏朝抗衡 为了考虑大局 商汤决定前往 后来 夏节将商汤囚禁 伊尹用财宝和美女 将商汤从夏节手里解救出来 最终打败了夏节 建立了商王朝 由于商汤用武力打败消灭了夏 打破了国王永定的传统 自此之后 王朝进入到更迭状态 新王朝建立后 为了区别与夏王朝的不同 商汤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夏王朝推崇黑色为贵族用色 而商汤则推崇白色 不仅将皇族衣服改成白色 还将旗帜 器皿 车旗等重要物件都改为白色 商汤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除了自己乐善好施 宽厚人意外 他还非常知人善用 伊尹就是在他的重用下 才得以大放异彩 伊尹本命医治 尹为官名 即异国丞相 伊尹在做官之前是一名厨子 而且是奴隶身份 在做厨师期间 伊尹创立了火候论与五味调和说 这套理论至今在烹饪界沿用 伊尹并非天生就是奴隶 当他看到夏节暴虐后 想劝说有绅士国王起兵伐夏 为了接近有绅士国王 他自贬为奴 凭借高超的厨艺 成为了有绅士国王的贴身厨师 后来有绅士国王发现了他的才能 并将其任命为总管膳食的官 后来伊尹又成为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 这是华夏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教师 随着对有绅士越来越了解 伊尹发现有绅士和下同性 其祖先都是大鱼 这层血缘关系 注定了有绅士不会轻易地出兵伐夏 而且有绅士国家比较小 也没有罚下的能力 于是伊尹决定另投民主 经过一圈观察后 他认为商汤是不错的人选 就当他思索该如何投奔商汤的时候 商汤突然来到有绅士提亲 希望能娶有绅士国王之女为妃 有绅士答应了商汤的请求 伊尹自愿作为陪嫁 随同有绅士之女到了商国 作为陪嫁的奴隶 伊尹并没有机会直接见到商汤 为了能够见到商汤 他耍了点小手段 刚开始做饭时 每道菜肴都做得美味无比 后来故意把菜做得非常难吃 商汤把伊尹叫过来询问原因 伊尹知道机会到来 于是便以烹调五味为引 继而分析当今天下大事 与国君为政之道 并劝汤承担起灭下的大任 救民于水火 听完伊尹的一席话 汤经为天人 至此才晓得伊尹简直是个旷世之才 汤随即下令免去伊尹的奴隶身份 并命其为右相 为自己出谋划策 在伊尹的治谋和忠心下 商汤终于取得天下 在汤死后 伊尹又先后辅佐了四位商王 他不仅是开国元勋 更是五朝元老 所以在甲骨补辞中 他被列为救老臣之首 受到后世商王的隆重祭祀 并常常与汤同济 可见其地位之高 除了伊尹之外 商汤身边还有另外一位能臣 时任左相的仲毁 与伊尹出身奴隶不同的是 仲毁是标准的奴隶主 而且是大奴隶主 出身的不同 决定了他和伊尹持有不同的政治主张 在商汤摧毁下节政权后 他并没有杀死下节 而是将其流放到偏远之处 商汤比较在乎人们的评价 他担心人们说 他得位不正 是篡国者 因此心里隐隐不安 仲毁看出了商汤的隐忧 于是写了一篇《仲毁之志》 虽然这篇文章的本质 也是为商汤歌功颂德 但仲毁用逻辑辩证的方法 论证了商汤灭掉下节的 合理性与合法性 从哲学层面上 肯定了商汤的行为 他在文中提到 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君王统治 否则天下就会大乱 天下人也会为所欲为 所以上天会安排一名 盛名的君王来管理天下 而下节不是这样的君王 仲毁宽慰商汤 下节罪孽深重 已经不能替上天 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 因此 派他来接替下节 这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 在四千多年前 仲毁就提出了 政治普遍性原则 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 仲毁这篇文章 不仅是给商汤看的 也是给天下人看的 不但是商汤得到宽慰 也让自己的才华 被天下人知晓 无论这篇文章 是否是商汤主动受益 让仲毁撰写 但目的算是达到了 天下人看到这篇文章后 对商汤的品德和仲毁的 才能更加认可 商汤执掌王权 虽然是民心所向 众望所归 但此时的商国 遭遇了连年大旱 农作物连年欠收 百姓生存状况苦不堪言 与大禹时期的漫天洪灾相比 商汤面对的是一幅 截然不同的场景 在那个迷信的年代 人们很容易将自然现象 和帝王统治联系到一起 很显然 干旱缺水不是一个急兆 为了解决干旱问题 商汤开始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向上天祈雨 在祭祀上天的同时 商汤还在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看自己有没有失德行为 为此 他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 避免出现倒行逆施的行为 除此之外 他每天都虔诚地向上天求雨 但天上依然是晴空万里 丝毫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这种干旱一直持续了七年 干旱一年比一年严重 此时有占卜官禁言说 需要用活人作为献祭 上天才肯降雨 但商汤直接驳斥了占卜官的说法 他认为 求雨本是为民 而不是残害人民 如果真的需要有人做出牺牲 他甘愿做献祭的牺牲品 下定决心后 商汤沐浴洗净自身 跪在祭坛上向上天祷告 祈祷完毕后 便坐到柴堆上 当他下达点火烧掉自己的命令时 天空突然阴云密布 瓢泼大雨倾泻而下 一时间 旱情得到缓解 万民以为是商汤的祈祷感动了上天 为此对他更加推崇 关于商汤祈雨的史书记载有很多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祈雨的行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之所以能够祈雨成功 或许是一种巧合 但这种巧合把商汤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商汤死之前 他把脱姑的重任放在伊尹身上 希望他们尽心尽力辅佐他的子孙 更好地治理大商 伊尹欣然答应了 商汤死后 他的儿子泰丁本应该继承王位 但此时的泰丁已经去世 于是 泰丁的弟弟外禀和众人先后登上王位 不过 这两位也并不长寿 在为几年便撒手人寰 王位又面临着空缺 关键时刻 伊尹力挽狂澜 扶持泰丁之子泰甲为新一代商王 泰甲继位时非常年少 伊尹为了让他能快速执掌国家 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这期间写了三篇文章给泰甲 让他按照教导严格做事 起初泰甲还能听同教导 三年过后便失去耐心 他认为自己是异国之主 可以随心所欲 为此伊尹进行了多次劝谏 但泰甲依然我行我素 把国家大事放在一边 只管自己享乐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 大商危在旦夕 此时伊尹利用他五朝元老的威望 凭借超人的胆识和魄力 将泰甲废掉 并让他到商汤的陵墓前守墓 泰甲在守墓期间 伊尹安排一人 每天给他讲述商汤创业 治国时期的故事 泰甲起初有些抗拒 时间一长 泰甲便有所领悟 经过三年的洗心革面 泰甲已经脱胎换骨 伊尹又将泰甲请了回来 并还证于泰甲 此时的泰甲已经比较成熟 将大商治理的井井有条 为了肯定泰甲在执政方面的功绩 并鼓励他进一步向上发展 伊尹做了一篇泰甲训来激励鞭策他 其中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就出自泰甲训 这里面的活可解释为逃避的意思 泰甲在位23年去世 死后葬在了历程 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 对于伊尹流放泰甲 最后还证于泰甲这件事 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里曾记载 伊尹流放泰甲期间曾自立为王 泰甲重新获得政权 也不是伊尹主动还证 而是泰甲寻找机会 杀了伊尹才重新获得王位 很多人比较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竹书纪年是第一手文字资料 不可能刻意虚构 而且这本古书在宋代暂时销声匿迹 因为宋代是极端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 伊尹作为儒家树立起来的榜样 这样的记载显然对他不利 如果竹书纪年的记载属实 流放泰甲就是一次政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伊尹也就变为一个欺君网上的逆臣 和他一直树立的道德榜样形象格格不入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 按照儒家推崇的中军爱国思想 伊尹作为中义的楷模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都不能私自做决定 流放君王 这种行为在儒家思想里 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 关于伊尹和太甲之间的故事 一直是个谜 可能这个谜底永远都不会被揭开 太甲死后 其子沃丁继位 沃丁在位期间比较平稳 沃丁死后 他的弟弟太庚继位 太庚在位25年 死后 将王位传于自己的儿子小甲 小甲死后 又将王位传于雍己 雍己在位时 各路诸侯出现了对抗商王朝的趋势 大商的王权被削弱了一部分 雍己死后 将王位传于其弟太悟 太悟当政后 重用一隐的儿子伊智 在伊智的辅佐下 商朝在政治 经济等诸多方面 都有不小的进步 太悟当政期间 细化了官僚体制 并将官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 内服是太悟时期 直接统治的王级地区 外服是由邦博所管辖的地区 除此之外 太悟还在农业 手工业 商业方面着重发力 并大力发展畜牧业 铜器铸造技术 当时的青铜冶炼技术 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太悟时期 还创造性地使用了海贝 玉贝 铜贝等货币 来进行交易 贸易体系已经非常完备 在太悟在位的75年里 商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 但繁华的背后 也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太悟死后 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仲丁 仲丁继位后 紧接着 出现了九世之乱 所谓的九世之乱 是指大商在王位继承的过程中 不断发生纷争 导致国家处于不断的纷争当中 这中间出现了国都搬迁 诸侯叛乱 这一动乱历经重丁、外仁、何胆甲、祖乙、祖心、卧甲、祖丁、南庚、杨甲等九位伤亡 史称九世之乱 这个过程总共持续了上百年 直到盘庚迁都才结束这段乱世 之所以出现这种乱世 是因为夏王朝时期出现了对内善位的制度 即可以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 因此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 弟弟和儿子同样具备继承权 在那个时期 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 帝王死后 他的儿子不一定处于成年阶段 这就给兄弟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果没有依隐这样的重臣 在旁稳定朝政 就会导致纷争不断 在九世之乱时期 商王朝下的诸侯国 也因为王位更替而不停地投机取巧 商王朝内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无暇顾及其他诸侯国的事情 西北方 少数民族如土方 鬼方 枪方等 趁机发展实力 日益威胁着商朝的统治 混乱使商朝贵族内部矛盾更为激化 王室贵族或巨傲放肆或淫逸奢侈 大家离心离德 国运堪忧 杨甲死后 他的弟弟盘庚继承王位 并将国都搬迁至阴 自此之后 整整273年 商朝在位迁都 稳定的环境 也让百姓们逐渐安定 生产生活暂时得到了恢复 在盘庚迁都之前 商朝已经有过四次迁都 对于迁都这件事 百姓和官员们都非常反感 所以 当盘庚提出第五次迁都的时候 朝野上下的反对声音非常大 一些有实力的贵族 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 一时间 围绕迁都这件事闹得很厉害 但盘庚的心意已决 迁都一事势在必行 他先是把王公贵族们召集起来 对他们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然后又颁布了死命令 对于借迁都一事进行闹事的人 格杀勿论 在恩威并重的措施下 最终迁都成功 盘庚此次迁都并非心血来潮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新都城因地的土地比较肥沃 更适合农业生产 迁都后 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 可以趁王公贵族立足未稳之际 进一步削弱他们的特权 而且新都城能够远离叛乱 给王朝发展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迁都之后 盘庚再次让商朝兴盛起来 殷须也成为华夏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 盘庚死后 他的弟弟小新接替王位 不过 小新的能力有限 没有让大商再次兴盛起来 小新死后 将王位传于弟弟小乙 小乙同样没有多少功绩 小乙死后 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武丁 他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明君圣主 本来武丁的父亲小乙 没想到 自己有机会继承王位 于是就把武丁送到民间 让他游历全国增长见识 并锻炼他的意志 武丁在黄河一带云游的时候 接触了大量奴隶和平民 并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 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劳作 并愿意和平民交朋友 武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傅岳 武丁之所以能开创盛世 除了自己历经图治外 离不开傅岳的辅佐 傅岳出身于穷苦之家 年轻的时候 一直在工地上担任建筑工 并创立了一种建筑工艺 叫做板柱 傅岳虽然身在工地 但对于国家大事非常感兴趣 并且有独到的见解 武丁还未即位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工地上遇到了傅岳 他听了几次傅岳谈治国之策后 认为他真的有真才实学 而不是夸夸其谈 于是主动上前攀谈 并逐渐成为好友 后来武丁继位 派人找到了傅岳 并拜他为丞相 从此以后 两人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阵大改革 武丁对傅岳言听计从 从王室开刀 整治腐败 大力推行新政 傅岳不负众望 极尽文韬武略之才华 朝廷内外秩序井然 在国内恢复生机的同时 他还积极与周边方国修好关系 严惩那些敢于进犯的小方国 终于 国家富强起来 国势再度复兴 傅岳是殷商时期卓岳的政治家 思想家 同时在军事建筑方面 有不菲的才华 他帮助武丁实现了王朝中兴 并留下千古不朽的说命三篇 其中的支支飞奸 行之为奸名具 为华夏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 史观基础 要想治理好国家 不仅需要文臣的辅佐 还需要武将的帮助 恰巧武丁身边有一个武将 只是这个武将并不是男性 而是武丁其中的一位妻子 名叫傅豪 他是华夏历史上 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性武将 在武丁东征西讨的日子里 傅豪不但常办左右 还帮助武丁打下不少胜仗 在担任大商三军统帅期间 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未归妇的小国 在那个时代 指挥几千人的战役 已经算是大场面了 根据记载 傅豪在攻打枪方的时候 出兵一万三千多人 足见他的军事能力之强 傅豪最精彩的战役 是和武丁一起征伐八方的一战 战前 傅豪与武丁议定计谋 傅豪在敌人西面埋伏军队 武丁则带领精锐部队 在东面对八方军队发起突然袭击 八方军队在武丁军与傅豪军的包围圈中 故此失彼 阵行大乱 终于被围奸 南境遂平定 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伏击战 傅豪在领兵打仗的同时 担任大商的主要祭司 主持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宜 为武丁分担了不少压力 不过好景不长 女中豪杰傅豪 仅仅活了33岁 这个年龄在当时并不算短寿 不过相对于活了将近60岁的武丁来说 还是太短了 关于傅豪的死因 没有具体史实可考 但他的死 对于武丁和整个大商朝来说 都是一种损失 傅豪的死 让武丁十分伤心 武丁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 为了表达对他的思念 武丁每次遇到军事行动的时候 都会事先到傅豪墓前祭祀一番 傅豪的出现 是华夏文明的一次进步 正是 武丁中兴是商朝中期兴盛的定点 同时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武丁死后 将王位传于自己的儿子祖庚 祖庚在位十年便去世 将王位传于自己的弟弟祖甲 到了祖甲执政末期 商王朝的形势已经不太乐观 当时一些士族频繁发生叛乱 势力比较大的东夷族和西方的羌人 经常骚扰大商 让时局产生了动荡 尽管大商多次派军前去评判 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通常拖垮一个王朝最大的原因是 连年征战导致国力空虚 大商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 大规模的祭祀同样会消耗国力 祖甲刚继承王位时 他见过武丁时期的盛世 因此 在各方面都朝着武丁看齐 试图在武丁的基础上 让商王朝更上一层楼 客观来讲 在祖甲统治的前期 大商的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 青铜文化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举世闻名的私母物方鼎 就是出自这个时代 是祖甲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所住 祖甲年少时曾深入民间 多次和平民奴隶打交道 为了改善民间疾苦 他限制了王公贵族对平民的剥削 并修改了刑法 加大了对王公贵族们的处罚力度 此举对社会进步是非常有利的 但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当时的大商还需要依靠奴隶主来主导 祖甲的做法让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 也许是为了缓和内部矛盾 祖甲开始大兴祭祀之时 几乎隔三差五就要进行一次大的祭祀 每次祭祀都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这种活动是不直接产生生产力的 在上行下效的带动下 全国上下都沉迷于祭祀 将整个国家一点点掏空 为此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祖甲死后 他的儿子领心继位 领心在位四年便去世 在他在位期间 西方的枪族部落迅速崛起 并不断骚扰商朝边境 领心曾多次召集重兵前去征讨 但并未征服这些部落 领心死后 他的弟弟耕丁继位 耕丁延续了领心对枪人的政策 继续率兵前去征讨 在征讨的过程中 耕丁侵杀了一些枪人首领 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 但耕丁并未实现对枪人的彻底征服 使其残余势力跑到别处 这部分枪人最后加入了周武王的灭伤大军 晚年的耕丁非常重视祭祀活动 或者说到了痴迷的程度 而且耕丁在祭祀的时候 非常迷信乌教 这是一种比较邪门的教派 喜欢剑走偏锋 乌教从商汤时期就存在 当时商汤打算火烧自己旗语时 就是听从了乌教的建议 在耕丁的支持下 乌教在大商迅速发展壮大 甚至开始染指王权 经常假借天意来限制伤亡的行动 耕丁死后 无以继位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神权开刀 并成功地把乌教赶下政治舞台 让大商的最高权力 牢牢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 除此之外 无以还废除了兄中弟级的继承方式 只允许王位在父子间传承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后 无以暂时稳定住了商王朝 稳定完内部格局后 无以又开始对外征讨 无以当政时期 东夷族已经发展壮大 其势力范围已经触达到中原地带 而这里正好是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于是 无以多次进行了南征北讨 最后 在纪律的帮助下 平定了一些诸侯 并俘虏了几千人作为奴隶 帮助无以南征北讨的纪律 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 无以在位期间 商朝的国力已经开始衰弱 而纪律率领的周国 却在不断地作大 等他们搬到西齐后 势力已经接近于商王朝 无以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不过 没等他来得及进行下一步操作 他便去世了 无以的死法比较特别 按照一般的说法 无以是贝雷击中而身亡 就是俗话说的贝雷劈死 但这种说法可信度并不是很高 很有可能是仇恨无以的 乌教人士编造出来的 无以当政期间做出了一番作为 在集中王权这件事上 他强调了王权的位置 同时不断地打压神权 避免华夏国家 沦为被神权统治 他废除了凶中帝级的继承制度 避免了王室之间的纷争 一定程度上 使得商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但此时的商王朝已经伤及到根本 要想维持王朝稳定 必须借助其他诸侯国的力量 而纪律率领的周族 就是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的 无以去世后 他的儿子文丁继承了王位 此时的文丁已经意识到 周族在不断发展壮大 对商王朝产生了威胁 但文丁又不得不借助周族的力量 来平定四方 于是文丁先采取了怀柔的政策 让纪律为商王朝安前马后 等到四海安定的时候 文丁又开始剪除周族的力量 纪律帮文丁平定诸侯叛乱后 来到阴都汇报工作 文丁当场给了他很多赏赐 使得纪律放松了警惕 当纪律准备返回的时候 文丁却突然将其囚禁 只放走了他的随从人员 不久后 纪律便被杀 纪律儿子姬昌 在西齐继承了他的位置 纪律的死 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文丁仅仅在位三年便去世 他的儿子帝乙接替了王位 帝乙继位后 认识到杀继力的做法并不妥当 这样做不但没消灭周族 反而结下了很深的仇恨 为了缓解周族的仇恨 帝乙寻求与周族联姻 并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姬昌 这一招暂时缓解了商周之间的矛盾 让两国暂时放下了争端 帝乙稳定完周族后 开始南下征讨其他遗族 一直打到了淮河流域 帝乙在位期间 还将国都迁到了昭戈 尽管帝乙在拼命驾驭 商王朝这艘大船 但此时的商王朝已经摇摇欲坠 一针兴奋剂 无法让商王朝起死回生 帝乙去世之前 本打算把王位传给长子威子齐 但威子齐的母亲 在生他的时候 只是一个普通妃子 大臣们不同意立他为寺 后来威子齐母亲成为正氏 并在此诞下一个男孩 帝乙给他取名叫做帝心 并立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大家对帝心的名字可能不熟悉 但大家一定听过 他另外一个残暴的名字 咒王 提到咒王 人们首先会想到 《风神演义》里的神话故事 里面的咒王是一个荒淫无道 且极其残暴的君主 比起下节有过之而无不及 咒王在位约三十年 他是商朝最后一位君王 并将国都迁到昭歌 咒王本身资质非常好 和夏节一样生得孔武有力 身材高大 他继位后 颇有一番作为 他非常重视农耕发展 并继续讨伐东夷 进一步稳定商朝的统治根基 在他的带领下 商朝的势力扩展到了江淮一带 后来 咒王统一了东南地带 把中原的先进种植技术 和文化洒向东南 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得比较突出 咒王继位时 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 要想在这种基础上有所作为 必须付出比其先辈多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努力才可以 即便如此 都不一定能挽回商朝的局势 这一点类似于明末时期的崇祯皇帝 崇祯在亲政英明方面 要比前几代皇帝强多了 但他接手的大明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 不是仅靠秦政爱民 就能挽回败局的 王朝疾病之身 需要重新打乱时局 才能解决 如果把咒王和崇祯 放在王朝的中兴时期 也许他们会创造一个盛世 可惜的是 历史不能假设 他们生在那个时候 只能注定是一个悲剧 在许多野史传说中 妲己被当作 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据左传记载 商咒王于公元前1047年 进攻有苏氏 有苏氏不敌 为了自保 献出了大量的金银财物 以及美女 打己实际上是咒王的战利品 这一幕和夏节时期的末喜 颇为相似 几乎就是历史重现 起初 史书上关于咒王罪行的记载 只有六条 到了战国时期增加了27件 西汉时期又增加了23件 东汉和晋朝也有增加 久而久之 咒王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 咒王得此恶名 首先是因为自己形式比较残暴 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再者是因为他是亡国之君 在华夏历史中 勤勉的亡国君都会处处被人诟病 残暴的亡国君更会被后人黑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 咒王确实很残暴 但到不了近代史书中描述的程度 与咒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咒王的叔叔笔干 演绎到现在 笔干已经成为死见尽忠的代名词 笔干在历史上却有其人 而且是一个忠良 既然咒王没有史书上说的那般暴虐 为何要杀死笔干呢 据史记记载 笔干在摘星楼连续三日觐见 是发生在威子启逃跑之后 威子启是咒王亲哥哥 他和笔干 姬子都是反伤咒的 咒王杀笔干 多半是因为他反对自己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笔干持有不同的立场并不是错事 但站在咒王的角度来看 他们三个都是背叛自己的叛徒 笔干死后 虽然咒王少了一个对手 但仍不能掩盖王朝内部支离破碎的现状 实际上 此时的商朝贵族都对咒王怀有二心 只是 他们没有像笔干那样说出来而已 因此得以保命 除此之外 东南的仪族 西北的枪族 周族都是商咒的大敌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咒王也做出过努力 他先是通过杀鸡儆猴的方式 杀掉了国内一些贵族 试图震慑怀有二心的统治阶层 然后在西北连续用兵 并将周族的鸡昌 骗至昭歌囚禁 暂时解除了西部的危机 紧接着又掉头向东 向南 连续征讨反对的自己的诸侯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俘虏了大量的人口 咒王将这些俘虏的商人 安排从事生产 甚至填充军队 这直接导致其军队的忠诚度 大打折扣 这个操作看似扩大了商朝的队伍 实际上 加速了王朝覆灭的过程 随着商朝和周族的矛盾不断加深 双方之间的决战不可避免 后来 周武王和商咒在牧野发生了大决战 周武王一举将商军击败 逃回昭歌的周王登上露台 最后自焚而死 攻破昭歌后 武王又相继扫除了魏 我 宣 蜀 利一代 归附殷商的诸侯 进一步扩大战果 牧野之战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案例 随着这场战争结束 周族彻底终结了商朝六百年的统治 至此 华夏大帝迈入周朝统治时期 在武王伐咒的过程中 一些商人在中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其中就包括威子和姬子 当初威子劝谏咒王失败后 选择了逃跑 起初他并没有逃到周族 而是跑到自己的封地 后来武王灭周后 威子肉坦面富地前来起降 他跪在地上以膝前进 并且左边之人牵羊 右边之人丙毛 这种礼仪就是所谓的牵羊礼 宋代靖康之尺中 金人对徽钦二宗实施的牵羊礼 就是这种 威子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起降 是为了证明自己和周王 已经彻底没有关系 周武王之所以没有杀威子 是因为威子在大商的地位很高 他的归降具备象征意义 威子带着商朝的忌器 向周族投降后 意味着整个大商向周族投降 后来周武王对威子十分厚待 不但给予高官厚禄 还将商丘作为他的封地 并赐给他公爵 后来威子在封地建立了宋国 虽然威子没有参与讨伐昼王 但他的举动为周族扫平阴伤残部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同样帮了周族大忙的还有姬子 他也是昼王的叔父 曾经像笔干那样觐见过 当他看到笔干被挖心 威子逃跑后 为了避免被迫害 姬子选择了装疯卖傻 周武王见姬子已经疯癫 就没有杀他 而是将他贬为奴隶 并囚禁在姬子台 姬子在囚禁期间 构思出了红饭九愁的伟大思想 商朝灭亡后 武王亲自来释放姬子 并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姬子将红饭九愁的思想 讲给他听 这个典故被后世成为姬子名义 虽然姬子向武王传授治国之策 但他并未打算在周朝为臣 周武王多次邀请他出山相助 都被姬子拒绝了 为了让武王死心 姬子带领一众商朝遗老离开了故地 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郊州湾 并从此地经海陆东渡 到达了一个新地方 并创立了姬子王朝 后世将姬子所在的地方 成为姬子朝鲜 姬子开创王朝的时候 立下了八大原则 为世人创立了基本的形式准则 姬子在新地盘 大力鼓励农业生产 同时将殷商文化散播开来 他们带来的青铜器名文 成为东北亚历史的开端 两年后 姬子得到周朝册封 并亲自前往周朝国都进行授封 此后 他便一直居于封地 周朝灭伤后 周武王成为华夏最高统治者 周武王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也要感谢他的祖先 周朝的祖先是后继 是皇帝的玄孙 后来被姚举荐为农师 此后又被顺命为后继 后继被后世称为农神 后继自小就对古物耕种 有很大的兴趣 能根据土壤和季节的不同 来安排农作物的种植 这种天赋让他在农耕时代 获得了很高的名望 在此后的时间里 一直辅佐姚顺宇来治理天下 后继死后 他的弟弟们先后继位 这期间 周族一直都在平稳中度过 直到传至十五代的时候 部族发生了变故 当时周族的首领鸣叫不住 因为孔甲乱政时期不重视农业 他因此被罢掉了官位 无奈之下 不哭带领族人开始了游牧生活 住死后 他的儿子居即位 居死后 公留即位 比起稳定的农耕生活 游牧生活要困难很多 此前 周族是被迫转为游牧生活 当公留即位后 他开始寻找适合定居的地方 打算恢复之前的农耕生活 逃离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 经过一番实地勘探后 公留将定居地点选在了宾地 并抛弃了学居生活 开始伐木取材建造房屋 开拓道路以通商谷 挖掘沟渠以灌溉农田 于是 外出的人有资财 定居的人有积蓄 此时的周族 终于又过上了好日子 在公留的带领下 周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公留死后 其子庆节继位 他上台后 延续了父亲的治理风格 并在宾地建立了周国 此后 周人在此地安稳度过了三百年 可到了古宫胆腹这一带 周国遇到了生存挑战 经过三百年的繁衍生息 周国的人口越来越庞大 当地的生产力 已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加之周边的部落 不断对其进行骚扰 周国的生存遇到了挑战 以周国当时的实力 是可以和周边部落大战一场的 而且周国的民众也支持胆腹应对战争 但胆腹不想让自己的子民流血 于是选择南迁 后来 胆腹率领族人辗转来到了祁山之下的周园 周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逐渐形成一套宗族祭祀制度 为了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健康地发展下去 胆腹选择以祁山为政治中心 同时建造了大规模的城池 他还建立了中央机构 设立了司徒 司空 司马 司寇等职位 掌控不同的领域 一切完备之后 胆腹正式立国号为周 胆腹在周人的发展史上 是一个城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正是他把周人迁到祁山一带 才让周族能迅速发展壮大 为以后灭伤打下了基础 胆腹除了自己本身历经图之外 还有一位贤内著 名叫泰江 泰江一共生下三个儿子 长子泰伯 次子仲庸 继子继立 而且三个兄弟皆有贤名 胆腹在选接班人的时候 摒弃了立长子的想法 而是选择了立贤 最终将继立选为接班人 确定完接班人后 泰伯 仲庸两兄弟 决定离开祁山 于是 他们一路往东南而行 最后到达了京丸之地 作为已经开化的民族 泰伯 仲庸的名声 已经传到此处 当他们到达后 立马就有千余户土著前来投奔 在泰伯 仲庸的细心经营下 京丸之地变得越来越好 后来 土著雍立泰伯 为当地的君王 尊称他为吴泰伯 此后 泰伯和仲庸 慢慢在此处建功立业 并建立诸侯国 国号为巨吴 吴泰伯去世后 当地百姓 赶齐恩德前来祭拜 祭拜者到他临位前 敬献鲜花 因为祭拜者太多 导致漫山遍野的鲜花 都被采光 百姓们眼见鲜花 被采光 于是在腰间 祭一根麻绳 作为代替 以表达对他的缅怀 后来在腰间 祭麻绳的风俗 延续了上千年 被称为 披麻代孝 泰伯死后 因为没有子嗣 继而 仲庸接替了他的位置 仲庸继位后 延续了泰伯的执政风格 将京蛮之地 带到了一个新高度 仲庸死后 藏于于山 其子既俭即位 既俭死后 其子舒达即位 舒达死后 其子周章即位 此时 周之巨无以立武士 而源在齐山的周族 已在武王的领导下 成功灭伤 并四处寻找 太伯和仲庸的后人 终于在吴帝找到周章 因周章已作吴君 就因帝正式封周章 为巨吴国君 周章之地众 被封在周园附近的鱼 也列为诸侯 建渝国 其后人便以渝为姓 众因此而称为渝众 与其先祖 众庸同好 太伯 众庸两兄弟 虽然没能继承 周国的王位 但他们的一生 还算是过得比较顺利 相比之下 继承周国王位的继力 则坎坷了许多 继力成为周王后 一边大力发展农业 一边出兵 征讨周边的诸侯国 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继力在不断的胜利中 缴获了大量的财物 俘虏了众多的奴隶 成为显赫的大族 巩固并发展了 周在渭水中游的统治 许多诸侯都前往归顺 使周成为商西部的 一个强大的方国 势力已横贯东西数百里 向东已发展到了 今天的河南西部 继力虽然将周国 做大做强 但他并没有骄傲自大 为了不引起殷商的注意 他将不少战利品 都奉献给殷商 继力通过此举不但成功麻痹了殷商 他还因此得到商王文丁的册封 成为西方诸侯国之长 但好景不长 因为周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好 加上周国连年在讨伐中取得胜利 朝野上下 莫不对其羡慕有加 而过度的羡慕就会产生极度 此时 商王文丁也感觉周国的势力太大 已经威胁到了大商 于是以赏赐为名 将纪利照至殷都 封他为西伯 但紧接着就将其囚禁 随后 纪利就死于牢中 当纪利的死讯传到周园后 其子姬昌选择了继位 视为周文王 他继位后 通过多方运作 将纪利的遗体运回了周园 纪利的死让周人极为愤慨 百姓们一直要求起兵伐伤 虽然当时周国的兵力 尚不足以和商王朝对抗 但此时的文王已经没有选择 如果不出兵讨伐 就是违反民意 就在此时 商王文丁去世 帝乙成为新的君王 帝乙继位后 知道文丁杀死继利的做法不妥 如果得罪周国 就会面临东西双线作战的压力 于是主动向周文王示好 而文王也明白 现在的实力没有把握打赢商朝 接过了帝乙的橄榄枝 两国进行了和亲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帝乙同意 将其妹妹许配给文王 周人也因为这次联姻 而暂时压下了怒火 帝乙死后 周王继位 此时的周国虽然还保持着低调 但周王对此已经十分防范 他时刻在寻找机会对周国下手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 由于周王形势比较残暴 周文王在一次宴会中 亲自见证了周王的暴力 于是轻声叹气 没想到这一幕被身边的人举报 周王因此将其囚禁 但并没有杀他 周文王之所以能够保命 一方面是因为 他在周王面前表现得比较恭敬顺从 在双方尚未完全撕破脸皮的情况下 周王不想贸然对周国宣战 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文王的大儿子博弈考 为了提周文王求情而被打击陷害 最终被周王处死 这也算是让周文王得到了教训 据传 周王杀死博弈考后 将其做成肉羹端给周文王使用 如果文王不肯食用 便将其一起杀掉 谁知 西伯侯在牢中专心推演八卦 早已算出此节 于是 当着宋羹人的面 喝下了肉羹 使者将实情告知周王 周王便觉得 西伯侯并非众人口中 所说的那样未卜先知 而且 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 所做的汤羹 又岂是什么人性忠义的长者 于是 便放松了对西伯侯的警惕之心 他也因此才能最终脱得牢笼 违反周元 关于周文王如何脱困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有的只是各种猜想传说 但不论怎样 他安全返回了周元 回到周元后 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灭掉殷伤 不过 周文王不是莽撞之人 虽然心里怀有深仇大恨 但表面上仍屈从于咒王 静待合适的时机 后来 文王在渭水边遇到江上 两人交谈甚欢 回朝后 文王拜江上为太师 主掌军事 江上就是人们熟知的江子牙 有了江子牙的辅佐 文王的伐伤计划往前迈了一大步 为了消除周边的隐患 以便于将来集中经历伐伤 文王先后灭掉了犬戎 秘虚 梨 虫等部落 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些成就 都是在江子牙的辅佐下完成的 就在周国一片大好形势的时候 文王突然去世 灭伤的重任落在了武王身上 临终前 文王把武王托付给江子牙 而江子牙也不负所托 帮助武王灭掉了殷伤 江子牙一生在军事 政治 经济 思想等方面 都有卓越贡献 儒 法 兵 纵横诸家 接追他为本家人物 被尊为百家宗师 但究其工业 有以军事为罪 江太公所驻六掏 可谓是中国古代兵论 兵法 兵书 战策 战术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学说的发端 伐商成功后 武王回到浩京 开始分封诸侯 赐封神农士的后代渔骄 赐封皇帝的后代渔柱 赐封瑶帝的后代渔记 赐封顺帝的后代渔臣 赐封大禹的后代渔启 然后再分封功臣谋士 其中江太公是第一个受封的 其封地在迎丘 国号为齐 四帝周公弹封在屈腹 国号为鲁 赐公爽封于烟 此外 三帝书仙以封于馆 五帝书渡以封于菜 武王伐咒两年后 因病去世 在他自知十日无多的时候 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起初 他想传位于自己的四帝周公弹 但周公感动之余 选择了拒绝 从王朝安定的角度来讲 周公确实是当时王位最合适的人选 但周公是儒家先驱 把伦理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在当时嫡长子继位的观念 已经深入人心 胸中帝极 已经不被世人所认可 因此 周公对于武王的善位坚决不受 武王死后 他的长子姬宋 在周公等人的雍立下继位 视为周成王 为了更好地稳固朝政 周公以摄政的方式来辅佐周成王 对于维护周朝的统治 周公可谓是担惊节律 在招贤纳事方面更是分外上心 即使在沐浴吃饭之时 只要有人前来商讨治国之策 周公都会穿上衣服 放下筷子前去接待 正所谓一目三捉发 一饭三图补 后世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 周公图补天下归心 以此来表达求贤若渴之情 周公摄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平定管蔡之乱 管叔和蔡叔都是文王的儿子 也是周公的兄弟 按理说 不应该发生叛乱 但在摄政问题上 排行第三的管叔认为 比排行第四的周公更有资格摄政 两者在这方面出现了矛盾 再者 周公摄政后 制定了一系列的理智 限制了诸侯们的势力 这引起了 以管叔为代表的诸侯们不满 为了对付周公 管叔联合了咒王之子武庚 一起发动叛乱 作为王国之君的儿子 武庚一直在谋划复国大计 如今 眼见管叔主动来拉拢 两人一拍即合 选择了起兵造反 但此时的周公已经是一呼百应 在他的号召下 很快平定了叛乱 并诛杀了管叔 武庚 将蔡叔放逐 让周朝回到了安宁 七年之后 周承王长大成人 周公便还政于承王 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在周公摄政的七年时间里 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 都做出了突出的建树 他完善了景田制、宗法制、封建制 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典章制度 在还政于承王的时候 周公为周王朝确立了 嫡长子继位的制度 这正是周朝宗法制的核心 周公还政于承王三年后 因为日夜操劳得了重病身亡 纵观周公的一生 他在武王伐咒的时候屡屡立下大功 灭伤之后又辅佐承王继位 将周朝从为难之中解救出来 并将承王培养成有德之君 除此之外 他还为周王朝完善了礼乐祭祀制度 为世人建立了一套形式标准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这种形式标准或许是一种束缚 但在封建王朝时期 这种礼乐制度能让周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周公可谓千古良臣 为后人所敬仰 也是理所当然 周公死后 赵公担起了辅佐承王的大任 虽然他的能力略逊于周公 但他像周公一样尽心尽责 帮助承王很好的治理国家 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多有建树 成王死后 赵公又扶持康王上位 并手把手地传授康王治国之道 将其培养为一代民主 在赵公辅佐期间 周朝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 史称成康之志 康王死后 昭王继位 作为周朝第四代君王 他的先辈们已经为他打下了很厚的家底 整个王朝本应该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 但昭王却没能延续这种向上的趋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没有能臣辅佐 之所以没有能臣辅佐 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出了问题 从周文王时代开始 身边的众臣除了江子衙之外 皆出自王室贵族 到了昭王时期这种情况更甚 这相当于把普通人的上升通道给堵死了 一些投靠周王朝的诸侯国 不但没有担任众臣的资格 而且一些重大的活动也没权利参加 这让他们备受冷落 这是诸侯国不满周王室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其中以楚人的抱怨声音最大 昭王继位后 没有了周公、赵公等人的辅佐 他在形势方面十分欠妥 很难压制住下面的诸侯国 就在昭王北伐戎敌叛乱之时 南边的楚国趁机发展壮大 并联合相邻的越国控制了铜绿山基地 铜绿山是采矿和冶炼的基地 在青铜器时代 这个举动无异于卡住了周王朝的脖子 但此时 昭王似乎对失去铜绿山仪式并不着急 而是最新于收集齐花溢草和真秦走兽 很多宁臣更是投其所好 引以为升迁之道 自此之后 周王朝内部逐渐开始腐化 整个王朝也开始走下坡路 就在周昭王不断放动之时 楚国却在不断地积蓄力量 但和强大的周王朝相比 楚国的力量显然不足以与之抗衡 于是 楚国并没有急于选择与之对抗 而是碧其锋芒 昭王十六年 周昭王亲率领大军前去夺回铜绿山 沿汉水东岸而下 直奔京楚 此时的周朝军队依然十分强大 没有耗费太多精力 便将铜绿山夺了回来 并将楚人开采好的铜矿全部带走 留下一支军队在此镇守 但铜绿山与周王朝都城相距甚远 时间一久 将士们思乡心切 昭王只好撤军 周军前脚刚走 楚人便再次占领了铜绿山 并将遗留在此的周军全部击溃 昭王得知楚人再次叛乱的消息后 异常愤怒 于是立即决定再次难争 楚人得知昭王前来争讨 准备和周军正面硬扛 但实力不济 最后败走 铜绿山再次回到周人手里 不过 此次周王朝付出的代价 要比第一次大很多 昭王眼见齐开得胜 于是班师回朝 他以为楚人不会再次进犯 没想到昭王回朝后 楚人再次攻占铜绿山 得到消息的昭王怒不可遏 于是开启了第三次法楚 但此次法楚没有前两次顺利 周昭王在渡江的时候 遇到了恶劣天气 整个船队全部翻倒 可谓是全军覆没 周昭王也掉入江中溺壁 昭王死后 周王朝怕死讯传出会引起诸侯叛乱 于是选择密布发丧 直到回到浩京才公布死讯 自此之后 周王朝再也没有难争 并彻底失去了对铜绿山的控制 此后 整个国家的铜绿山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周王朝也因此由胜转衰 而楚国却不断做大 昭王死后 穆王继位 穆王不但继承了他父亲爱玩的喜好 还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新的爱好 那便是游山玩水 穆王主政初期 就打着未复报仇的旗号出征京楚 并成功地将楚国叛乱平定 实际上 楚国之所以不再叛乱 不是被周王朝打败 而是周王氏主动和楚国示好 并联合楚国一起消灭了徐国 这说明周王氏和楚国达成了某种协议 这种协议大概率是周王氏做出妥协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 起码现在的南疆比较安定 安抚完楚国之后 西边的犬龙部落势力越来越大 并开始逐渐对抗周王氏 不仅不进贡 反而还阻止周边其他部落 也跟周王氏走得太近 周穆王认为 犬龙的行为是对自己不敬 准备携天子之威前去讨伐 此时的周王朝虽然开始走下坡路 但整体的实力足以碾压其他诸侯国 就在穆王准备起兵之际 蔡公前来劝阻 他说 周朝先祖都是以德服人 不会妄动干戈 如果碰到问题就诉诸于武力 只会让诸侯们习以为常 不但不会心生畏惧 久而久之还会生成怨恨 长途征讨需要耗费国力 现在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 而不是挑起战争 况且选戎的行为也没到非打不可的地步 但穆王并未采纳蔡公的这番肺腑之言 而是执意前往征讨 虽然此战穆王取得了胜利 但也让其他诸侯国暗暗不爽 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征讨的对象 于是暗地里相互结盟 应对周王朝可能对自己发起的征讨 不过此次穆王出征也打通了中原和西域之间的通道 从此之后 两片不同风情的大地开始了交往互通 从这个层面来讲 穆王西征是有积极意义的 穆王打败犬戎后 继续往西迈进 据说最远到达了昆仑之角 也就是现在的黑海和离海中间的区域 穆王之所以一路往西 是因为他好游的本性 西征结束后 穆王继而转战东南 边打仗边游玩 经常在外数年而不回朝 穆王游历范围之广 在华夏帝王史上都无出其诱者 穆王常年在外游玩亲征 虽然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范围 但也致使长期无人主持朝政 使得安民之策无人下达 周王朝看似不断壮大 实则根基已经开始慢慢腐烂 穆王死后 周王朝先后经历了贡王 义王 孝王 义王 这几代君王没能重现周家先祖的光荣 只是在不停地消耗家底 到了立王这一代 他接手的周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政治 经济 军事各方面都一塌糊涂 作为一个有些报复的君王 周立王打算用改革手段来去除周朝的顽疾 此时的立王已经意识到 周朝的人才上升通道已经被毒死 王室贵族垄断了朝堂经营 他要想提拔官员 就必须从王室贵族的人才池里挑选 他选来选取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于是破格提拔擅长经济的荣移工和军事能人为公长富 这一做法破坏了其他贵族们的利益 遭到强烈反对 他们抗议周立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 觉得周立王品德不明 因此不知道该任命谁做辅佐 谁做公卿 但周立王顾不了那么多 他在乎的是 谁能帮自己治理国家 谁能让国库充盈 让军队战斗力增强 除此之外 摒弃一切杂音 立王通过任用荣移工和卫工长富 使得国库逐渐充盈 军队战斗力也逐渐提升 就在立王在国内大兴改革举措的时候 周边小国不断前来进犯 立王正好借机检验一下改革成色 于是派出卫工长富率兵前去迎击 立王亲自督战 卫工长富不负所望 一路收回被诸侯国侵占的土地 并击溃前来进犯的遗敌 经此一战 周王朝暂时解决了外族前来骚扰的状况 此前趁周王室衰败而自立为王的楚国 见周王室接连取得大胜后 便自动撤销了王浩 表面看来 立王发起的改革 似乎是大获全胜 但这是以透支王宫贵族的利益为代价的 王宫贵族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改革 使得统治阶层内部 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在立王充实国库的过程中 通过卖官敛财的手段 解决了国库空虚问题 这也使得官员的含金量大大降低 让具备真材实学的人感到心寒 再者 连年征战 让百姓们的税负压力不断增加 民间怨言已经开始沸腾 此时 有官员前来向立王觐见 细数他这些年来的过失 以及百姓们的怨言 立王为了堵住他们的嘴 一律选择格杀勿论 自此之后 再也没人敢觐见 立王用这种方式堵住了大家的嘴 但并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就是描述的这个时期 在这种高压管制下 官员和百姓们甚至都不敢交流 只能道路以目 这样的高压态势持续了三年 后来百姓们实在不堪忍受 于是发动大规模暴动 直接攻入王宫 试图杀死立王 立王见状不妙 于是逃往了淡地 百姓们见立王逃脱 又把怒火撒到了太子姬静身上 姬静跑到赵公府里寻求庇护 赵公眼见百姓们 不杀死太子不罢休 为了保全太子 他将自己的儿子交给暴民 从而保全了太子姬静 百姓们处死假太子后 推举赵公和周公共同处理朝政 此时的赵公、周公 并非五王时期的赵公、周公 于是 他们二人同意了百姓的请求 共同主持朝政 号称共和 史称共和行政 至此 中国时有纪年 共和十四年 周立王在淡地去世 之后 赵公昭告天下 说太子未死 说服国人 重新奉太子姬静为周王 视为周宣王 立王想图强 所以隔点 但推行新政的手段 却过于简单粗暴 被保守派拿来指责其行暴政 不仅成为一个被平民废掉的君王 还留下了千古骂名 实为不治 但他改革的失败 却给后来人提供了不少经验教训 周宣王总结了前朝失败的经验 在为政之初广开严路 则贤臣 选良将 使得大周王朝呈现出复苏景象 周宣王通过一系列南征北讨 使衰落的周王朝再次崛起 权威得到恢复 江域得到拓展 各路诸侯又开始前来朝见周天子 但这一段忠兴之气没有维持太久 周王朝便再次急转直下 一方面是因为周宣王过于穷兵独武 使得内部问题再次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是因为晚年的周宣王性情大变 经常滥杀无辜 刚愎自用 经常毫无征兆地发起战争 肆意透支国本 周宣王还经常干涉各诸侯国接班人选拔 逼迫一些诸侯国废掌利诱 使得朝纲崩坏 诸侯国也开始充满了怨言 这场开头十分精彩的忠兴之举 最终以昙花一现的方式结束 周宣王死后 他的儿子周幽王继承王位 他是周朝最后一位君主 他的灭亡之路是夏节商咒的重演 同样是因为女人误国 周幽王即位之初便贪婪腐败 而且不问政事 他将朝政交给了一群 只会溜须拍马的奸命小人 更离谱的是 周幽王在接班人问题上打破组织 进行了废掌利诱 立包四为王后 立包四所生之子为太子 对于包四 你或许会觉得陌生 但对于烽火系诸侯的故事 一定不会陌生 而烽火系诸侯的主角 便是包四 包四本是周王朝一位宫女所生 后来被遗弃至一位百姓家里 然后辗转逃到了包国 公元前779年 周幽王征伐有包国 包人打不过 就献出美女包四祈求投降 幽王见到包四 顿时便被他的美艳给深深地迷住 次年 包庙就生了个儿子叫伯福 幽王更高兴 从此对他的宠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包四天生不爱笑 周幽王想了很多办法 都不能令其微笑 就在周幽王一筹莫展之时 他手下的大臣为他出了一个主意 命人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烟 这个信号 本是向其他诸侯国紧急搬救兵的信号 其他诸侯国看到狼烟后 以为京城遇到了危险 于是紧急前来相救 当诸侯们连夜仓皇赶来之时 却发现京城之下空无一人 此时的包四看到城下将士们 慌慌张张如蝼蚁一般 你推我几 好不热闹 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周幽王健壮大喜 此举让周幽王心理上 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但也让诸侯们寒了心 带着愤怒离开京城 当听到周幽王废掉原配身后 策立包四为后 并废长立右的时候 身后的父亲彻底被激怒了 于是联合西北少数民族 一起前来讨伐 周幽王健壮不妙 马上派人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烟 召集周边的诸侯前来相助 但京城旁边的诸侯国 见到狼烟后 以为是周幽王在戏耍他们 因此 无人前来救援 后来 好惊成破 周幽王和包四 在乱军中被杀死 如果周幽王知道 一笑倾城的代价是王国 或许 不会选择戏弄诸侯吧 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自此之后 周朝彻底失去了 对诸侯的控制 不得已迁到了洛邑 但历史的车轮 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 随着春秋时代缓缓拉开序幕 华夏文明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春秋时期是一个令人着迷 但容易眼花缭乱的时代 在新旧秩序更替的过程中 诸多先进思想进行激烈的碰撞 诞生了很多飞升中外的人物 给人类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有太多需要诉说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熟悉 其中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历史事件 但不熟悉整体的时代脉络 很容易造成混淆的感觉 下面 我们顺着时间的主线 透过各式人物的交叉过往 一窥这个时期的全貌 春秋时期的开始 要从西周灭亡说起 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天子 也是华夏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他之所以被人熟知 是因为上演一出 烽火系诸侯的闹剧 此举不但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也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周幽王死后 前太子姬一旧继位成为新的天子 视为周平王 此时的西周国都号经已经残破不堪 不再适合作为国都 于是周平王决定将国都迁至东边的洛邑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成功 这一年也被视作春秋元年 第一个登上春秋舞台的国家是郑国 郑国的开国君主是郑桓公姬友 他是周立王的小儿子 也是周幽王的叔叔 在周宣王时期 姬友被封为诸侯 此后他在郑国当了33年国君 公元前774年 姬友被周幽王召至朝堂 任命他为司徒 让他参政议政 起初 郑桓公对于入朝辅政比较期待 但入朝之后才发现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周幽王整日不上朝 长期禁淫在后宫中 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而且朝堂之上充满了奸命小人 郑桓公健壮 心里失望至极 他奏请周幽王 打算把自己的领地 牵制洛河以东 周幽王同意了他的申请 但郑桓公还未来得及 亲自前往新领地 离山之变就爆发了 郑桓公与周幽王 在战争中被犬戎人杀害 郑桓公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 是为郑武功 他是少数效忠周王室的诸侯之一 即便周王室已经被拉下神坛 他依然始终如一 在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时候 郑武功派士兵前去保护 为周王室重新建立出了不少力 对此 周平王也投桃报李 任命其为清室 是名副其实的朝堂第一人 郑武功是个有报复的诸侯 他开启了通过兼并他人 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先河 继位之后便开始开疆拓土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 他又主动与身侯联姻 娶了身侯的女儿武江 公元前757年 武江产下一子 名叫悟生 武江在生产的时候受到了惊吓 后续由于某种原因 他非常不喜欢自己这个儿子 三年后 武江又生下第二个儿子 名叫舒段 相比对悟生的冷落 武江对舒段简直就是溺爱 悟生从小生活在不被疼爱的环境里 内心养成了比较坚强的性格 从西州建立以来 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 尽管武江不喜欢悟生 但郑武江仍然把他立为接班人 不过 武江并不认同这个结果 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了能让舒段成为继承人 武江经常挑拨是非 在郑武江面前说悟生的各种坏话 但郑武江还比较理智 他见证过周幽王因废长利诱 导致深侯叛乱的全过程 知道这种违逆传统的事情风险太大 再者 经过自己的观察 悟生一直谨言慎行 从未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他没有理由废掉他 悟生得知 自己的母亲打算废掉自己后 更加的谨言慎行 将真实想法都藏在内心 生怕被抓住把柄 这种生存状态 锤炼了他的意志 公元前744年 郑武功去世 年仅17岁的悟生继位 成为郑国新一代君主 视为郑庄公 武江眼见悟生继位已成事实 内心十分不悦 虽然目已成舟 但武江仍未放弃给书段争取利益 他要求郑庄公把质地封给书段 质地就是虎牢官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几乎能决定国家存亡 作为一国之君 不可能把命脉放在别人手里 于是郑庄公婉拒了自己的母亲 他说 可以给他另外一座城邑作为替代 武江见争取制的无望 于是要求把京城封给书段 京城的面积和郑国国都面积相当 是一座非常大的城邑 按照周朝礼制 臣子的封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但郑庄公做出了让步 把京城封给了书段 书段得到封邑之后 在武江的干涉下 京城成为了郑国另外一个政治中心 盘踞京城的书段 根本不服从郑庄公的调令 在武江的纵容下 书段的野心变得越来越大 他不停地扩建城池 使京城的规模面积超过了国都 此举招致了郑庄公手下大臣的不满 纷纷要求郑庄公进行制止 但郑庄公并没有阻拦 他觉得阻拦自己弟弟 就是和母亲武江决裂 他不想闹得这么僵 而且武江的背后 站着申国的势力 当初申侯联合众人 灭了周幽王 如果和武江决裂 郑国恐怕也会受到威胁 郑庄公的宽容 并未换来书段的理解 他反而变本加厉地侵蚀郑国的利益 把郑国西北部 私自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看到书段越来越肆意妄为 郑庄公手下的臣子 忍耐到了极限 他们告诉郑庄公 如果再不讨伐书段 他们就会前去投靠对方 对此 郑庄公则不紧不慢地告诉乘子 他说 书段会自作自受的 郑庄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 并不是他没意识书段的威胁 只是 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将书段击垮 书段从小在溺爱中长大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今天的一切都是武江给他争取的 平时只会饮酒作乐 没有真本事 书段作为一成之主 非但不爱惜百姓 反而对其进行大肆压诈 造成民怨沸腾 反观郑庄公 在他统治的二十年里 不断积极发展商业 改善民生 并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 除此之外 他还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遗产 担任周氏王朝的清氏 尽管此时的周氏已经示威 但名义上还是各个诸侯国的共主 这给郑庄公提供了 携天子令诸侯的条件 眼见郑庄公一直保持隐忍 书段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野心 于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在京城公然反叛 为了这场反叛 书段制定了一个 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 哪怕不能推翻郑庄公 也能继续守住京城自保 眼见书段反叛 郑庄公知道自己该出手了 他先是软禁了自己的母亲武将 切断叛军在国都的内应 又立公子吕为统帅 率领早已准备好的大军直奔京城 书段没想到 武将会被软禁 打算了自己的战前部署 加之公子吕率领大军前来攻打 一时间失去了方寸 于是便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 打算坚守京师 书段认为京师城墙高耸 坚固无比 公子吕根本攻不进来 就在他认为高枕无忧的时候 京城内的百姓发起了武装起义 之前郑庄公就预料到书段必反 于是提前在京师安插了大量内应 只要书段一反 就马上发动百姓起义 百姓之所以愿意起兵造反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书段长期压榨他们 如果他一直善待百姓 根本没人愿意起义 外有大军兵临城下 内有百姓武装起义 书段的反叛刚开始没多久 就面临着全面溃败 无奈之下选择仓皇出逃 他自己跑到了贡国寻求庇护 他的儿孙则跑到了魏国 此番过后 人们才见识到郑庄公的智慧与谋略 并深深为之折服 郑国作为一个中等诸侯国 能在乱世立足 正是凭借郑庄公的深谋远虑与坚韧不拔 在郑国发生内战的同时 相邻的魏国在密切关注着郑国的一举一动 并试图从中攫取利益 魏国是一个老牌诸侯国 立国的时间要比郑国早很多 郑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 接连灭掉乡邻的小国后 领土得到不断的扩张 这也让魏国感到隐隐不安 于是当书段选择叛乱时 魏国选择扶持书段 以此来对抗郑庄公 但书段是个难堪大任的人 书段反叛失败后 魏国就成了叛乱分子的庇护所 书段的儿子公孙华就在魏国避难 很显然 这种行为让郑庄公非常不悦 郑国内战刚结束没多久 魏桓公就以支持书段为由 对郑国大举用兵 并占领了郑国的诚意领言 面对魏国的挑衅 郑庄公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他利用自己在周王室担任清室的身份 调集了几个忠于周王室的诸侯国 合力攻打魏国 并将其大败 魏桓公此次讨伐郑国失利后 在国内引起了不满 这时魏桓公的弟弟周虚 利用国人对魏桓公的不满 发动了政变 将其杀死后篡位夺权 在春秋时期 士军夺权这种事情是非常卑劣的 周虚篡位夺权 也遭到了百姓们的反对 周虚要想服众 必须做出一番作为 证明自己比魏桓公优秀 周虚认为 仅凭魏国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和郑国抗衡 必须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反正 才有可能成功 于是周虚准备搞一个反正联盟 魏国是老派诸侯国 尽管实力并不是很强 不过在中原一带 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周虚先是拉拢了陈国 蔡国 紧接着又把宋国拉拢进来 宋国之所以同意一起反正 是因为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权力斗争 在周虚世兄的同年 宋慕公去世 公子冯与公子一争权 最终公子一获胜 登上国军宝座史称宋商公 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公子冯 则逃到郑国 郑庄公不仅收留公子冯 还扬言要用武力帮他夺回军位 这么一来 宋国与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周虚看准机会 派人游说宋商公加入反正同盟 并许诺由宋国充当同盟的盟主 反正联盟成立后 宋商公率领四国进攻郑国 郑庄公眼见不敌 于是坚守城池不出 最终宋商公率兵退去 此役虽然没有拿下郑国 但宋商公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组建一个联盟 就可以对付大国 后来宋商公又拉拢鲁国入群 鲁国是周公弹的封地 在诸侯国中颇具名望 鲁国的加入 让反正联盟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鲁国加入后不久 五国联盟便再次攻打郑国 此时正值粮食收割的季节 不过不出城迎敌 粮食就会尽归他人之手 为了保护粮食 郑庄公选择正面硬杠 但郑国以一敌五 最终大败 不但没守住粮食 士气也被挫败 就在反正联盟士气正盛时 魏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老臣实确 看不惯周虚的士军行为 设计将其斩杀 并立魏桓公的弟弟子尽为国君 史称魏宣公 郑庄公得知魏国内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魏国发起攻击 并大败魏军 新继位的魏宣公 急于立功表现 在没来得及统治 其他盟国的情况下 率领燕国前去攻打郑国 但燕国的实力很弱 最后又被郑国打得落败而归 这一战把魏宣公的锐气 彻底打没了 在单条方面 郑国不惧怕任何国家 所以在反正联盟抱团之前 他需要各个击破 于是在挫败魏国后 郑庄公准备一鼓作气 继续征讨宋国 并且以轻视的身份 调集周天子的军队 共同进攻宋国 在进攻宋国的同时 还派使者前往鲁国 和卢颖公通陈厉害 鲁国和郑国之间 没有之间的厉害冲突 本来鲁国在反正联盟中 就不是很卖力 如今见郑庄公抛来橄榄枝 便欣然接受 没了鲁国的帮助 宋国很快败下阵来 紧接着 郑国又把矛头指向陈国 陈国只是一个袖珍小国 之前只是跟在宋国 为国后面作威作福 在郑国的攻势下 陈国很快便缴械投降 被俘者甚多 尽管郑庄公有高超的军事才能 有把握转瞬即逝战机的能力 但敌人太多了 战争对物力、人力 都是巨大的消耗 长此以往 国家难以承受 于是 郑庄公开始转变策略 用外交的手段来分化 削弱 瓦解敌人的同盟 同时建立自己的联盟 这样方可掌握中原大战的主动权 为了实现战略转折 郑庄公展开一场 灵力的外交攻势 公元前716年 郑庄公主动向宋商公 提出停战的要求 宋国与郑国打了几年 不但没捞到好处 反而激起了民怨 宋商公也充分见识了 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于是选择握手言和 看到宋国与郑国和好 陈国也主动示好 表示愿意停战 而且 陈桓公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郑庄公的儿子 双方实现了联姻 为了彻底瓦解反正联盟 郑庄公请来 齐国国主齐信公前来调停 齐国的开国之君 是大名鼎鼎的江子崖 是西州的开国元勋 当时周天子授予 齐国征伐四方诸侯的权利 因此 齐国国君在诸侯中的地位比较高 在齐信公的调解下 郑国 魏国 宋国达成了正式停战协议 三国君主在温帝会晤 定立盟约 捐弃旧院 实现全面和解 至此 反正同盟全线瓦解 郑庄公看似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实则 内心充满了扩张主义 和平协议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在和谈的同时 他积极拉拢齐国 鲁国 寻求对宋 魏两国用兵的机会 公元前714年 谋划已久的郑庄公 找了一个借口来指责宋国 并表示会前去讨伐他们 次年 郑国 齐国 鲁国 正式结盟 一起来对付宋国 当年5月 三路大军开启了伐宋之旅 仅用了一个多月 宋国就土崩瓦解 在春秋时期 受制于经济 人口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战争规模一般是比较小的 时序时间也比较短 很少有一场大战旷日持久 因此 诸侯战争一般是点到极止 建好就收 攻下宋国的主要城池后 郑庄公就明金收兵 罚宋之战结束 郑国退兵后 宋国非常不服气 把之前签订的和平条约 搁置作罢集结了魏国和蔡国 重新攻打郑国 但此时的宋国 已经不是郑国的对手 最后以失败告终 郑国 宋国 魏国 齐国 鲁国等国家之间战争 被称为中原大战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 其中 宋国与郑国前后交锋十几次 郑庄公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 牢牢把握着主动权 而真正让中原大战画上句号的 则是宋国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 公元前710年 宋国贵族华富都发动政变 杀死了宋商公 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女 当时 华富都一次偶然的机会 见到了宋国大司马孔富家的夫人 并深深被他吸引 但碍于孔富家在宋国位高权重 不敢轻易动手 后来 华富都想到一个办法 他把宋国对郑国的失利 推到了孔富家的头上 孔富家作为掌管兵马的大司马 因为他的无能才导致宋国动荡不安 百姓流离失所 于是 山东百姓生大司马孔富家 待百姓群情激昂之后 华富都则趁机杀掉了孔富家 孔富家被杀后 华富都立马霸占了他的夫人 当宋商公得知 华富都私自杀害孔富家的事情后 勃然大怒 准备惩罚华富都 起初 华富都只是想争夺美人 没想杀害国君 现如今 他意识到 宋商公可能会杀自己 为了自保 于是带领士兵突然冲进宫中 将宋商公一并杀掉 在周朝 士军是要遭受车列之行的 但此时周王室已经示威 所以 诸侯国才肆无忌惮地出现各种士军行为 但郑庄公作为周王室的轻视 他决定插手此事 作为周王室的朝廷一把手 郑庄公有权力干涉宋国的内政 再者 郑庄公此前收留了宋商公的郑敌公子冯 只要杀掉华富都 就能将公子冯扶持为宋国国君 于是 郑庄公邀请齐湘公 鲁桓公 陈桓公 在祭地举行四国君主会议 商讨解决宋国问题 华富都闻讯大害 如果四国联手干涉宋国内政 追究弑君之罪 那他的下场会很惨 但华富都是个禁银政坛几十年的政客 慌乱过后便恢复了理智 他认为这几个国家的君主 没人在乎宋商公的死活 他们在乎的是 能否获得个人利益 想到此处 华富都便豁然开朗 他拿出大量财物来贿赂四位君主 并承诺 让公子冯担任宋国国君 如此一来 四国君主便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公子冯也顺利成为宋国君主 史称宋庄公 自此之后 宋国成为郑国的亲密好友 随着宋国立场的转变 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原大战 终于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春秋初期最大规模的诸侯战争 也是各国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 经过十几年的攻占经营 郑国成为诸侯国中的强者 随着郑国越来越强大 郑庄公与周王室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最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郑庄公之所以和周王室产生矛盾 是因为他在中原大战中 多次利用清室的身份假公祭司 这让周天子很恼怒 但又无可奈何 后来周天子想对郑庄公施压 后者直接怒斥周天子 表示要不是郑国在背后支撑 周王室早就灭亡了 周天子健壮 害怕失去郑国的支持 于是主动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郑国当人质 郑庄公见周天子主动示好 才饶过周王室 公元前720年 周平王去世 周桓王继位 年轻的周桓王不想做一个傀儡 于是重用西国宫来制衡郑庄公 但郑庄公直接派遣军队 闯入周天子的领地收割庄家 以此来示威 对此周桓王也无可奈何 但周桓王并未放弃削弱郑庄公的想法 这期间多次试图打击郑庄公 但均以失败告终 公元前707年 周桓王突然宣布 罢免郑庄公轻视之职 这也意味着两者正式决裂 紧接着 周桓王准备率兵讨伐郑国 为此 他拉拢了郑国的宿敌魏国 以及蔡国 陈国等几个墙头草国家 面对周天子的讨伐 郑庄公并未放在眼里 郑庄公亲自上阵指挥 凭借先进的军事思想 以及高超的智慧才能 郑庄公将周天子的军队打得大败 周天子在逃跑之际 被郑国将领祝丹射中了肩膀 周桓王强忍着剧痛 指挥着军队有序撤退 祝丹见状想前去追击 被郑庄公阻止 他告诉祝丹 郑国只是寻求自卫 并不是想欺凌天子 打退周天子的军队后 当天晚上 郑庄公又派人去慰问周天子 此意便是著名的儒格之战 此意郑庄公表现得有礼有节 不但站在了道德高地 还让周桓王名誉扫地 周桓王不但没有拿回王室的尊严 反而沦为其他诸侯的笑柄 郑国的胜利 象征着诸侯争霸的时代彻底到来 传统的王室独尊的时代 已经彻底不复返 尽管诸侯嘴里还尊周王室为尊 实际上 周天子已经成为诸侯眼中的吉祥物 在中原发生战乱之际 北方的遗族 也开始频频对中原诸侯国展开攻击 公元前714年 北戎大举入侵郑国 和中原士兵相比 北戎士兵体型高大 战斗力极为强悍 但戎人纪律性比较差 喜欢单兵作战 缺乏整体进攻配合 针对这一弱点 郑国制定出了破敌之策 将前来进犯的戎人悉数歼灭 让戎人数年之内不敢来骚扰中原 这是华夏攘夷战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郑庄公凭借此战 在诸侯中的声望又上了一个台阶 八年之后 北戎经过养精蓄锐 再次进犯中原 此次剑锋直指齐国 齐国自知不敌 于是向郑国求助 郑庄公派公子乎前去迎敌 公子乎率军抵达战场 再次将北戎击败 并俘虏了大量北戎俘虏 此意不但守卫了华夏平安 也再次证明了郑国的实力 公元前701年 郑庄公去世 享年60岁 至此 一代中原霸王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兴衰 基本上完全依靠君主的个人能力 郑庄公死后 郑国也走向了衰败之路 郑庄公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公子乎 另一个是公子突 公子乎继承了郑庄公的位置 视为郑昭公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 公子突被移居到宋国 因为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人 本身也是大户家族雍士 公子突来到宋国后 出于利益考量 宋国想扶持公子突上台 取代郑昭公 于是制定了一个计划 为了让计划的顺利实施 宋国打算拉拢郑国的朝堂重臣 蔡仲 宋国的拉拢方式非常简单粗暴 他们邀请蔡仲到宋国访问 然后趁机将其软禁 并以死作为威胁让其配合 公子突和公子忽感情不错 他不想参与这场权力争斗 宋国见状 一同将公子突绑了起来 逼其就范 郑昭公得知宋国的阴谋后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 主动让出了位置 远走为国躲避 于是公子突在蔡仲的支持下 回国成为了新一代君王 视为郑立公 宋国扶持郑立公上位后 本想凭借雍立之功试图瓜分郑国 但郑立公不想做傀儡 直接和宋国反目成仇 宋国恼羞成怒 于公元前698年 纠集了几个小国家 对郑国进行了讨伐 并一举打进了郑国都城 顺便将宋国太庙屋顶上的项目拆掉 作为战利品带回宋国 此时距离郑庄公去世 仅仅过了三年 衰落速度之快 令人唏嘘 蔡仲雍立郑立公之后 把朝堂大权握在自己手里 郑立公处处受到撤中 为了摆脱蔡仲的控制 他拉拢了蔡仲的女婿 雍鸠前来相助 雍鸠一直对郑国公是忠心耿耿 听到郑立公的请求后 便答应了请求 并制定一个除掉蔡仲的方案 后来 雍鸠的刺杀计划 被蔡仲的女儿得知 他火速告诉了蔡仲 得知刺杀计划的蔡仲 冒出一身冷汗 然后派人抓住雍鸠 并将其杀死 郑立公得知雍鸠被杀后 选择逃往他国来避祸 他先是逃到了蔡国 不久后 又带领一帮亲信杀回了郑国 夺取了标义 在此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 郑立公逃走后 蔡仲又把郑昭公请了回来 短短几年之内 郑国就遭遇了数次政权更迭 动荡的时局 也让各路诸侯有了出兵的借口 鲁桓公以支持郑立公复辟为由 联合了宋国、魏国、陈国 一起征讨郑国 结果被能征善战的郑昭公大败 此役过后 郑昭公在国内站稳了脚跟 郑国的国力也逐渐恢复 在郑昭公的历经图治下 郑国也逐渐恢复到巅峰 可就在此时 郑昭公却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刺杀郑昭公的人 是郑国大夫高渠弥 在郑昭公尚未接班时 就看不惯高渠弥 继位后对他进行了多次打压 高渠弥为了自保 发动政变杀死了郑昭公 高渠弥弥士军的行为 引起了齐国的不满 齐国作为有征讨之权的诸侯国 齐湘弥率领大军前来捉拿高渠弥 高渠弥想效仿华富都的做法 贿赂齐湘弥来保全姓名 但齐湘弥没有接受他贿赂 直接将他处以车列酷刑 在春秋时期 车列一般只用在士军者身上 郑昭公死后 蔡仲拥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怡为国君 与他的两位哥哥比起来 公子怡不但缺乏进取心 更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在他的治理下 郑国迅速衰落 往日荣耀一去不复返 就在郑国迅速衰落之际 南方的楚国正在迅速崛起 楚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玉雄 当时他辅佐周文王打天下 由于死得早没有得到封赏 后来周成王念及他的功劳 把楚蛮一带封给了玉雄的曾孙雄义 当时的楚国是一个蛮荒之地 一直到西周中期才崭露头角 帮助周王室平定了反叛王室的徐国 随后将徐国的残余势力收支麾下 一点点发展壮大 后来周王室示威 势力范围无法触达到楚蛮一带 楚国则在南方强势崛起 到了楚武王雄通时期 他已经将楚国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楚国的崛起 让汗水以东的诸侯国甚是惊慌 他们成立了反楚联盟 并以隋国为中心 楚国为了完成称霸大业 决定摧毁反楚联盟 雄通率领大军先去攻打隋国 很快便兵临城下 隋国眼见楚国大军来势汹汹 不敢出城迎敌 经过一番商讨后 决定和楚国谈判 他们派出邵师为谈判代表 邵师是隋侯的宠臣 在应对谈判方面 雄通的谋臣窦伯比 提出了一个视若于敌的计策 他让雄通把精锐士兵都隐藏起来 把老弱病残放到阵前 以此来麻痹邵师 邵师来到楚军大营 眼见都是老弱残兵 心里顿时放下了戒备 于是质问雄通为何要对隋国用兵 而雄通的回答颇为有意思 他说自己是蛮夷 如今中原各国都在内斗 周王氏又是威 他自己有军队 所以就来抢地盘 楚国在诸多诸侯国中的地位是很低的 雄通仅仅是个子爵 在公侯博子男的爵位顺序中排名倒数 其他诸侯国可以称为正公随侯 而楚国只能称为楚子 雄通对此也耿耿于怀 此次见邵师前来谈判 他请求随侯到周天子跟前 给雄通求一个侯爵 因为随侯和周天子本是一家 都是畸性 所以随侯能说得上话 邵师回到随国后 马上向随侯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说 储君多是老弱残兵 而且雄通有求于随国 此时应该主动出门迎敌 必能大败储君 随侯对此深信不疑 并打算出兵迎敌 而随国谋臣纪良 一眼看穿了雄通的计谋 并告诉随侯 这只是储君示弱于敌的计策 不能中计 并讲述了诸多道理 来让随侯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后随侯被纪良说得哑口无言 便听从了纪良的建议 选择与楚国谈判 楚国的和谈条件很简单 就是让随侯帮忙到周天子面前 为他请求一个爵位 这个要求并不高 放的平时也不难实现 但此时的周桓王 刚在儒葛之战中挨了一箭 对诸侯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千方百计地想削弱诸侯的爵位 不可能再对诸侯们进行加封 于是一口回绝了熊通提高爵位的要求 熊通得知悖剧的消息后 瞬间暴跳如雷 他说自己的先祖是周文王的老师 如今连一个侯爵都没得到 于是乎 熊通便自立为王 史称楚武王 在春秋时期 尽管诸侯国们都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 但心底里还是遵从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的观念 自立为王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楚武王则打破了这个规矩 表明楚国不再遵周王这个天下公主 化帝割据 雄霸一方 自立为王的楚武王 准备一统南方将各个诸侯国收支麾下 玉伯比提议先攻打隋国 上次纪梁劝谏之后 隋侯便逐渐疏远他 而对宠臣少师越发信任 只要纪梁被架空 隋国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 楚武王听从了玉伯比的建议 挥师东晋 此次隋侯没有听从纪梁的劝谏 而是在少师的怂恿下 主动前去迎敌 当两军在阵前对峙之时 隋侯彻底傻眼 因为他眼前的储君 并不是老弱残兵 而是微微雄壮的大汉 在武器装备方面 储君也比隋国士兵更加精良 面对兵强马壮的储君 纪梁再次劝谏 说不能与之正面交锋 要趁机攻击他们的侧翼 以此来寻求更好的机会 而隋侯对此嗤之以鼻 他表示自己是个侯爵 雄通只是个子爵 不能在他面前示弱 执意要和储君正面硬杠 结果没有悬念 储君将隋军打得大败 隋侯在护卫的拼杀下 才得以逃回国都 隋侯逃回国都后 后悔没有听从纪梁的劝告 以致遭此耻辱 痛定思痛后 他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把守卫国都的重任交给纪梁 没有哨师的撤走 纪梁从容不振 加固城防攻势 激励每个国人拿起武器走向前线 大批粮食武器从各地运往都城 隋国做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 纪梁一方面备战 一方面积极展开外交活动 希望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 在战场上大获全胜的楚武王 只想得寸进尺 一鼓作气直倒隋都 足智多谋的玉伯比却认为 有纪梁主持大局 隋国难以攻破 楚武王听取了玉伯比的意见 接受纪梁的谈判请求 与隋国签订停战条约 此意过后 楚国进入了全胜时代 周边小国健壮纷纷前来归附 后来 楚国又接连打败了邓国与八国 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实力 楚国的接连胜利 让汉水以东的诸侯国大为恐慌 隋国再度组织起反楚联盟 联合云国 郊国 周国 魁国 共同抗楚 为了瓦解反楚同盟 楚武王决心 先拿实力较弱的郊国开刀 反楚同盟有军事攻守协定 如果一国遭到楚国进攻 其他国家都得出兵相远 因此 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在援军到来前拿下郊国 公元前700年 楚武王亲征郊国 兵临都城之下 并在南门外安营扎寨 郊国都城颇坚固 一手难攻 强攻难以奏效 在谋臣驱侠的建议下 楚军采取了引蛇出动的策略 他前几次先派出老弱残兵前去战斗 每次大败而归 后来 郊国以为楚军不堪一击 于是打开城门全军出动 结果 被埋伏在城外的楚军精锐 趁虚而入 一举将其击败 郊国君主眼见大势已去 与楚武王签订了城下之盟 并退出了反楚联盟 拿下脚国后 楚国又把目标锁定在 蓬水流域的罗国身上 此前在出谋划策方面 表现优异的趋侠 被楚武王任命为军队统帅 负责征讨罗国 趋侠是一位出色的谋臣 但不是优秀的军队指挥者 之前的胜利让他冲昏了头脑 他认为 罗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小国 比脚国实力弱很多 因此非常轻敌大意 当有人提醒他不要掉以轻心的时候 他一概选择不听 并下令不许前来劝谏 由于屈霞的轻敌 导致楚军十分散漫 而他们的对手 罗国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只等楚军前来 最终 楚军为他们的麻痹大意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此意 楚军被杀得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屈霞遭此大败后 羞愧难当 自杀身亡 其他将领则自负于楚武王面前请罪 楚武王看后深深自责 为自己的用人上的过失感到愧疚 事实证明 参谋和指挥官是不同的概念 把人放错了位置 很容易招致失败 此一失败后 楚武王选择了修生养息 把精力都放在了治理内政上 直到公元前690年 楚武王才又一次大举用兵 此次他的目标是随国 在出征之前 已经在位50年的楚武王 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希望能在死前拿下随国 以满足自己的愿望 不幸的是 楚武王在征讨的途中 突发心脏病而亡 楚武王死后 随军出征的预期 驱众决定隐瞒死讯 他们一边命令军队往前挺进 一边在后方修筑军事堡垒 给人一种打持久战的准备 后来 楚军兵临随国国都城下 随侯再次派人前 去和谈 驱众以楚武王的名义 进入随国都城 与随侯签订盟约 而后 井然有序地退兵 这是楚国一次军事大冒险 在楚武王中途病逝的不利情况下 玉琦与驱众利用各种手段迷惑随国达到不战而驱人之兵的目的 由此可见 楚武王十年的整顿 确实令楚国军队的素质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撤军后 玉琦宣布了楚武王的死讯 得知真相的随侯已经后悔莫及 楚武王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视为楚文王 楚文王继承了楚武王的雄才大略 不但荡平了南方地区 又把目光瞄向了中原一带 公元前684年 一直寻找北上机会的楚文王 终于迎来了好时机 当时在淮水北岸有两个诸侯国 一个是蔡国 一个是西国 两家关系本来不错 但因为一个女人而反目成仇 当年 蔡埃侯娶了一位陈国女子为夫人 西侯娶了蔡埃侯夫人的妹妹 称为西房 西房从陈国出嫁到西国 路过蔡国 蔡埃侯见色起义 多次调戏西房 此事惹恼了西侯 西国的实力不如蔡国 为了能出一口恶气 西侯打算借刀杀人 他知道 楚国一直有北上之意 于是派人前往楚国合谋 让楚国佳装攻打西国 然后西国到蔡国颁救兵 楚国可以在半路上截杀蔡国 对于西国的请求 楚文王一口答应 于是按照计策形式 蔡埃侯没有预料到这是阴谋 当得知楚国攻打西国后 便亲自率兵前去营救 结果在半路被储君埋伏 最后被俘 并被押送到楚国 西侯得知蔡埃侯被俘后 深深出了一口恶气 当蔡埃侯得知自己被算计后 也决定摆西侯一道 于是他告诉楚文王 西侯有一位绝美的夫人 但嫁给西侯这样的小人实属可惜 这样的美人应该嫁给楚文王 这样的君王才行 楚文王被蔡埃侯说得心神荡漾 决定一睹美人的风采 公元前680年 楚文王假装北上攻打蔡国 向西国借道通行 西侯欣然应允 并大摆宴席犒劳储君 在宴席之上 西侯被储君杀死 西侯被杀后 楚文王便迫不及待地寻找西房 当西房出现在楚文王面前时 楚文王感叹 为了这样的美人 与天下为敌都很值得 西房被楚文王霸占后 整日郁郁寡欢 尽管楚文王百般宠爱 但西房丝毫不为所动 为了讨得美人欢心 又出手灭了蔡国 虽然此举并没为西房 报杀夫之仇 也算是给了他一点慰藉 后来西房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杜敖 一个叫雄韵 日后雄韵成了楚城王 楚文王即位以来 一路攻城掠地 开拓了不少疆域 但中间也充斥着各种卑劣的手段 而且在对待盟友方面 楚文王也比较刻薄 之前 八国在楚国南征北讨的过程中 除了不少力 但楚文王不但没有后代八国 还经常落井下石 这引起了八国的不满 于是 八国开始反对楚国 并出兵进攻楚国的纳楚 由于事出突然 驻守纳楚的楚国守将 盐敖弃城而逃 楚文王得知后 处死了盐敖 此事引起了盐敖家族的强烈不满 由于盐敖家族在楚国颇具势力 因此 也起兵反对楚文王 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 楚文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平定了国内叛乱 但也让楚国元气大伤 平定完国内叛乱后 他又率军前去征讨八国 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回尸途中 积劳成疾的楚文王一并不起 最后身亡 结束了15年的执政生涯 楚文王死后 楚国的疯狂扩张 暂时宣告结束 而此时 另外两个国家却快速崛起 他们便是秦国与晋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西州后期 妃子开创了秦国 当时的秦国并不是诸侯国 而是西州的附庸国 按照理治 附庸国的面积 不得超过方圆50里 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当初秦国的作用 是安抚西边的戎敌势力 后来周宣王继位 频频对戎敌部落用兵 此时的秦国已经历经四代 第四代君主是秦仲 他眼见周宣王想压制戎敌 于是主动请英前去讨伐西戎 后来被任命为大副 负责讨伐西戎 但当时的秦国和西戎的实力悬殊太大 根本不是对手 在西戎的反扑下 秦仲被杀死 秦国也随即沦陷 建国仅50年便灭亡了 秦仲死后 他的五个儿子跑到西州国都浩京 主动向周宣王请兵攻打西戎 周宣王给了他们一支7000人的军队 在秦仲长子的带领下 收复了家园 秦仲的长子 史称秦庄公 由于在攻打西戎的过程中 战功赫赫 周宣王将大邱划给秦国 鼓励秦庄公继续抵御西戎 为了全身心投入与西戎的战争 秦庄公把正式交给弟弟 自己带着三个儿子 常年奋战在第一线 后世秦仁以上武而著称 这种尚武精神 正是从秦庄公开始 秦庄公把坚忍不拔 百折不回的精神 贯注到军队中 使之成为秦国之血脉精魂 秦庄公去世后 他的长子世父 并没有继承位置 而是把军位让给了他的弟弟 也就是后来的秦湘公 世父率领军队 继续与西戎抗战 誓死要灭掉西戎 为自己的祖父报仇 后来 世父被西戎俘虏 但戎人想缓和 与秦国之间的关系 又将世父放了回来 后来 西周发生了离山之变 周幽王被杀死 秦湘公想去秦王 奈何实力不济 只能选择为官 后来 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 秦湘公积极派兵前去护送 作为回报 周平王册封秦为诸侯国 让秦的地位大大提升 然后 周平王又告诉秦湘公 只要他们能从容忍手中 夺回齐山以西的土地 那片土地就归他们所有 公元前767年 秦湘公带领大军前去讨伐西戎 不幸在途中病故 他的儿子秦文公接过大旗 继续收复齐山 公元前750年 秦文公率领秦军 终于拿下了齐山以西的地盘 按照约定 秦文公把齐山以东 归还给了周王室 把齐山以西留给了自己 这是秦国第一次 对外进行土地扩张 自此之后 秦国的土地和人口大大增加 领土得到扩张后 秦文公开始加强内政管理 并设立了史官以记录史事 公元前746年 秦文公执行了诸三族的法律 以此来加强管理 这也是秦国严刑郡法的开始 此后 秦国一直延续了这种法律制度 尽管此时 秦国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 但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这方面 秦文公是功不可没的 秦文公在位时间长达50年 这让秦国有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期 秦文公死后 他的嫡长孙继位 是为秦宪公 公元前704年 秦宪公去世 年仅22岁 当时秦宪公的长子已被立为太子 但执掌权柄的伏计 三父等人发动政变 废除太子 立秦宪公的小儿子 初子为国君 初子被立为国君时 年仅5岁 6年后 三父等人又一次发动政变 派人伪装为强盗 把初子杀了 初子被杀后 三父又把之前被他废除的前太子 立为国君 视为秦武公 三父本想把秦武公当作傀儡 但经历诸多变故的秦武公 已经变得心智异常成熟 他上台后 暗地里培植势力 三年后 将三父等人一起诛杀 对他们实施了秦国最严峻的法律 诸三族 秦武公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在他在位的二十年里 对外开疆拓土 这时的秦国 西起甘肃中部 东至华山 关中的渭水流域 基本上为秦所控制 队内进行改革 并设立了县制 为后来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秦武公死后 秦王室选取了60个活人为其陪葬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秦国文化残暴的一面 从秦仲向周王室主动请英讨伐西戎开始 一直到秦武公开疆拓土 秦国用了150年 终于成为西部的一大势力 与秦国白手起家不同的是 晋国的开启始于一场游戏 当时年幼的周成王与弟弟疏于玩乐 并许诺会给他一块封地 这本来是一句孩童间的戏言 但按照周朝的理智 天子无戏言 天子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 在史官的催促下 堂弟被封给了书语 这便是晋国的开端 死后的日子里 晋国一直都波澜不惊 公元前745年 新上台的晋昭侯 把晋国大成义取卧封给了书属成师 后来被称为取卧还书 取卧是晋国的前国都 它的规模要比现在的国都易都还要大 取卧还书在治理国家方面非常有才能 将取卧书里的井井有条 公元前739年 晋国出现政变 大臣攀附杀死晋昭侯 事后 攀附逃到取卧 想拥立取卧还书为国君 对此 取卧还书不但没有惩罚杀死自己侄子的凶手 反而率领大军开往易都准备夺权 但反对攀附的人 在取卧还书到达易都之前 率先拥立晋昭侯的儿子为新任国君 史称晋孝侯 随后 他们又设下埋伏将攀附秦沙 取卧还书则逃回取卧 自此之后 晋国内部分为两个政权 一方是易都的晋政权 一方是取卧的反政府武装 公元前724年 取卧还书去世 继任者取卧庄博对易都发起攻击 在这场战争中 晋孝侯被杀 但易都守军顽强守住了都城 取卧庄博最后退回了取卧 晋昭侯的儿子成为继任国君 视为晋恶侯 此后 取卧庄博和晋恶侯之间 发生了几次战斗 但都未能撼动对方的根基 眼见无法撼动晋恶侯 取卧庄博想到了外交手段 他前去拉拢郑庄公 并送上后礼 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可 郑庄公作为周王室的轻视 只要他点头 就意味着获得周王室的认可 就能让取卧庄博 获得合法地位 为了在晋国内战中 攫取利益 郑庄公开始力挺 取卧庄博 于是 后者集结了周边几个小国 组成强大的反叛阵容 直接逼近易度 晋恶侯 眼见大势已去 率领亲随望风而逃 取卧庄博顺利占领了易度 但好景不长 随着周环王继位 并与郑庄公交恶后 周王室对取卧庄博的态度急转直下 周环王担心 郑庄公拉拢取卧庄博 会对周王室产生威胁 于是决定扶持晋恶侯夺权 随后 周环王派兵前去讨伐取卧庄博 后者放弃了易度 退回到了取卧 后来周环王拥立晋恶侯的儿子继位 视为晋哀侯 取卧庄博退兵后 第二年便去世 他的儿子继位 史称取卧武功 取卧武功继位后 仍对易都念念不忘 但碍于周王室的干涉 不能一举将其拿下 于是静待时机 公元前709年 取卧武功眼见周王室与郑国关系恶化 无法顾及到易都 于是联合周边小国再次攻打易都 并将在外征战的晋哀侯俘虏 易都政权眼见晋恶侯被俘 当即拥立晋哀侯的儿子为君主 史称晋小子侯 起初取卧武功拿晋哀侯的性命 作为筹码 要挟易都投降 但此举没有奏效 取卧武功遂将晋哀侯处死 随后和晋小子侯 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对峙 公元前705年 取卧武功将晋小子侯 骗出城外将其杀害 这是晋国内乱中 第四位被杀的国君 这么大的历史事件 左传仅记载了一句 取卧博又晓子侯杀之 晋小子侯死后 取卧武功顺利进入易都 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控者 周环王眼见晋小子侯被杀 再度派兵前去攻打取卧武功 后者经过反复衡量 认为不宜以下犯上 于是主动撤出了易都 随后周环王历尽哀侯的弟弟为国君 史称晋侯民 这一年是公元前704年 死后的二十几年 双方之间互有往来 但没引起大的变动 直到公元前679年 势力不断得到壮大的取卧武功 再次大举进攻易都 并一举将其攻破 此意晋侯民被杀 成为晋国第五位被杀的国君 至此 易都政权彻底垮台 晋国所有土地都落入取卧政权手中 从公元前739年 晋昭侯被杀 到公元前679年 易都陷落 晋国内战整整持续60年 最终以取卧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场内战中 易都晋政权 共有五位国君死于非命 只是史料不够详实 不能一亏晋国内战权贸 此时周天子是周西王 和周环王相比 周西王没有雄心报复 取卧武功为了获得正统地位 用大量宝器贿赂周西王 后者欣然接受 并封取卧武功为晋武功 这便是著名的武功伐晋 统一后的晋国 瞬间跻身于强国行列 经过数十年的内战锤炼 晋军获得了极强的战斗力 停截这支王牌军队 晋国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 在晋武功的率领下 很快便拿下了一地 就在晋国准备继续开疆拓土之时 公元前677年晋武功去世 随后 其子晋献功继位 晋献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对外扩张 而是处理错综复杂的家族的问题 在晋国内战期间 取卧还书与取卧庄博 都有很多子嗣 除了晋武功 晋献功这一支族人外 其他族人也拥有强大的势力 对于善于内战的晋国来说 庞之宗族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晋献功想出了一个计策 公元前669年 晋献功在聚地筑起一座崭新的城邑 将庞系之族的公子们迁居到巨城 当这些族人显然前往之时 晋献功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如此这般的王室大清洗 在春秋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自此之后 晋献功成为晋国唯一的独裁者 一些得以幸存的晋国贵族跑到了国国避难 国国是少数效忠周王室的诸侯国之一 在晋国内乱的时候 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驱卧政权 并多次出兵帮助异都政权 晋国内乱结束后 为了帮助流亡的晋国贵族重新夺权 从公元前668年起 国国曾数次对晋国发兵 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晋献功大权在握后 一直把国国当作头号敌人 但晋国刚从内战中走出来 晋献功在大臣的建议下 以建设内政为主 暂时放弃了对国国用兵 在此期间 晋献功修生养息 整军备武 将自己的军队打造成了一只武狼之师 并开启了扩张之路 先后灭掉了耿国 祸国 魏国 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 与此同时 国国也在发展壮大 国公经过南征北讨 也取得了不菲的战绩 不过 国公为人残暴 国内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这是国国的致命弱点 晋献功经过几年的准备后 认为讨伐国国的时机已到 于是 召集群臣商量讨伐之策 晋国大夫荀西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谋略家 他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 是借到渝国 对国国发起攻击 晋国于国国北部接壤 中间并没有其他国家 如果要对国国发起攻击 根本不用借到他国 但国国在两国交界处布置了大量防御攻势 晋可攻退可守 晋国从国国北部出兵 不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以晋国当前的兵力 只有兵出奇招才有获胜的可能 而与国国西部接壤的渝国 是一个小国 国国在西边并未布防力量 如果晋军从渝国借道攻打国国 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晋文公对此计策大家赞赏 为了让渝国允许晋国借道出兵 荀西让晋献公把自己的收藏的宝物献给渝军 因为渝军非常喜欢收藏宝物 只要拿出宝物 渝军一定会答应借道 起初晋献公心疼自己的宝物 荀西则别有深意地告诉他 说他的宝物只是暂时寄存在渝国 只要能灭掉国国 渝国也是囊中之物 晋献公听后 对荀西竖起了大拇指 并感叹 幸好荀西是自己的臣子 否则就会多一个可怕的对手 确定计划后 荀西带上宝物前往渝国 并将宝物献给渝军 渝军本以为晋国有大事相求 后来得知晋国只是想借道出兵 便欣然应允 渝国大夫公之旗 看出了晋国的阴谋 向渝军觐见 但渝军没有听从公之旗的建议 仍然同意让晋国借道 公元前658年 晋国正式出兵法国 在里克、荀西的率领下 晋军对国国发起了闪击战 此时 国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北线 而晋军却出其不意攻击西线 在晋军的闪击下 国军瞬间溃败 国公慌乱之下选择出逃 国国都城也随即沦陷 这场战争便是著名的假道法国 国公逃跑后 国国其他贵族还在率兵抵抗 经过三年的对峙 为了彻底消灭国公 晋献公决定派兵增援 于公元前655年 再次向渝国提出借道的请求 对于晋军的请求 公之旗再次站出来反对 他声泪俱下地向渝军讲述 纯亡齿寒的道理 但渝军仍未听从他的意见 再次同意了晋国的请求 随着大批援军进入国国 晋军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仅用了两个月便将国国灭掉 晋国灭国是春秋时期 弱国兼并强国的一次著名案例 晋国灭掉国国后 又顺便把渝国灭掉 此时渝军才后悔莫及 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公之旗的建议 才使得国家灭亡 他自己也成为阶下囚 渝国除了公之旗之外 还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他便是白里希 只是没有得到重用 从用人的角度来看 渝军不能启用人才 灭国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自晋县公上台后 队内队外均有出色的表现 把晋国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成为西北方向一股强大的势力 就在晋国冉冉升起之际 老牌诸侯国齐国 也在东方开拓了一番霸业 齐国作为西州开国元勋江子崖的封地 地位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 先为了荣耀给他们的后代 留下了太多优越感 贵族们整天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宫廷也成为他们的荒淫纵狱之地 在这种氛围中 齐国太子江朱儿 与自己的妹妹文江发生了乱伦恋 这种丑闻让很多求婚者望而却步 齐西宫对周边诸侯国 都受了一圈自己的女儿文江 大多数遭到拒绝 最终鲁桓公成功接盘 娶了文江为妻 婚后三年 文江为鲁桓公生下一子 因为孩子的生日与鲁桓公相同 便取名姬童 齐西宫去世后 太子江朱儿继位 视为齐湘公 公元前694年 鲁桓公准备到齐国进行访问 文江得知后 吵闹着一同前往 无奈之下 鲁桓公便答应了要求 到了齐国后 文江又与自己的哥哥齐湘公 私混到一起 尽管两人形势比较保密 最终还是被鲁桓公得知 为此 鲁桓公火冒三丈 对文江破口大骂 并说 文江所生的儿子 是齐湘公之子 文江被骂后 跑去向齐湘公诉说委屈 齐湘公听后 心疼自己的妹妹坚情人 并对鲁桓公起了杀心 为了报复鲁桓公 齐湘公假意设宴款待 鲁桓公出于外交礼节 不便推辞 只得勉强赴宴 鲁桓公在席间喝得鸣鼎大醉 散场后 齐湘公派人把他送上马车 上车不久后 鲁桓公便死亡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鲁桓公是齐湘公所杀 但齐湘公的嫌疑最大 为此 鲁国发起了抗议 但这种抗议非常软弱无力 不敢直言 齐湘公是幕后凶手 最后 齐湘公找了一个人顶罪 便了结了这场争端 鲁桓公被谋杀后 文江不敢返回鲁国 便留在齐国 鲁国的软弱 让鲁国使官非常不齿 于是 鲁国使官对齐湘公与文江乱伦 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孔子在整理春秋的时候 惜字如金 但对于这段乱伦 却完全不惜笔墨 势必要把他们盯在耻辱柱上 齐湘公在做事方面 非常喜怒无常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其中就包括 齐湘公的堂弟 公孙无知 以及齐国重臣管治与联称 公元前686年 公孙无知联合管治 联称 趁齐湘公出去狩猎之际 纠结了一批亡命之徒 包围了他的行宫 乱刀将其砍死 齐湘公死后 管治与联称 拥立公孙无知为新的君主 不过 公孙无知在王位上 没有待太久 就死于另外一场政变 终于齐湘公的旧臣 趁公孙无知根基不深 联合起来发动政变 将其杀死 公孙无知死后 围绕着继承人位置 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争夺 当时有两个人呼声最高 一个是公子鸠 另一个是公子小白 齐湘公统治时 政令混乱 倒行逆施 管仲当时就料到 后来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所以 在齐湘公死之前 管仲便和自己的好友 豹书牙商量 认为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到邻国暂避 管仲是公子鸠的老师 豹书牙是公子小白的老师 他们分别带着自己的小主人 去了鲁国与举国 由于管仲的先见之名 才让两位公子 在数次政变中安然无恙 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在权力面前 兄弟也成了对手 他们都把对方 视为通往权力顶峰的绊脚石 必须除掉对方 此时两人都在国外 而且才能相当 谁能第一个 到达齐国国都临资就能继位 于是 两人进行了一场速度比拼 在公子小白前往国都的路上 管仲率人前去拦截 并一箭射中了他 公子小白顺势装死 管仲信以为真 将消息报告给公子鸠 公子鸠得知公子小白已死 便不慌不忙地往林子赶去 谁知已被公子小白截足先登 成为新一代君主 他便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 得知公子小白继位后 公子鸠和管仲都懊恼不已 随后 公子鸠返回鲁国 在鲁庄公的扶持下 发起武装夺权 公元前685年 鲁庄公率军入旗 齐桓公亲自率军迎敌 并大败鲁国 鲁庄公差点丧生 最后仓皇逃回鲁国 此后 齐桓公派豹书牙大举进攻鲁国 目的是杀掉公子鸠 鲁庄公眼见齐军兵临城下 自知不敌 主动出来和谈 最终接受了齐国的条件 杀死公子鸠 逮捕管仲押回齐国 最终公子鸠被处死 作为失败者 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对于生在乱世的王公贵族 这种手足相残的事情非常多见 鲁国逮捕管仲之后 鲁国大夫师伯告诉鲁庄公 一定要将管仲处死 然后把他的尸体交给齐国 如果让管仲活着回去 日后必定成为鲁国的大患 豹书牙得知师伯的阴谋后 严厉警告鲁庄公 一定要活捉管仲 否则就起兵法鲁 鲁庄公思索再三 最后将管仲活捉交给了齐国 鲁书牙对管仲的才华非常钦佩 并认定他能干出一番大事 在发迹之前 家境优越的鲁书牙 对出身贫苦的管仲格外照顾 后来两人各为齐主 鲁书牙依然想着 能把管仲拉拢到身边 为齐国服务 所以极力要求鲁庄公活捉管仲 齐桓公上台后 打算拜鲁书牙为下 而鲁书牙坚决不受 并推举管仲为下 并列举出自己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 齐桓公担心管仲当初是自己的敌人 不会真心辅佐自己 为此 鲁书牙解释道 他说 管仲是个爱国者 他做事不是为了哪个君主 而是为了国家设计 如果要振兴齐国 非管仲不可 在鲁书牙的利剑下 齐桓公转变了思想 这是管仲的幸运 也是齐桓公的幸运 更是齐国的幸运 事实证明 鲁书牙的判断是对的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 成为春秋的霸主 管仲也被公认为春秋时期 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周王室示威 四面遗敌 虎视眈眈之时 管仲提出了尊王攘仪的伟大思想 重新确立了周天子的地位 把各个诸侯国 看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来面对遗族的侵扰 管仲还强调君主专制 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 并不是取悦君王 而是认为 这是平息国内纷乱争斗 使国家强大的最佳途径 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 而不是对君王的愚衷 他同时特别强调 应该让君王畏惧人民 而不是人民畏惧君王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而非中军主义者 在国家发展方面 管仲提出了对内尊君 对外称霸的思路 并破天荒地提出了法治思想 他提出法者天下之仪也 所以决仪而明是非也 法者所以心功俱报也 大义为 法律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易强除暴 为民兴利 他还指出 君王有立法权 但必须受限于法 这种思想 直到现在都被沿用 管仲还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说 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 治天下之民 则国不可成 财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大义为 要想称霸天下 财力也应该是天下第一 管仲还有一句话流传至今 苍脸时而知礼节 衣食族则之荣辱 强调物质富足 对百姓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管仲还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 使得齐国的军事 经济 政治 民生 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 管仲的见识之非凡 能力之卓越 放眼整个人类史 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虽然有管仲的辅佐 齐桓公的称霸之路并不轻松 要想称霸 必须获得 郑国 宋国 鲁国等中原诸侯的承认 还要遏制 楚国为首的遗敌 往中原扩张 为了获得中原诸侯的认可 齐桓公打算 先对鲁国用兵 但此时 一位平民英雄 挺身而出 救了鲁国 他便是曹贵 曹贵作为一介不一 眼见鲁国政府软弱无能 于是挺身而出 前去拜访鲁庄公 在春秋时期 君主虽然是一国之君 但没有到被神化的地步 而且大多数诸侯国面积 并不是很大 人口居住比较集中 所以 普通人见君主 并不是一件难事 秦汉以后 国家实施中央集权制 而且实现了大一统 君王也被逐渐神化 普通百姓和君王的距离 才逐渐疏远 曹贵在军事方面颇有天赋 他见到鲁庄公后 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鲁庄公感觉有道理 就让他付诸实践 公元前684年 齐桓公派齐军伐鲁 曹贵凭借自身才能 不但守住了齐军的追击 还乘胜追击大败齐军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便是出自曹贵之口 曹贵固然是个人才 但鲁庄公能礼贤下士 也是值得赞赏的 齐桓公伐鲁失败 心有不甘 于是拉拢宋国再度伐宋 还是以失败告终 齐桓公颇为恼怒 认为自己失败是因为兵力太少 后来 齐桓公准备了三年 召集了十万大军 再度伐鲁 在绝对实力面前 鲁庄公自知不敌 被迫选择了谈判 齐国则提出让鲁国割地 并遵齐国为盟主 鲁国被迫答应 为此 齐国还举行了一个谈判仪式 地点设在齐国境内 在谈判开始前 鲁庄公作为老牌诸侯国的君主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齐国提出侮辱性要求 他就准备血剑当场 自杀谢罪 谈判开始后 齐桓公狮子大开口 鲁庄公健壮 拿起藏于袖中的短剑准备自杀 一旁的曹贵则抢先一步 用短剑抵住齐桓公的脖子 将其作为人质 一旁的管仲没有预料到 会有此变故 出于担心齐桓公的安危 便答应曹贵归还齐国 占领鲁国的土地 曹贵听到齐桓公的允诺后 额外补充了一句 他说君无戏言 请齐桓公务必信守承诺 在春秋史上 鲁国出现过许多勇士 曹贵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长韶之战中 指挥鲁军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在齐鲁谈判中 又展现匹夫之勇 颇得无赖精神 凭借一身肝胆 太史公将他列为 古今刺客第一人 谈判结束后 齐桓公也遵守了承诺 将侵占鲁国的土地 悉数奉还 本来齐桓公并不想遵守约定 但管仲提醒他 要把眼光放长远 不能因贪图小利 而失信于天下 此役过后 鲁国保住了土地 而齐桓公赢得了 各诸侯国一致的赞誉 从某种层面上看 也算是一种双赢 而且经过这次谈判 鲁国也选择了 服于齐国之下 鲁国已经不是 齐国称霸路上的障碍 齐桓公将下一个目标 放在了宋国与郑国身上 此前 宋国作为反正联盟的盟主 也曾经风光过 但自从宋商公 被华富都杀死后 国内就一直内乱不断 到了宋敏公时期 南宫长万发动叛乱 并杀了华富都与宋敏公 紧接着宋桓公继位 率兵打败了南宫长万 并将其杀死 宋国内乱给了齐桓公 一次表现的机会 公元前681年 齐桓公邀请宋 陈 蔡 朱 穗五国君主 在北姓召开会议 主题是 关于宋国内乱的善后事宜 这是齐桓公第一次召集诸侯会议 但是 穗国君主不给面子 拒绝出席会议 齐桓公决定杀鸡井侯 他率兵灭掉穗国 以此来震慑诸侯 以此来震慑诸侯 其他诸侯国 见遂国被灭 便纷纷听从齐桓公的号召 此后 管仲设计出一种 新型霸业模式 即由霸主召集诸侯会议 以解决各国争端 北姓会议名义上 是解决宋国争端 实际上 是齐桓公给宋国设下的 一个陷阱 因为在会议上 签署的很多约定 宋国都无法完成 后来 齐桓公以宋国 不遵守约定为理由 率兵讨伐宋国 最终 宋国和鲁国一样 选择向齐国臣服 公元前679年 齐国召集宋国 臣国 魏国 郑国 在眷城举行诸侯会议 由于郑 宋 魏 都是中原有影响力的诸侯 故而此次会议 也被史家认为是 齐国霸业的真正开始 在周王室示威的情况下 诸侯会议被视为一种 崭新的政治模式 而会议的发起人 则被视为霸主 眷城会议之所以邀请郑国参加 因为此前刺杀权臣蔡仲卫国 在标逸组建流亡政府的郑立公 经过了17年的流亡 于公元前680年 开始复辟之路 并成功夺回了郑国的控制权 再次成为郑国君主 郑立公的复辟 意味着 郑国重返中原政治舞台 他试图再现郑国昔日的辉煌 可惜生不逢时 在强大的齐国面前 郑国只能充当配角 在此次会议上 齐国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诸侯之首 成为个诸侯国公认的中原领袖 后来 齐桓公在管仲的提醒下 意识到周氏虽然衰微 但是仍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此后 齐国便高举尊王与阳仪两面大旗 尊王 意味着可以代替天子发号施令 阳仪可以体现自身的担当 后来齐桓公高举尊王这面旗帜 在中原地区横行无阻 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团结大家一起嚷疑 在齐桓公时代 北方的山戎 赤敌再次成为中原华夏诸侯的严重威胁 公元前664年 山戎军队入侵燕国 燕国抵挡不住 紧急向齐国求援 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集水盼会晤 商讨联合出兵讨伐山戎 鲁庄公借口道路遥远 劳失远征 于是无补拒绝出兵 鲁庄公的暧昧态度 令齐桓公十分不快 但军情吃紧 在管仲的提议下 齐国毅然独自承担救援燕国的使命 齐桓公挂帅亲征 管仲为先锋 率领齐军进入燕国 发动一系列攻势 山戎败退撤出燕国 后来齐国又一路追击穷扣 将北方的山戎彻底赶了出去 让其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敢进犯中原 燕庄公对齐国出兵援助 感激涕零 齐桓公班师回国 燕庄公一路相送 一直送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又不失时宜地作秀 他说 除了天子之外 诸侯相送是不出国境的 他不可以对燕国无礼 于是 将燕庄公踏入齐国境内的这片土地 全部割让给燕国 齐桓公这次表演堪称经典 公元前662年 斥敌进犯刑国 尽管之前 刑国有负于齐国 但齐国依然主动帮助刑国 打退了斥敌的来犯 并积极帮助刑国进行战后重建 公元前660年 斥敌入侵魏国 此时 魏国的国君是魏义公 他为人口碑极差 魏国的老百姓经常怨声载道 但面对斥敌的入侵 百姓们选择袖手旁观 斥敌则趁虚而入 在魏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后来齐国和宋国得知此事 主动派兵前去迎敌 防止斥敌再来屠杀 与此同时 齐国还给魏国带去了大量阵纪物品 帮魏国渡过难关 要知道 几年前 齐国还讨伐过魏国 可在魏国遭受斥敌侵害时 依然选择出手相救 可见 齐国进到了中原霸主的指责 也完成了守卫华夏的任务 在尊王攘仪方面 齐国做得很到位 此外 齐桓公成为霸主后 并未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 而是积极地协调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解决诸侯国内部的矛盾 鲁庄公死后 鲁国围绕继承人问题 展开了争夺 当时最有资格继承君主位置的 是鲁庄公的弟弟庆父 与数子子班 鲁庄公在病重期间 一直在两人之间犹豫不决 后来为做决断便去世 得知鲁庄公去世的消息后 鲁庄公的弟弟季友 先下手为强 将子班扶上君主宝座 庆父对此颇为不满 于是买通了子班身边的亲信 并趁机将其杀害 子班继位不足两个月 便死于非命 季友害怕被报复 逃至别国避难 子班死后 庆父便积极谋划上位之时 就在他准备上位之时 齐桓公突然前来干涉 扶持了与齐国有血缘关系的公子 齐上位 在齐桓公的强力干涉下 鲁国人只能听从 公子起继位后 视为鲁敏公 此时的鲁敏公 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庆父眼见 再次与君主宝座失之交臂 内心又生出毒计 准备杀害鲁敏公 齐桓公得知此事后 把继友接了回来辅助鲁敏公 并派大夫众孙出使鲁国 了解鲁国的真实情况 众孙回来后 向齐桓公报告说 鲁国的局势非常复杂 一切都是庆父在背后兴风作浪 庆父不死 鲁难未夷 齐桓公本想趁机杀死庆父 并吞并鲁国 但碍于鲁国是执掌周理的国家 如果将其吞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于是 暂时选择静观其变 既有回来 并没有逆转鲁国的证据 后来 庆父物色了一名刺客 寻找机会接近鲁敏公 然后将其杀死 鲁敏公一死 既有担心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遂带着鲁敏公的弟弟公子申逃往郑国 本来齐桓公以为 庆父不敢杀害自己扶持的鲁敏公 庆父此举彻底惹怒了齐桓公 作为中原霸主 齐桓公决定铲除庆父 庆父得知齐桓公要诛杀自己时 跑到了举国避难 在齐桓公的强烈要求下 举国把庆父交给了鲁国 庆父自知难以苟活 最后选择了自杀 至此 鲁国内乱才得以平息 鲁国内乱能平息 齐桓公居功至尾 此后 鲁国完全倒向齐国 成为齐国最重要的盟友 在管仲的辅佐下 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非常稳固 在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对手 能威胁齐国霸主地位的 是南方的楚国 楚国从楚文王开始 就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现如今 楚城王已经20岁出头 对北上中原非常感兴趣 从公元前659年开始 在三年时间里 楚国三次讨伐郑国 给郑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齐桓公作为中原霸主 召集了八个国家 准备对楚国用兵 公元前656年年初 齐国率领的八国军队 直奔楚国 想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楚军对此早有准备 并布下重兵准备迎敌 齐国来到楚国才发现 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 心里便开始打退堂鼓 而楚国也自知 很难同时应付八个国家 有意与齐桓公和谈 后来 齐楚在赵陵签订盟约 并各自退兵 南北霸主间的第一次较量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此意过后 齐桓公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楚军主动后撤 因此 名望再次提升 而楚国人则看出 齐桓公色力内忍的性格 认为他不敢硬碰硬 法楚归来后 齐桓公已经不满足于 干涉诸侯国的事务 开始插手周王室的王位 继承问题 这让周慧王非常恼火 他表面上不敢和齐桓公闹掰 暗地里却积极拉拢郑文公 并怂恿他 可以联合晋国、楚国来攻打齐国 晋国和楚国自身实力比较强 而且不受齐国的节制 周慧王搬出这两个国家 为郑文公撑腰 让他信心大增 紧接着退出中原联盟 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 此举让楚城王喜出望外 同时 他也得出一个结论 中原联盟并非铁板一块 有了郑国的加盟 楚城王决定再度北上 楚国先拿下了淮河流域的贤国 并准备继续北上 齐桓公见状 联合宋、陈、魏、曹 组成了五国联军 他们没有和楚军硬碰硬 而是攻打投入楚国怀抱的郑国 楚国见郑国受困 便攻打许国 许国国军紧急向齐桓公求救 出于道义层面的考虑 齐桓公不得不放弃围困郑国 转而去营救许国 楚国见郑国险情解除 无意与五国联军纠缠 便主动撤退 齐桓公虽解了许国之围 许熙公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投入楚国阵营 这是因为 此前齐桓公在法楚之战前 先击破蔡国 俘虏蔡木侯 在齐、楚兆陵会盟后 蔡木侯被释放 他对齐桓公耿耿于怀 便主动游说许熙公 分析厉害 认为楚国比齐国强大 怂恿他背叛齐桓公 投靠楚成王 许国只是小国 临近楚国 朝不保夕 不可能每次都靠齐国援救 于是 许熙公听从蔡木侯的建议 投靠楚国 为了争取同情 许熙公反绑双手 嘴里闲着玉璧 官员穿着校服 抬着一口棺材 跑去见楚成王 楚成王没见过这种架势 这个南蛮之王显然对复杂的中原礼节 缺乏了解 他找来了学识渊博的冯博 询问怎么办 冯博说 当年周武王灭伤 周武王的哥哥威子就是这样做的 周武王亲自为他松绑 接受玉璧 烧掉棺材 恢复他原来的地位 楚成王一听 心里很佩服 中原不愧是文明发达 道道这么多 他效法周武王的做法 给许熙公松绑 烧了棺材 接受他的归顺 随着郑国 许国 投入楚国的怀抱 以齐 楚为中心的南北对峙局面 正式形成 郑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楚国视其为北进中原之跳板 齐国则视其为 阻挡楚国的缓冲区 公元前653年 齐桓公率兵 兵临郑国城下 郑文公在大臣们的劝说下 思量再三 觉得齐国的号召力 和政治影响力更强一些 于是又转投了齐国阵营 至此 在这场南北对峙中 齐国再度占据上风 齐国的霸业不仅体现在军事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政治上 齐桓公凭借自身影响力 打造出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关系 史称九和诸侯 一框天下 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原联盟 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召集诸侯 在奎丘举行诸侯大会 在会上与诸侯国达成了五款盟约 盟约的内容为 其一 诸不孝 无义数子 无以妾为妻 其二 尊贤御才 以张有德 其三 敬老辞幼 无望宾履 其四 事无事官 官事无赦 取势必得 无砖杀大夫 其五 无屈防 无恶杂 无有风而不告 这次会盟被称为奎丘会盟 会上达成的盟约 也都是顺应民心之举 齐桓公的这番作为 已经超越了诸侯国的范畴 完全称得上是帝王之举 公元前648年 楚国再次进犯中原 并灭掉了皇国 三年后 又准备进攻淮河下游的徐国 齐桓公得知消息后 再次组织中原联军 商讨救援徐国的问题 但此时的中原联军 已经貌合神离 因为就在前不久 齐国的灵魂人物 管仲去世了 各诸侯国都知道 齐桓公能有今天的霸业 很大一部分都是管仲的功劳 如今管仲已死 各路诸侯表面上 不敢挑战齐国的霸主地位 暗地里却各怀鬼胎 静观其变 后来 联军内部接连出现了内讧 使得整个中原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连齐桓公也遭遇到杀身之祸 这一切都要源于管仲之死 管仲在弥留之际 齐桓公曾前去探望 并询问谁能接过他的一波 对此管仲沉默无语 他也知道 没人能替代他 管仲死后 各诸侯开始对齐桓公扬奉阴 其他诸侯心里都清楚 齐国的霸业 是管仲一人撑起的 此后齐桓公再也没能组织起来一次像样的联军行动 而且因为宠心宁臣 导致树雕 易牙 开芳等人在国内霍乱朝政 此时 在位43年的齐桓公已经垂垂牢矣 他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管仲在世时 曾和齐桓公商讨 内定公子昭为接班人 为了保护公子昭 齐桓公早早地把他送到了宋国 托付给了宋相公 但易牙 树雕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于是鼓动年老昏花的齐桓公改变主意 另立公子无亏为接班人 此举遭到了齐桓公其他儿子的强烈反对 遂对太子之位发起了争夺 易牙 树雕 为了保证公子无亏顺利继位 在宫内大杀四方 一时间宫内杀鸡四伏 易牙 树雕 为了防止齐桓公改变主意 趁其并重之际 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最后把齐桓公身边的人 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 为了加速齐桓公死亡 树雕 易牙等人 断了他的食物供应 活活将其饿死 两个月后 齐桓公的死讯才被外人得知 此时他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一代中原霸王 最后死于几个奸命小人之手 实属令人唏嘘 齐桓公死后 他的五个儿子 为了争夺继承人斗得你死我活 后来公子无亏在树雕 易牙的支持下继位 但宋相公并不认可这个结果 管仲和齐桓公死后 齐国的威望一落千丈 宋相公趁乱想捞取利益 而且被齐桓公 管仲内定为太子的公子昭 还在宋国 他有责任和义务 帮公子昭夺位 公元前642年 宋相公宣布 公子无亏的政权 不能代表齐国 并召集了周边几个国家 前去讨伐公子无亏 与此同时 齐国国内也出现了 反对公子无亏的声音 在内外夹击下 公子无亏被杀 公子昭继位 视为齐孝公 齐孝公继位后 为了提升威望 他打算征讨鲁国 恢复霸主地位 鲁国自知不敌 刑急之下 向楚国求援 楚国到来后 迅速扭转战局 将齐国打得大败 齐孝公悲愤交加 不久后便去世 齐孝公死后 公子潘杀死 齐孝公的儿子 自立为君 史称齐昭公 自此之后 一代中原霸王 彻底泯然众人意 中原盟主的位置 出现了空缺 对此 宋湘公想角逐一下 盟主的地位 宋国是中原的 老牌诸侯国 在齐国称霸的日子里 宋国一直紧密追随 宋湘公一直是 齐桓公的得力助手 正因为如此 管仲和齐桓公 才放心把公子昭 托付给宋湘公 而宋湘公也不负所托 很好地完成了 齐桓公所托 从客观角度来看 齐桓公死后 中原需要一位霸主 来维持秩序 不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很容易被遗族 和南方的楚国 各个击破 对于这个霸主地位 宋湘公认为 自己是不二人选 但宋湘公的威望 远不如齐桓公 为了立威 他不断欺负小国 想以此来立威 此举不但没有获得 其他大诸侯国的认可 反而被逐渐孤立 公元前641年 齐 鲁 陈 蔡 郑 楚六个国家召开诸侯峰会 这次峰会 直接没让宋国参与 这让自诩为中原霸王的 宋湘公非常难堪 此次峰会过后 郑国 陈国 蔡国 宣布加入楚国的阵营 为了继续谋划霸业 宋湘公于公元前639年 邀请齐孝公 楚城王会晤 希望楚国能支持他 成为中原盟主 对此 楚城王表示同意 不过 楚城王之所以答应 宋湘公的请求 并不是真的把他 视为中原霸主 而只是想在中原 培养一个傀儡 宋湘公却全然不知 楚国的想法 并在当年秋季 以居高临下的态度 召集楚国 以及其他国家前去会盟 楚城王强忍愤怒 答应前去会盟 在会上 宋湘公以盟主身份自居 趾高气扬地指挥 各诸侯国的君主 结果 楚城王当着诸侯国的面 把宋湘公给绑了 从盟主一下 沦为阶下囚 宋湘公此时才明白 自己不具备 做盟主的实力 也知道楚国 一直在戏弄自己 后来 楚城王想杀掉宋湘公 但被身边人劝住了 他们告诉楚城王 如果宋湘公死了 宋国会推举 德才兼备的沐夷为君王 沐夷的能力和政治智慧 要远高于宋湘公 一旦沐夷继位 就会带领宋国复兴 这对楚国不利 几经权衡之下 楚城王将宋湘公放了 宋湘公被释放后 回到国内养精蓄锐 准备复仇 公元前638年 宋湘公联合另外几个国家 对楚国发起了挑战 双方约定洪水北岸决战 宋军率先到达了洪水北岸 并严阵以待 沐夷见储君人多势众 让宋湘公趁他们还未全部上岸 主动出击 先下手为强 一直奉行霸权主义的宋湘公 此时却突然扛起了仁义大旗 认为对方还未准备好 不能趁人之威 后来 沐夷又提出多个建议 让宋湘公打楚国一个立足未稳 但均被宋湘公拒绝 此时 他想在蛮夷面前做一个正人君子 让储君有足够的时间整理阵型 结果可想而知 宋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士兵死伤大半 宋湘公腿上也被射了一箭 后来侥幸逃回宋国 事后 人们责备宋湘公明顽不灵 不懂得变通 宋湘公却辩解道 说君子不会趁人之威 不会俘虏年老的敌人 更不会对没有摆好阵型的敌人 发动进攻 从当今的视角来看 宋湘公的行为 无疑是迂腐至极的 但他却是那个时代贵族精神的最后守护者 只可惜 只有他还遵循贵族精神 作为一名贵族 他是合格的 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国君 更不是一位霸主 后人将其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也是充满了争议 纵观宋湘公的一生 他从未建立过任何霸业 真正接过齐国霸主大齐的 是雄聚西北的晋国 晋国的称霸之路 同样曲折离齐 公元前672年 晋宪公讨伐黎荣 在将他们灭国的同时 也获得一个美艳的女子 黎姬 她和她的妹妹 一同被晋宪公收至后宫 并得到晋宪公的无限宠爱 后来 黎姬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西齐 黎姬很有野心 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下一任国君 晋宪公有八个儿子 其中 太子申生 公子崇儿 公子一无非常有才能 下一任国君大概率会从他们中间产生 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 黎姬决定将他们一一铲除 作为晋宪公的宠妃 黎姬的话 在晋宪公面前比较有分量 为了提高成功率 黎姬又收买了晋宪公的两个男宠 一个叫梁武 一个叫东关毕武 在他们的离间之下 晋宪公先是把太子申生 调离京城前往曲卧 又把崇儿和乙吾 调到蒲城和二区 去镇守边关 离姬设计将他们三人调走后 开始不断制造机会 拉近晋宪公与西齐的感情 并多次在晋宪公耳边 晋宪谗言 说太子申生的各种不好 久而久之 晋宪公便对申生产生了意见 内心深处萌生了废处太子的想法 此时的晋宪公 仅仅是产生废处太子的想法 并没有实际行动 随着晋宪公逐渐老去 离姬知道不能再等 必须尽快除掉申生 公元前655年 申生从曲卧回京城与家人团聚 并把祭祀的酒肉献给晋宪公享用 离姬暗中在酒肉中下了剧毒 在晋宪公食用之前 离姬以检验酒肉是否变质的名义 让宫中内室品尝 结果内室吃完后 立马暴毙 晋宪公悲愤交加 派人前去捉拿申生 消息灵通的太子党暗中通知申生 申生听后大吃一惊 没敢去晋宪公面前解释 而是直接选择了逃跑 申生逃跑的行为 让晋宪公更加认定 酒肉里的毒是他下的 申生回到曲卧后 本想回京师向父亲解释事情缘由 但此时的晋宪公 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 前去解释也是死路一条 但又不能跑到外国躲避 否则会被人们认定 他就是下毒者 无奈之下 太子申生选择了自杀 本可以拥兵自重的他 用最软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申生死后 黎姬又把目标 放到了崇尔和宜吾身上 黎姬告诉晋宪公 他们二人都参与了 申生下毒事件 生性多疑的晋宪公 本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下令追究二人 晋宪公派宦官前去蒲城 命崇尔自杀谢罪 崇尔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选择弃城逃亡 到赤敌避难 与崇尔一起逃亡的 还有仙人 赵衰 胡衍 贾佗 魏武子等人 一无见崇尔逃跑 也火速收拾行装 准备离开晋国 经过一番思量 最终选择逃亡梁国 因为梁国背靠强大的秦国 能够得到足够的庇护 崇尔逃到赤敌后 晋宪公紧接着 便发兵前来征讨 要求敌人把崇尔交出来 敌人没有同意 于是双方爆发了战争 彼此之间互有胜负 晋军眼见不能胜利 便退兵 崇尔算是在赤敌安顿下来 公元前651年 晋宪公去世 一时间 晋国的政局变得扑朔迷离 此前身生自杀后 西齐被立为太子 但晋宪公心里明白 晋国很多重臣心里 一直支持逃亡的崇尔与遗武 为了让西齐能安稳继位 晋宪公把西齐托付给重臣寻西 希望他能好好辅佐西齐 尽管有寻西保驾护航 仍不能阻拦其他大臣的反对 曾为晋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李克 主张把崇尔赢回国 在这之前 李克打算先除掉离姬与西齐 于是 在当年十月将西齐杀死 西齐死后 寻西认为自己有愧于晋宪公的嘱托 想要以自杀谢罪 但被众人劝下 随后 寻西拥立卓子为国君 卓子是黎姬的妹妹所生 李克得知消息后 又带兵杀掉了卓子 寻西眼见无法向死去的晋宪公交代 选择了自杀谢罪 随后 李克又将黎姬杀死 彻底断了黎姬一脉 在晋国内乱之际 一无与秦穆公达成了一项承诺 一无承诺 只要秦穆公帮他夺回国君之位 他当政后 割让承词给秦国作为回报 对于这份提议 秦穆公欣然同意 除此之外 远在东方的齐国 也想趁晋国内乱之际 把势力范围往西延伸 于是联合中原诸侯 以平叛的名义出兵晋国 后来得知 秦国已经派兵护送一无前来继位 齐国做了个顺水人情 加入了护送队伍 以无返回晋国后顺利继位 视为晋汇公 晋汇公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让人大跌眼镜 他命人将李克逮捕 并逼其自杀 给出的理由是 李克是晋国内乱的源头 这个理由太过于牵强 如果没有李克诛杀黎姬母子在前 晋汇公根本没机会继位 李克被杀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支持公子崇尔 李克死后 晋汇公进一步清洗他的党羽 彻底拔掉了他身边的不安定因素 晋汇公继位后 秦穆公派人前来道贺 并提醒他兑现当初的承诺 但晋汇公选择了反悔 拒绝履行当初的承诺 没有割让土地给秦国 此后 秦晋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公元前647年 晋国发生大规模饥荒 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缺粮 无奈之下 晋汇公派人到秦国求援 希望秦国能卖给他们粮食 起初 秦穆公对晋汇公违背承诺之事耿耿于怀 不想卖粮食 但百里西 公孙芝等重臣 却劝说秦穆公卖粮 他们说 救济百姓是符合道义的 如果晋国知恩图报 就会信守当初的承诺 如果晋国国君忘恩负义 百姓必然离心 秦穆公采纳了百里西的意见 对晋国慷慨解囊 没过几年 秦国发生大饥荒 秦穆公派人到晋国 请求粮食援助 但被晋汇公拒绝 当时 晋国大夫庆政 就怒斥晋汇公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 但依然没能改变结局 除此之外 晋汇公还干了一件比较缺德的事 他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 他曾答应姐姐回国后 要好好照顾太子身生的遗孀 并让崇尔回国 但晋汇公继位后 不但没让崇尔回国 还和申生的遗孀私通 秦国渡过灾荒后 秦穆公准备报复晋国 于是大举发兵 越过边界 杀入晋国 三战三胜 后来又渡过黄河 兵临寒冤城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晋汇公询问庆政退敌之策 庆政说 这是晋汇公自己惹的祸 需要他自己来摆平 此时 晋汇公只要选择求和 并给予秦国一些利益 就能让对方退兵 但他选择和秦军正面硬杠 随即召集大军前去迎战 由于晋汇公三番五次实验 并对秦国见死不救 此次 秦军内心都憋着一口气 而晋军从将领到士兵 都觉得自己理亏 士气十分低落 结果可想而知 晋军被秦军打得溃败 此意 秦军升秦了晋汇公和一众晋国大臣 战后 秦穆公本想杀掉晋汇公 但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基 想挽救自己的弟弟 虽然秦穆基和晋汇公不是同一个生母 但从小感情就很好 为了解救晋汇公 秦穆基拉上自己的四个儿女 以死作为要挟 让秦穆公放晋汇公一命 秦穆公爱子心切 于是答应了秦穆基的请求 秦国谋臣公孙之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可以释放晋汇公 作为交换条件 需要把晋国太子送来秦国来当人质 对此 秦穆公表示同意 秦穆公把条件告诉秦汇公之后 晋汇公派戏起回国报信 并点名让执政大臣吕生来秦国谈判 吕生是一个有智慧 有政治报复的人 考虑问题十分周到 晋汇公吃了败仗 沦为俘虏 名声扫地 就算回到晋国 国人也会看不起他 为了挽回晋汇公的名声 他召集国人开会 并以晋汇公的名义 对参会的民众发放赏金 而且 把公式的土地拿出来 分配给国人 告诉他们 这是晋汇公的心意 此举题 晋汇公减轻了国内的反对声 也给晋汇公挣得了面子 做完这些后 吕生便去秦国进行谈判 当时秦国提出的条件是 割让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 以及一部分河东之地 让晋国太子入治秦国 秦穆公本想借谈判之际 羞辱一下晋国的大臣 但吕生在处理问题上不卑不亢 这让秦穆公十分赞赏 秦穆公没有让晋国太子前来入治 只是割让了晋国的土地 事后秦穆公表示 尽管晋汇公薄情寡义 但晋国有吕生这样的人才 还是不能轻视 谈判结束后 晋穆公按照约定释放了晋汇公 晋汇公回国后 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掉庆政 并把晋军失利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 庆政本有机会逃往他国 但他选择了慷慨赴死 晋国之所以在晋汇公统治之下 仍能保持强大 就是因为有庆政这种慷慨赴死的 武士和吕生这样的能臣 韩元之战后不久 晋国再次遇到灾荒 关键时刻 秦穆公再次选择慷慨解囊 开仓放粮救济晋国百姓 秦穆公虽然不喜欢晋汇公 但怜悯晋国百姓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连年战乱和灾荒 让晋国的实力大打折扣 周边的荣人 趁机夺取了晋国三座城池 并对晋国其他地方虎视眈眈 晋汇公眼见形势不妙 于是将太子羽主动送到秦国当人质 以此来寻求军事帮助 秦穆公有意与晋国实现全面和解 没有把太子圈当作人质看待 还把女儿嫁给他 同时 秦国归还晋国所割让的河东之地 秦穆公做事有理有结 既体现了自己的雷厉风行的手段 也体现了自己的宽容大度 秦国帮晋国解决掉荣人的威胁后 晋汇公又把目光放到了崇尔身上 此时的崇尔已经在外流亡12年 但晋汇公仍不放心 因为崇尔的口碑很好 晋国内部很多大臣依然支持他 而且崇尔身边有一群忠实的追使者 皆具备胆识与谋略 只有除掉崇尔 晋汇公才能过得安稳 崇尔在斥敌流亡期间过得还算不错 敌国并没有为难他 有一次敌人征讨其他部落的时候 俘虏了两名女子 一个叫书伟 一个叫纪伟 敌人把他们交给崇尔处置 崇尔娶了书伟 让赵衰娶了纪伟 后来书伟为崇尔生下两个儿子 纪伟则生下赵盾 晋汇公知道 龙人的实力强大 无法以外交手段逼迫他们交出崇尔 于是派出杀手前去暗杀 崇尔得知 晋汇公派人前来暗杀自己 于是离开了敌国 准备前往齐国避难 继续他的流亡生涯 崇尔一行人风尘仆仆 经魏国赶往齐国 魏文公不愿意接待崇尔 因为崇尔与敌人关系紧密 甚至还有敌人血统 而魏国之前遭受过敌人的攻击 出于对敌人的仇恨 魏国上下都不欢迎崇尔 有一次崇尔到魏国的乡里讨饭 结果 乡里人不仅不给食物 反而给了他一把泥土 这让崇尔颇为恼怒 此时 胡眼劝说崇尔 说这是上天要把土地赏赐给他 让他赶紧收下 崇尔听后转怒为喜 毕恭毕敬地磕了个头 接过泥土 扬长而去 经过长途跋涉 崇尔到达了齐国国都林兹 齐桓公对崇尔的到来非常欢迎 不但盛情款待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此时正值管仲去世 崇尔见齐桓公对自己如此厚待 便想留在齐国发展 并不想返回晋国 后来齐桓公死于非命 崇尔便放弃了从政的想法 已经年近六十的他 准备在齐国终老一生 但当年追随崇尔流亡的谋臣 将赌注压在崇尔身上 崇尔有未来 他们才有未来 眼见崇尔的斗志被消耗殆尽 他们非常着急 为了让他恢复斗志 重新振作起来 胡眼 赵衰等人 和崇尔的夫人商议对策 崇尔的夫人不想看他怒怒无为 而且齐桓公死后 齐国便一蹶不振 崇尔在此也并非绝对安全 于是鼓励崇尔离开齐国 继续逐梦 但崇尔早就下决心 在齐国终老一生 不去追逐什么权利 死活不肯离开齐国 眼见崇尔不肯离开 夫人与胡眼 赵衰等人 将崇尔灌醉 趁他不省人事之际 将他抬上马车 一路往宋国赶去 准备在那里寻找机会 崇尔久醒后 眼见自己离开了齐国 气得破口大骂 但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公元前638年 崇尔一行人到达了宋国 此时的宋湘公 刚在洪水之战中败于楚国 自己也身负重伤 但他依然盛情款待了崇尔 崇尔本想在此逗留 不过胡眼的老朋友 时任宋国大夫的公孙舟 则善意提醒他们 说宋国无力帮助崇尔实现霸业 让他们去大国寻求帮助 胡眼觉得有道理 他发现宋湘公也是眼高手低之人 于是和崇尔商量后离开了宋国 并于公元前637年到达了郑国 此时的郑国 早就没有郑庄公时代的霸气 郑文公也没有了郑庄公的见识和谋略 齐桓公死后 郑国更是一边倒地投入了楚国的阵营 对于崇尔的到来 郑文公非常默然 他觉得崇尔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客 没有必要盛情款待 但大臣舒占在暗中观察 崇尔一行人的举动 并得出一个结论 崇尔这个人不简单 胡眼 赵衰 贾驼等人的才干 都足以成为国家重臣 却心甘情愿追随他漂泊流浪十数年 如今靖国的政局并不稳定 崇尔仍有机会回国执掌大权 这样的人 郑国是不可得罪的 舒占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郑文公 并劝说他后代崇尔 如果不能后代 就杀掉他们 以免未来留下后患 但郑文公没有听从舒占的建议 依然冷落崇尔 在郑国受到冷落后 胡眼 赵衰等人 深赶中原各诸侯 要么实力不济 要么不肯接待 无奈之下 他们选择去楚国碰碰运气 因为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到达楚国后 楚城王不但以诸侯的待遇隆重接待 还体现出 中原诸侯都不具备的气魄与胸襟 他了解崇尔的潜力 并打算帮崇尔重回晋国执政 楚城王非常心直口快 他问崇尔 如果能帮他重新回到晋国 他会怎样报答楚国 崇尔眼见楚国物产丰富 地大物博 寻常之物肯定无法满足楚城王 于是回答说 如果将来晋楚之间发生战事 他愿意退避三胜 以此来求得楚城王谅解 如果楚城王不能谅解 就只能与楚国周旋 此话一出 满座皆经 楚国大将紫裕认为 崇尔对楚城王不敬 要将其杀死 而楚城王却觉得崇尔志向远大 财思敏捷 经过几十年的流亡 仍能保持恢弘的气量 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有意帮助崇尔重新上位 但真正把崇尔推向权力之巅的 并不是楚国 而是秦国 秦穆公之所以愿意帮助崇尔 是因为他苦心扶持的太子羽辜负了他 当初秦穆公善待太子羽 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就是希望晋惠公死后 太子羽能够回国继位 继续维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 但太子羽觉得 自己在秦国做人质是一种耻辱 在做人质的六年时间里 他整日策划如何逃跑 后来 在妻子嬴氏的帮助下 成功逃回晋国 太子羽的逃跑 让秦穆公十分恼怒 随着太子羽的逃跑 他长期经营的心血也复之东流 公元前637年 晋惠公病逝 太子羽成功继位 视为晋怀公 晋怀公上位后 命令崇尔集团成员在国内的家属 限期召回追随崇尔的家族成员 否则将质以重罪 为此 胡衍的父亲胡秃 被晋怀公诛杀 晋怀公的做法大失人心 他在秦国当了六年人质 在国内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统治基础 一上台就大开杀戒 显然不合时宜 崇尔流亡集团 在国内有许多同情者 甚至是支持者 在国际上 也得齐桓公 楚城王等政治巨头的礼带 声名卓著 这让秦穆公萌生了支持崇尔的想法 于是派出使者 邀请崇尔投奔秦国 崇尔的谋士们认为 这是天赐良机 千万不能错过 于是欣然答应 楚城王虽对崇尔里带有加 无奈距离晋国遥远 便没有劳师动众 护送崇尔回秦国 崇尔回到秦国后 秦穆公对其礼遇有加 并赐给他五个美女服侍他 这其中就有太子羽的夫人 营氏 起初 崇尔并不知道营氏的身份 经常对他呼来喝去 像丫鬟一样使唤 营氏都选择默默接受 后来 崇尔得知 营氏的真实身份 连忙谢罪 并打算把营氏送回秦穆公身边 秦穆公说 这个女儿非常有才能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知身份 是担心自己的女儿之前嫁过人 怕坏了崇尔的名声 如果崇尔不介意 就让营氏留在崇尔身边 秦穆公言下之意 就是想让崇尔娶自己的女儿 起初 崇尔打算退掉婚约 后来 胡衍 赵衰等人的劝说下 崇尔接受了这桩婚姻 并送上聘礼 正式迎娶营氏 嫁给崇尔后 营氏被后世称为文营 后来 秦穆公和崇尔相互之间 进行了一番试探 崇尔认为 秦穆公非常可靠 秦穆公则认为 崇尔值得扶持 并下定决定 以武力手段 护送崇尔回国 晋国朝堂听闻 秦穆公圣代崇尔后 晋国大夫 鸾之秘密派人联系崇尔 商讨崇尔回国之事 一切均已安排妥当 只等崇尔踏上归途即可 公元前636年 秦穆公派大军 护送崇尔返回晋国 至此 崇尔结束了19年的流亡生涯 踏入晋国国境后 崇尔随即与晋怀公的 政府军交战 并接连大败政府军 崇尔本来在晋国的威望就很高 如今又携重兵而来 晋国官员纷纷倒戈 表示愿意效忠崇尔 晋怀公健壮大惊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于是 率领亲随逃往到高梁 崇尔兵不血刃占领了国都 并成为晋国新一代君主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晋文公继位后 派人到高梁杀掉了晋怀公 从继位到死亡 晋怀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当初拥立晋惠公 晋怀公的执政大臣吕生 得知晋怀公的死讯后 不想坐以待毙 手握兵权的他 为了寻求自保 他想在晋文公的住处 放火烧死他 为保计划万无一失 吕生找来了当初 负责刺杀崇尔的刺客伯迪 并将计划告诉了他 伯迪假装答应 随后便将计划告诉了晋文公 在伯迪见晋文公之前 得知他就是三番五次 刺杀自己的刺客 于是便质问伯迪 为何胆敢过来见他 此时 崇尔心中已经起了杀心 而伯迪却不慌不忙地应对 他说 之前之所以追杀晋文公 是执行国军的命令 这是身为一名臣子的职责 如今 晋文公成为新的国军 他便要执行新国军的指令 随后 伯迪又引述了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典故 来为自己佐证 最终说服了晋文公 伯迪得到晋文公的信任后 便将吕生的计划 全盘告诉了晋文公 由于吕生手握重兵 晋文公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应对 经过一番权衡 他打算秘密离开晋国 前往秦国求援 为了避开吕生的耳目 晋文公一路上直走偏僻的小路 最终顺利到达了秦国 而吕生以为 晋文公仍在宫中 于是派兵包围行宫 并纵火焚烧 最后才得知 崇尔已经逃走 秦穆公得知晋国内乱后 果断派大军前去相助 并成功将吕生斩杀 然后又派兵将 崇尔与夫人文盈 送回晋国 晋文公的上台 给晋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 平定吕生之乱后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晋国政局稳定 内部京城团结 历经磨难的晋文公 老纪福西 志在千里 终于使晋国从区域强国走向超级大国 开启百年霸业 他对内修生养息 安抚民心 对外积极地展开外交活动 齐桓公死后 中原霸主位置出现了空缺 为了应对咄咄逼人的楚国 诸侯们需要一个人带他们完成霸业 晋文公则抓住了这个机会 公元前636年 晋文公刚刚上台的第一年 周王氏与郑国之间出现了矛盾 为了对抗郑国 周湘王主动和敌人联姻 娶了敌人女子韦氏 并立她为王后 以此来借助敌人的力量 与郑国抗衡 但韦氏与周湘王的弟弟王子戴思通 周湘王知道后大怒 废掉了韦氏的王后之名 王子戴害怕自己被牵连 发动政变想杀掉周湘王 在敌人的支持下 将周湘王的政府军打得大败 周湘王被迫逃到郑国避难 郑文公不计前嫌收留了她 并给她提供生活必需品 为了夺回王位 周湘王向各诸侯国发出秦王令 秦穆宫认为 这是争夺中原霸主的好时机 便火速前往之远 相比之下 晋文公反应迟钝 对秦王一事并不上心 胡眼听说秦军以抵黄河 非常着急 跑去劝说 晋文公一定要赶在秦穆宫之前 迎接周湘王 只有抓住这次效忠王室的机会 才能在中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晋文公被一语惊醒 于是火速前去秦王 将王子带的叛军打得大败 并将其俘虏杀死 然后 晋文公亲自前去迎接周湘王 并护送周湘王回朝 作为回报 周湘王也以最高的礼仪 接待了晋文公 经过此次秦王 晋文公把晋国从政治边缘地带 再次拉回到舞台中心位置 此时 晋国在中原大地上一枝独秀 南方的楚国也在不断扩张 中原乱局 使楚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鲁国 郑国 魏国 蔡国 陈国 许国 曹国等 陆续归附楚国 在中原重要的诸侯中 只剩下齐国与宋国孤军奋战 只要打垮齐国与宋国 楚成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原霸主 公元前634年 楚国联合其他诸侯国攻打宋国 为了拿下宋国 楚成王命心狠手辣的大将子豫挂帅出征 万分危难之际 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 晋文公和大臣们讨论后决定支援宋国 至此 南北之间的两个强国为了称雄中原 即将出现一场大决战 这场南北大决战的主角 晋国与楚国 从一开始 双方在择帅的标准上 就出现重大的差异 晋国的选帅原则是道义为先 楚国选帅的原则是勇猛至上 晋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打败楚国 而是为宋国解围 晋文公采纳了胡眼的建议 采用攻打楚国盟国的方式 逼迫楚国前来相救 以此来解决宋启两国的围困 公元前632年 事实完毕的晋军开始出征 先是拿下了魏国 但在攻打曹国的时候 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晋军多次攻城无国 为了震慑晋军 曹军还将俘虏的晋军杀死 把尸体挂在城墙上羞辱 此举让晋军士兵感到害怕 军心出现了动摇 为了挽回军心 晋文公也发起了心理战 他派人到曹国人的祖坟附近 扬言要挖他们的祖坟 在那个崇尚礼智的年代 人们把祖坟看得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曹国士兵见状不妙 主动归还了晋军士兵的尸体 并用棺木装好交给晋国 晋文公见状 便下令停止挖曹国人祖坟的行动 没过多久 晋军再次对曹国发起攻击 一举攻破曹国都城 并活捉了曹公公 晋军在曹魏两国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 却没有达到调动储君主力 解除宋国之围的目的 老谋深算的储城王 看穿晋军的实际用意 坚决不从宋国撤兵 并率领五国联军 对宋国都城展开猛烈的攻击 晋军没有达到调动储君的目的 此时要想为宋国解围 就只能与储君正面交锋 但储君实力过于强大 晋军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在事情进入僵局之际 晋军总指挥先诊提出了一个方案 方案内容是这样的 晋国将所占领的曹 魏两国土地送给宋国 然后宋国拿出重金来贿赂齐国和秦国 请他们出面调停 让楚国撤军 先诊判断 秦国、齐国收到巨额财务后 肯定会出面调停 但楚国肯定不会撤军 因为曹魏是楚国的跟随 楚国不能牺牲曹魏的利益 所以不可能答应撤兵 如果调停失败 秦国和齐国会把调停失败的责任 推到楚国身上 届时出兵攻处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晋文公听完这个方案后非常满意 于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 秦齐两国拿到巨额财务后前去调停 楚城王与两国代表谈完后才知道 晋国给自己做了一个局 如果楚国同意秦、齐代表的调停 那么将失去曹、魏两个跟随国 如果楚国拒绝调停 秦、齐将可能加入援旧宋国的战争 对楚国就十分不利 面对这个布局精密的局 楚城王选择了以退为进 主动放弃已经占领的齐国的古城 同时命令楚军撤出对宋国的包围 先枕的计划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相较于同时得罪秦、齐两国强国 楚城王只能暂时放弃曹、魏两国的利益 但负责围攻宋国的楚军总指挥紫玉 非常不甘心 当初他接替子文出任令饮时 就遭到了一众质疑 如今他需要一场大胜来为自己证明 在春秋时期 君主对臣子的约束不像后世那样说一不二 眼见紫玉执意要攻打宋国 楚城王只能选择默许 由于紫玉拒绝放弃围困宋国 秦国与齐国组成了强大的联军 加入了讨伐楚国的队伍 随着秦国和齐国的加入 这场战争也成为春秋时期以来规模最大 参战国家最多的一次战役 眼见秦、齐加入战局 紫玉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主动和晋国谈判 紫玉表示 只要晋国放弃对魏国、曹国的占领 楚国就撤军 大家回到战前格局 紫玉认为 这种条件非常合理 各方都没有损失 紫玉的算盘是这样的 晋国人如果接受他的和解条件 楚国以一个宋国换回曹、魏两国 楚国仍然雄具中原 如果晋国人不接受 战争的责任就落到晋国人头上 在道义上就会吃亏 紫玉的这个计策也很精妙 晋文公召集大家讨论对策 随后 仙枕给出了应对之策 他说 可以私下里答应恢复曹国、魏国的主权和领土 趁机将他们拉拢过来 然后扣押楚国的谈判代表 故意激怒楚国 让楚国主动挑战晋国 晋文公听完仙枕的建议 认为甚是精妙 于是按照先诊的建议行事 晋文公先是下令将楚国特使拘捕 然后又派人和魏国、曹国秘密谈判 答应归还他们的土地 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与楚国断交 曹国、魏国本身就是墙头草 在各个大国间下注 他们眼见晋国愿意归还土地 便欣然同意了 紫玉眼见自己的计谋被识破 曹国和魏国还投向了晋国大本营 恼羞成怒 于是决定攻打晋军 试图将晋军一举歼灭 紫玉此举 郑重晋文公下怀 面对前来进犯的楚军 晋文公下令后撤 主动撤退并不是因为害怕楚军 一方面是为了兑现 当初对楚城王退避三社的承诺 另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楚军 让他们以为晋军不堪一击 后来晋军撤退到魏国境内的城仆 便不再撤退 很快 楚军便尾随而至 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城仆上空 双方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文公甚至一度萌生了逃跑额度念头 好在在胡眼的劝说下 才下定决心和楚军一决高下 几天过后 双方约定在平原上展开正面对决 紫玉亲自率领中军 与晋军展开了厮杀 双方经过激烈的缠斗 最终晋军打败了楚军 紫玉眼见大势已去 于是下令全线撤退 训练有素的楚军并未仓皇出逃 而是井然有序地撤出战斗 避免了进一步伤亡 从战斗结果来看 楚军并未伤到根基 但从战略意义上说 楚国遭到其北进中原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由于楚国的战败 中原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晋国以强有力的手腕 遏制楚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 同时也宣告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时代的到来 战斗结束后 愤怒的楚城王将所有的罪责 都归咎于紫玉身上 为此 紫玉感到极度愧疚 最终 他选择了自杀谢罪 成仆之战 使得楚城王经营了几十年的 北进中原策略宣告失败 此前倒向楚国的中原诸侯 也纷纷倒戈转向 投入到晋国的阵营 随着郑国和晋国签订和平条约 中原大帝形成了新的势力格局 晋国取代齐国 成为中原地区新一代霸主 晋文公在实力上 已经成为中原霸主 但他还需要获得周王室的认可 为此 晋文公在周天子面前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宪服仪式 给足了周王室面子 作为回报 周天子任命晋文公为侯博 所谓的侯博就是诸侯之掌 当年齐桓公也获得过这个头衔 这个头衔相当于获得了官方认可 成为周王室认可的霸主后 晋文公召集中原诸侯 在郑国建土举行会议 诸侯们在会议上达成一致 要共同辅佐王室 诸侯国之间不得互相侵略 若有违背盟约者 将遭神明诛杀毁灭其军队 不能享有国座 子孙后代都要遭受祸患 不论老幼 将无一幸免 这次会盟被称为建土之盟 后来晋文公又召集诸侯 在晋国举行会盟 晋文公并以盟主的身份 召唤周湘王前来参加会议 足以看出 晋文公此时的权势有多大 晋文公算是一个具有胸襟胆量的人 对流亡期间的各种困难 都能坦然面对一笑了之 但有一件事 让他始终耿耿于怀 那便是在流亡至郑国期间 遭到了郑文公的冷落 在晋文公看来 那不仅仅是冷落 而是一种侮辱 于是晋文公找了一个理由 准备对郑国用兵 与晋国一起讨伐郑国的 还有秦国 秦国之所以加入伐政大军 是因为想从中间分一杯羹 继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公元前630年 晋国和秦国起兵攻打郑国 郑文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为了自保 他把书詹杀死 并将其首级陷于晋文公跟前 因为当初书詹曾提议杀死晋文公 因此 郑文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书詹身上 希望能以此获得晋文公的谅解 但晋文公更想要的是郑文公的首级 因此 拒绝和郑国谈判 就在秦市十万火急之际 有人向郑文公推荐了竹志武 让他去离间秦国和晋国之间的关系 只要能让秦国退兵 郑国就有和晋军一战的能力 此时的竹志武已经退休 而且年轻的时候并未受到重用 因此 拒绝了郑文公的请求 但郑文公已经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 声泪俱下的请求 竹志武重新出山 竹志武出于国家大义 决定前去秦军大营游说秦穆公 竹志武深知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秦国和晋国看似是无坚不摧的密友 实则是貌合神离 秦穆公虽然表面上尊敬文公为霸主 内心深处则一直在寻找超越晋国的机会 竹志武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于是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秦穆公 如果郑国灭亡 只会让晋国更加强大 秦在晋的熄灭 正在晋的东面 秦与晋倘若灭了郑国 晋国进水楼台先得月 将独吞郑国土地 秦国只能做事晋国的版图扩大 出了力气 却只是使邻国更加强大 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当初 秦穆公扶持晋文公上台 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晋国 如今不但没有控制晋国 自己还成了晋文公的跟班 这让秦穆公很难接受 竹志武见秦穆公开始动摇 又趁热打铁地说 晋国人多是万恩负义之辈 当年晋汇公曾多次对秦国食言 晋文公也曾受过秦国的恩惠 但从未给秦国足够的回报 这些话直接戳中了秦穆公的软肋 经过一番思索 秦穆公不但打消了出兵郑国的念头 还拿出一部分兵力 帮助郑国抵御晋国的大军 除之武之所以能劝退秦穆公 最主要的原因是 秦穆公不想把晋国养肥 再者秦穆公想借抵抗晋军的名义 把军队留在郑国 为以后独吞郑国做准备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此次竹志武通过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 保全了郑国 他也成为后世纵横家的先驱 对于秦穆公的出尔反尔 晋文公念及往日的恩惠并未指责他 但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出现了裂痕 唯正之战结束后 晋文公已经是垂垂暮年 公元前628年 晋文公去世 虽然晋文公在位时间只有9年 但他的经历和功绩 要比春秋时期绝大多数君主都要大 与齐桓公不同的是 晋国建立的霸权是一个长期霸权 晋文公去世后 晋香公成为继任者 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的蜜月期结束 两国开始了针锋相对 为了不在这场博弈中失败 秦穆公决定 将秦国打造为王霸之师 秦穆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在他继位之前 就展示出了极高的政治天赋 同时身怀远大理想 正因为如此 他的哥哥秦成功 才把君主的位置传给他 秦成功一共有七个儿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坚持传位于弟弟 一方面说明 秦成功具备任人为贤的品质 另一方面也说明 秦穆公足够优秀 而秦穆公也不负所托 在他的带领下 把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 变为中原大地上的一方霸主 公元前659年 秦穆公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广纳贤才 他找到的第一个人才 便是白里希 白里希本是于国大夫 当年晋献公向于国 借道伐国国时 白里希曾力劝于军 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 但于军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最终导致于国覆灭 白里希和国军 一起沦为阶下囚 后来秦穆公派人到晋国求亲 晋献公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秦穆公 白里希作为奴仆 一同陪嫁到秦国 白里希在陪同去往秦国的过程中 趁机逃跑 结果在楚国被抓 楚人怀疑他是秦国的奸细 又将其发配为奴 此前 秦穆公就听过白里希的贤名 起初 秦穆公打算花仲金 将其从楚人手里赎回 但过于高调 反而容易引起楚人的怀疑 于是 秦穆公开架五张羊皮作为交换 此时的白里希已经年过七十 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 楚人便同意了这桩买卖 最终秦穆公以五张羊皮的代价 换回了白里希 来到秦国后 秦穆公以礼相待 并请教治国之策 白里希被秦穆公的真诚打动 于是对秦穆公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给年轻的秦穆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秦穆公听后颇为振奋 随即将白里希任命为掌管国政的大夫 没过多久 白里希又把自己的好朋友简叔 推荐给了秦穆公 随后 秦穆公便拜简叔为上大夫 在他们两人的辅佐下 秦穆公得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脱离出来 专心致力于军事与外交事务 并一步一个脚印 带领秦国稳步向前发展 由于上几代的积累 以及秦穆公的秦政 不知不觉间 秦国已经成为西部豪强 深谋远虑的秦穆公 不甘心窝居于西部 而想在中原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之前晋穆公在世时 各方面一直压制着秦国 很难有机会插手中原事务 如今晋穆公已死 秦国打算强势入主中原 于是 把郑国当作入主中原的垫脚石 当秦国从秦晋联军退出之时 秦穆公派了一职精兵 帮助郑国抵御晋国的入侵 晋国撤退后 秦军依然赖在郑国不走 一待就是三年 秦国军队名义上 是帮助郑国加强城防 实际上是在收集各种情报 为接下来攻打郑国充当内应 郑文公对秦国的这些动作 全然不知 甚至把都城的守卫工作 交给他们 秦穆公建时机成熟 策划了一场远距离的奔袭战 为此 秦军组织了一场远征军 秦穆公任命白里希的儿子 孟明氏为总指挥 任命简叔的儿子 希启树为副指挥 此时的白里希与简叔 已经退居幕后 秦穆公出于尊敬 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 本以为他们会双手赞成 没想到 白里希和简叔 异口同声的反对 认为这种长途奔袭 风险太大 大军还未到达 就已经走漏消息 很难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秦穆公听完两人的想法 内心十分不悦 只是碍于情面没有发作 他没有听从两人的意见 仍然坚持作战计划 远征军出发那天 秦穆公亲自为将士送行 秦军上下洋溢着兴奋和冲动之情 普遍对远征持乐观态度 认为胜利唾手可得 就在将士们一片欢声笑语的时候 白里希和简叔 却在人群中放声大哭 感叹自己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秦穆公听后大怒 对他们二人破口大骂 白里希和简叔只好抢言欢笑 在出征前 他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 嘱咐他们一定要小心 晋国在途中设下埋伏 秦军最大的对手不是郑国 而是晋国 就在秦军准备长途奔袭之时 晋国军队总指挥先政 默默留意着一切 在春秋时期 由于人口密度很低 且主要居住在城邑及其边缘 在城与城之间留有广阔的空地 称为戏地 秦军便是要利用戏地秘密行军 穿越几个国家 远距离奔袭郑国 当秦军通过戏地 穿越晋国周王领地 抵达华国之时 一位名叫贤高郑国商人 正好与秦国军队相遇 凭借商人的敏锐嗅觉 贤高认为 秦军此行很可能与郑国有关 于是一边派人去郑国通风报信 一边来拖延秦军的行军速度 贤高向秦军献上十二头牛 和一些其他物品 并谎称是郑文公派他过来劳军 贤高此举让孟明氏震惊不已 他以为秦军的行踪已经暴露 已经失去骑袭的可能 于是放慢了行军速度 而郑文公得到贤高传来的情报后 大惊失色 立马派人监视城内的秦军 郑文公发现 城内的秦军已经全副戎装 时刻准备要战斗 正好印证了贤高送来的情报 眼见形势不妙 郑文公当机立断下达了逐克令 把秦军赶了出去 秦军见事情暴露 没有进行逗留 火速逃离了郑国 经过贤高的延误 秦军失去了内应 也失去了偷袭的战机 此次长途奔袭失去了意义 但大军出动不能空手而归 于是 孟明氏与西起树决定灭掉旁边的华国 以此回去邀功 当秦军行至华国城下时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华国不战而降 这次战斗给秦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却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晋文公去世后 晋香公对秦国的军事策略发生了转变 针对秦军此次劳实远征 以先诊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 应该半道伏击秦军 趁机将其歼灭 而以鸾芝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 应该坚持晋文公时期的外交政策 继续和秦国保持盟友关系 但先诊说服了晋香公 最终 晋香公决定不宣而战 晋军将伏击地点选在了一山 这是秦军返回的必经之路 一山 山高风陡 地势非常险峻 是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 先诊为此次军事行动做了周密的规划 为了追求一击制胜 他邀请当地的戎人一起参加战斗 晋香公对此也很重视 当时他还在为晋文公扶桑 但依然前往前线观察战斗 公元前627年4月13 秦军行至一山最险峻的地带 孟明氏突然想起了简叔的忠告 害怕晋军在此设下埋伏 他刚要做出调整 只听见两侧山岭上 想起了晋军的战鼓 孟明氏暗暗叫苦 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案应对 只能硬着头皮跟晋军死磕 晋军占据有利位置 加之人数上的优势 一时间各种弓箭滚石飞向了秦军 善于在山地作战的容忍 趁秦军大乱 对秦军展开了无情的屠杀 此意晋军生擒了孟明氏 西启树等秦国主将 至此 秦穆公入主中原的计划彻底被打碎 而晋军向世人证明 即便没有晋文公 自己也是王者之师 得知孟明氏等人被俘后 晋文公的夫人文盈非常着急 虽然她已经嫁入晋国 但她骨子里是秦国人 而且是秦穆公的女儿 为了营救孟明氏等人 文盈告诉晋香公 说孟明氏如果在晋国被杀 会让秦军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如今他们打了败仗 秦穆公对其恨之入骨 不如放他们回去 让秦穆公杀了他们 此时的晋香公政治经验上缺 他没有跟仙枕商量一下 就私自将孟明氏等人放回 仙枕得知后暴跳如雷 对晋香公破口大骂 说这场胜利是将士们拿性命拼来的 晋香公居然凭夫人几句话 就将孟明氏放走 这是长他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 说完还朝晋香公吐了一口口水 此时的晋香公才知道自己酿成大错 赶紧派人前去追赶 但孟明氏等人已经渡过黄河 安然回到了秦国 到达秦国后 见秦穆公亲自出城迎接 孟明氏直接跪地不起 自求惩罚 但秦穆公说不是他们的错 是因为自己不听简书的建议 才酿成悲剧 秦穆公没有惩罚他们 还让孟明氏等人官复原职 一山之战 虽然以晋军大胜而结束 但造成的后续结果却截然相反 孟明氏等人因为死里逃生 死后又成为晋军的有力对手 而仙枕因为自己辱骂国君 内心产生了愧疚与自责 在极度讲究礼仪的春秋 仙枕因为这件事久久不能释怀 在后来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 仙枕脱去盔甲冲入敌阵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仙枕的死捍卫了自己的荣耀 但也给晋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入主中原的计划失败后 秦穆公把战略重点往西转移 他开始把目光转向西部 有一次 西戎之王派使节到秦国参观 为首的人名叫尤渝 他的先祖是晋国人 后来为了避难而来到西戎 因为才干非凡 深得西戎王的信任 秦穆公本想在尤渝面前炫耀一下秦国的奢华 便带他参观秦国富丽堂皇的宫殿 但尤渝却表示 此举不过是劳民伤财 算不上正经 这一番话让秦穆公很是震惊 他意识到尤渝不是普通人 爱财如命的秦穆公顿时燃起恭敬之心 向他请教更深奥的问题 秦穆公说 中原地区有先进的文化 以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 为什么还是免不了内乱 由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礼乐法度正是中原内乱的源头 因为君王建立起礼乐法度后 只让老百姓接受 自己却娇奢淫逸 百姓受到压制 必然会起纷争 王室热衷于争权夺位 必然会兴起各种纷乱 这番话让秦穆公醍醐灌顶 不但解答了他长期以来的疑问 也让他认识了一位人才 由于返回西荣后 秦穆公对他念念不忘 为了把由于挖过来 他给西荣王送去大量财务美女 以此来让西荣王过上娇奢淫逸的生活 后来由于苦劝无果 还因此遭到了西荣王的质疑 秦穆公见机对其伸出了橄榄枝 无奈之下 由于选择了投奔秦国 并替秦穆公负责西荣的事务 由于的加入 使得人才济济的秦国又添一元大将 一时间秦国人才济济 国力也更上一层楼 由于长期生活在西荣 对西荣各部落了如指掌 秦穆公让他负责西荣事务 为下一步征讨西荣做准备 在征讨西荣之前 秦穆公打算用一场胜利来振奋士气 对秦军来讲 恢复信心的最好方式 莫过于打破禁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前624年 秦穆公亲自率领大军 以孟明视为总指挥 东渡黄河出兵进国 渡河之后 秦穆公命令将渡河船只全部烧掉 如果不战胜 绝不归国 将士们见君主如此决绝 顿时军心大振 禁军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没有选择正面交锋 而是兼臂青也打起了消耗战 孟明世子之孤军深入的秦军 在粮草方面不占优势 既然禁军无意正面交锋 起码在面子上 秦军算是赢了 于是选择了撤退 在行至一山之时 当年战死的秦军尸骨依然还在 孟明世命人打扫战场 将尸骨就地掩埋 并为死去的秦军立下一块碑 然后才返回秦国 此次秦军出征 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 但打消了士兵们对禁军的恐惧 军队的士气也日渐高涨 秦穆公认为时机成熟 于是开始了讨伐西戎之路 公元前624年 秦穆公命孟明 视为军队总指挥 对西戎发起了全面进攻 秦军用了两年时间 吞并了西戎12个部落 疆域拓展了千里 成为名副其实的霸王 中原诸侯见秦国扩张速度如此迅猛 都为之惊讶 连周王室都单独派人前去祝贺 秦穆公也凭借在西部的霸业 被后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621年 在为39年的秦穆公去世 他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 同时还有177个活人为其殉葬 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平民 还包括王公大臣们的孩子 专制社会虽然诞生了一些明君圣主 但这种殉葬制度 指华夏传统中的糟粕 不管放在任何时代 都不应该被洗白 这也是秦穆公洗不去的污点 此次殉葬也给秦国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 自此之后 人才对于秦国都望而却步 谁也不想成为君王的殉葬者 这种制度一直持续了三百余年 直到秦宪公时代才宣布废除 秦穆公去世当年 晋香公也随后去世 晋香公的去世并没有使得晋国衰落 在他之后又诞生了一位能人 不过这个能人不是晋国君主 而是大臣赵顿 赵顿是赵衰在晋文宫流亡期间 与敌人女子所生 当晋文宫结束流亡后 为表彰赵衰的功劳 把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了赵衰 并生下三个儿子 赵衰是个喜心厌旧的人 有了新婚之后 就把敌国的妻子和儿子遗忘了 并没有把他们接回晋国的打算 但赵姬心地善良 他一直提醒赵衰 将敌国的妻儿接回来 起初赵衰是拒绝的 但他害怕赵姬在晋文宫面前 说他坏话 于是就派人到敌国 把妻儿接了回来 赵顿来到晋国后 赵姬见其生的一表人才 甚是喜爱 他向父亲晋文宫请求 让赵衰把赵顿立为嫡长子 如果赵顿成为嫡长子 那么赵顿的母亲舒伟 就会成为正氏夫人 而赵姬只能是偏氏 赵姬能做出这样的让步 放眼整个华夏历史 都是比较少见的 也正是他的这个举动 才让赵氏能够成就百年基业 随着晋文宫和赵衰相继去世 晋国的权力开始传递到下一代 晋国是军政合一的国家 军队的最高统帅 也是国家的首席执政 晋香宫继位后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赵衰的儿子赵顿 另外一个是胡衍的儿子 胡舍姑 赵衰和胡衍 都是陪晋文宫流亡19年的人 能力和忠诚度都毋庸置疑 起初晋香宫打算任命胡舍姑为中军元帅 赵顿为副元帅 就在委任令即将下达之时 晋国的元老重臣杨楚甫 极力推荐赵顿为元帅 他在晋香宫面前极力夸赞赵顿 最后晋香宫听了杨楚甫的建议 委任赵顿为元帅 胡舍姑为副元帅 实际上杨楚甫之所以偏向赵顿 是因为他之前是赵衰的部下 自然站在赵氏这边 赵顿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成为执政大臣后 他掀起了雷厉风行的改革 制定各项法律 清理诉讼案 加强对国家通缉犯的追捕 治理政治腐败问题 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提拔下层优秀人才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 赵顿成为晋国政坛耀眼的明星 这一切都被胡舍姑看的眼里 他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被抢 内心十分恼怒 但双方表面上还保持着和颜悦色 并未撕破脸皮 公元前621年晋香宫去世 当时太子年幼 为了让政局稳定 赵胡双方都同意 从晋香宫的兄弟中挑选继承人 但在具体人选上出现了分歧 使得赵胡两家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赵顿推出的候选人是公子雍 公子雍是晋文宫之子 晋香宫的树弟 公子雍此前代表晋国去参加秦木宫的葬礼 所以暂时留在了秦国 赵顿认为 公子雍具有四大优势 第一 德才兼备 心地善良 第二 年龄比较大 可以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 第三 深受晋文宫的喜爱 有利于得到老臣们的支持 第四 跟秦国的关系比较好 有利于发展与秦国的友好关系 稳住秦国是晋国的基本国策 胡舍姑推出的候选人是公子乐 公子乐是晋文宫与文盈的儿子 胡舍姑的父亲胡衍是个很精明的人 在他去世前 一直与文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 胡舍姑立主由文盈的儿子公子乐来继任军位 胡舍姑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他说 既然晋国的基本国策是要缓和与秦国的关系 公子乐作为秦木宫的外孙 当然是最佳的人选 胡舍姑的提议让赵顿勃然大怒 他说文盈在晋文宫的后宫地位本来就低 而且文盈在晋文宫之前还曾嫁给过晋怀宫 这样的女人属于淫荡下贱之类 让她的儿子成为国君 会有损晋国的形象 而且文盈在一山之战后 川多晋香宫放走了秦国大将 说明他怀有二心 坚决不能立他的儿子为君王 赵顿反驳的有理有据 但胡舍姑并没打算示弱 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立公子乐为君主 这也表明他将与赵顿抗争到底 只要能将公子乐推上君主宝座 他就能坐拥雍丽之功 就能轻松排挤掉赵顿 随着双方互不相让 一场权力争斗即将拉开大幕 当时公子雍在秦国 公子乐在陈国 赵顿派先灭 是会两人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 胡舍姑也派人前往陈国 迎接公子乐 赵顿与胡舍姑均手握重兵 一旦两位候选人回到晋国 势必面临着军队的分裂 挑起晋国的内战 为了避免军队分裂 赵顿当机立断 派人将公子乐杀死 胡舍姑得知公子乐被刺的消息后 大为震怒 他不敢找赵顿撒气 而是把所有的怨恨都放在杨楚甫身上 他觉得是杨楚甫从中作梗 令他失去了中军元帅的位置 如果没有杨楚甫 现在赵顿还身居他之下 于是胡舍姑派人杀死了杨楚甫 但胡舍姑这个极不理智的举动 彻底葬送了自己及其家族的前途 由于杨楚甫当初力挺赵顿 所以赵顿介入追查此事 全力追查凶手 最后把胡舍姑牵扯了出来 胡舍姑得知自己在晋国无法立足 选择了逃往敌国避难 曾经在晋国和赵家分庭抗礼的胡氏家族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自此之后 胡家基本上退出了晋国的权力舞台 虽然胡舍姑离开了晋国 但晋国的君主之争仍未结束 当时赵顿派人到秦国接公子雍回国之时 顺便向新一任秦国君主秦康公表达了求和之意 公子乐死后 人们也普遍以为公子雍会成为下一任君主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 这个女人名叫慕莹 是晋香公的夫人 也是太子姨高的生母 由于姨高尚且年幼 大臣们都没把她考虑在内 慕莹为了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她经常抱着年幼的姨高在朝堂上哭诉 以此来获得大臣们的同情 除此之外 她还抱着孩子跑到赵顿家中哭诉 经过这样一顿吵闹 最后赵顿同意拥立姨高为新一任君主 赵顿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 绝不仅仅是慕莹哭闹这么简单 这其中或许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最终 姨高成为晋国国君 视为晋陵宫 突然更换接班人 引发了秦国的不满 赵顿没有和秦国打个招呼 就擅自更改决定 这不仅让晋国失信于秦 也让前往迎接公子雍的使者蒙修 此时护送公子雍的秦军已经到达晋国国境 赵顿决定出兵阻止秦军进一步深入 为此赵顿动员三军 集结了庞大的军队与秦军对峙 晋军的这个做法再次让秦军愤怒 起初要求秦国人护送公子雍回国 当秦国人来了后 却要以兵戎相见 晋国政府在道义上先输一招了 后来 晋军将前来护送的秦军打得溃逃 暂时了结了这次争端 由于晋国此次严重失信 导致很多晋国大臣感到蒙修 于是选择逃离晋国前去投奔秦国 这其中就包括前去迎接 公子雍的先灭和世会 从战役角度来讲 晋国是胜利者 但从战略层面来看 此次晋国失败得很彻底 秦军之间本来已经缓和的关系 再度陷入僵局 公元前619年 为了惩罚晋国的失信行为 秦康公对晋国发起攻击 后来 晋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不过都属于小范围军事摩擦 公元前619年 秦康公亲自率军攻打晋国 随军出征的还有一位晋国人 就是之前逃到秦国的大臣世会 赵顿眼见秦军来势汹汹 立即组织军队前去迎敌 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互有胜负 但谁也无法一举歼灭对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后 远道而来的秦康公 担心粮草耗尽 于是选择撤军 在此次战役中 由于世会给秦康公出了很多计策 使得远道而来的秦军 不但没有吃亏 还重挫了禁军的锐气 赵顿认为 世会是一个人才 而且对禁军的实力了如指掌 如果他被秦康公重用 将来会是一个大麻烦 于是他决定劝说世会回国 但劝说世会回国并不容易 秦康公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为此 赵顿制定了一个精密的计划 他找到一个让世会信得过的人 而且不能会引起秦康公的疑心 此人名叫魏寿瑜 是个贵族 封地在靠近秦国的位帝 为了迷惑秦康公 赵顿将魏寿瑜一家全部囚禁起来 然后放魏寿瑜出逃投奔秦国 魏寿瑜见到秦康公后 对赵顿破口大骂 然后表示 愿意把自己的封地送给魏国 秦康公听候大喜 当即接纳了魏寿瑜 并在大殿上设宴招待 魏寿瑜在大殿上见到了世会 并故意用脚踩了他一下 世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当即明白这是一个暗示 此时第一室会虽然在秦国过得不错 但始终对靖国故土念念不忘 一直想回到靖国 魏寿瑜的这个暗示 让世会看到了一丝机会 后来 秦康公准备去接受魏寿瑜的封地 魏地在黄河东岸 与秦国议和之隔 当秦康公等人到达黄河西岸时 魏寿瑜请求秦康公派一个熟悉黄河东岸的人 以便与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显然 魏寿瑜提出的要求就是为了世会量身定做的 秦康公听完后 便请求是会随同魏寿瑜一起前往对岸 但世会坚决不受 他说 靖国人对他恨之入骨 此番前往 恐怕会被靖国人挟持无法返回 如果不能返回 他担心秦康公会杀掉他留在秦国的妻儿老小 秦康公听吧 对着滔滔黄河启示 如果他回不来 一定会将妻儿老小送至晋国 世会听完便踏上驶往对岸的船 当世会到达对岸后 秦康公才意识到自己重计 但毁之完 由于秦康公此前向世会做出过不伤及家人的承诺 为此 他便派人将其妻儿送到对岸 此番博弈 秦康公获得了信守承诺的好名声 而赵顿则赢回了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 后来 秦国和晋国之间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战斗 晋国想占据战场上的先机 以此来向秦国求和 而秦国始终不愿意与晋国和解 由于双方无法分出高下 逐渐由军事摩擦变为冷战对抗 这种冷战中的和平 对双方都有好处 晋国虽然在西面受到秦的牵制 却仍然维系着中原霸主的地位 公元前620年 晋国召集了一次诸侯会议 由于晋灵宫尚且年幼 此次会议由赵顿主持 赵顿在晋国的身份是大夫 与参会的诸侯无法匹配 但由于晋国依然处在霸主地位 其他诸侯只能委屈求全 接受赵顿的指指点点 诸侯们早已听说赵顿的雷霆手段 不敢得罪他 除此之外 各路诸侯还要依仗晋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旦失去晋国的庇护 就有可能被楚国吞并 之前 楚国在成仆之战中吃了败仗后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北上中原的想法 后来见晋国右主继位 便再次萌生了徽师北上的想法 郑国作为楚国北上中原的一块必经之地 再次成为楚国个攻击目标 公元前618年 楚慕王率军大举北上 目标直指郑国 在楚国的强大攻势下 郑国大败 根据中原诸侯会议的约定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在其他盟国遭受攻击的时候 应该第一时间发兵救援 但此时的晋国正处在朝堂争斗之中 无暇顾及郑国的存亡 郑国眼见援军迟迟不来 于是选择向楚国投降 楚军齐开得胜后 又继续进攻宋国、陈国 这两国不是楚军的对手 也选择了投降 就在楚军想继续北上一扫中原时 楚慕王突然去世 楚军不得不终止北上的计划 选择撤军回国 楚慕王死后 楚庄王继位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在刚开始继位的几年里 并没有雄心大志 一直碌碌无为 而且把楚慕王北上取得的战果都弄丢了 郑木公眼见楚庄王没有大作为 于是又选择投入晋国的怀抱 宋国和陈国也趁机脱离楚国的控制 重新归附晋国 随着各路诸侯国调头转向 晋国又召开了一次诸侯会议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此次诸侯会议 蔡国并未前来参加 而是依然站在楚国的阵营 这让晋国颇为恼怒 于是 赵顿下令征讨蔡国 蔡国是一个小国家 无法与晋国抗衡 只能盼望楚军前来相救 不巧的是 此时的楚国正在内斗 无暇顾及蔡国 无奈之下 蔡国只能选择投降 随着蔡国被灭 晋国在势力范围上 全面压制楚国 中原霸主的地位再次得到巩固 不过名义上贵为霸主的晋国 在行事方式方面 完全没有霸主的样子 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捞取好处 齐昭公死后 继位的齐义公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想重塑地区霸权 于是发兵攻打鲁国 鲁国健壮 便向晋国求救 晋国得知 齐义公私自攻打鲁国 甚是生气 赵顿派兵前去讨伐齐国 后来 齐义公用重金贿赂 晋国王公贵族 晋国收了钱之后 便不再过问此事 任由齐义公攻打鲁国 鲁国为了求和 向齐义公进贡了大批财物 才让齐国停手 此举让晋国的名声大大受损 然而 晋国并没有在此事件中 吸取教训 后来又犯了一次更大的错误 当年宋湘公的时候 娶了周湘王的妹妹为妻 宋湘公死后 他的夫人守了26年的寡 但湘公夫人春心不老 恋上了一个名叫公子豹的年轻人 从辈分上来看 湘公夫人是公子豹的奶奶 但仍然无法阻止她追求爱情 为了让公子豹开心 湘公夫人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她 最后干脆杀了宋昭公 并扶持公子豹上位 这是一件非常恶劣的弑军事件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有义务对宋国新政府进行问责 但公子豹通过贿赂晋国的方式 不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获得了晋国的认可 公子豹成为了正式君主 视为宋文公 晋国的行为让其他诸侯国深以为耻 但敢怒不敢言 堂堂中原霸主 居然为了钱而出卖其他诸侯国的利益 这让他们都没有安全感 对此 郑国颇有发言权 之前晋国曾承诺 会为郑国提出安全保证 但每次都姗姗来迟 郑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 危急时刻只能选择依附强国 这并非出自心甘情愿 但晋国不但不理解郑国的处境 反而指责他们首属两端 这让郑国非常委屈 如今眼见晋国形势如此不堪 郑国宣布脱离晋国联盟 转身投向楚国的怀抱 郑国的来头 让楚庄王欣喜不已 并萌生了北上中原的想法 公元前608年 楚国以郑国为跳板 对中原诸侯发起了攻击 目标直指宋臣两国 晋国得知后紧急发兵救援 但被楚军打得溃败 此役过后 晋国颜面扫地 郑国则凭借楚国的撑腰 主动承担起了进攻中原的任务 并一举攻陷了宋国 晋国为了重述权威 联合其他几个诸侯国前去讨伐郑国 起初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郑国 但一见到前来应援的储君便落荒而逃 不敢与之正面硬杠 赵顿时代的晋国 虽有霸主之名 但与晋文公时代相差甚远 因为赵顿是一位大臣 没有无限的权力 他头上还坐着晋陵宫 起初 赵顿还能完全掌握话语权 随着晋陵宫逐渐长大 他开始不断打压削弱赵顿 这也引发了晋国出现了严重的朝堂争斗 晋陵宫继位第二年 就曾想撤去赵顿的元帅之职 当时的晋陵宫只是一个孩子 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这种主意极有可能出自他的母亲沐营夫人 晋陵宫打算撤掉赵顿后 换成自己人 重新夺回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此事打击面太广 还没等赵顿出手 军队傅元帅先刻就主动站出来敲打晋陵宫 提醒他不要忘记赵氏家族对晋国的贡献 十一 但紧接着 军队发生了一件刺杀案 傅元帅先刻被刺身亡 此次刺杀案是否与晋陵宫有关不得而知 不过 赵顿利用先刻的死大作文章 将晋陵宫阵营的将领全部清洗 使其成为一个光感司令 赵顿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经常以大臣身份主持国家大使 逐渐把晋陵宫架空 晋陵宫从小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 身上染上了很多恶习 经常以杀人为乐 长大成人后的晋陵宫 对赵顿把持朝政的行为非常不满 决心铲除他 但赵顿是三军统帅 不可能通过正规方式打败他 于是 晋陵宫选择用暗杀的方式除掉他 但晋陵宫派去的刺客被赵顿的勤政所感动 认为晋国拥有赵顿是国家之福 于是放弃了刺杀赵顿 为了不给晋陵宫留下把柄 刺客选择了自杀 刺杀失败后 晋陵宫仍不甘心 他事先在宫中设下埋伏 然后请赵顿前来赴宴 试图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除掉赵顿 赵顿虽然想到 晋陵宫可能会对自己不利 但没想到 他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下毒手 于是 只带了一名侍卫前去赴宴 在宴席间 晋陵宫突然下令让刀斧手诛杀赵顿 经过一阵厮杀 赵顿已经不知 眼看就要丧命 此时晋陵宫的队伍里有人倒戈相向 带领赵顿冲出了重围 使其幸免于难 晋陵宫的刺杀行为 让赵顿十分愤怒 随后 他指使自己的足弟赵川在桃园杀死了晋陵宫 晋陵宫死后 赵顿为了摆脱弑军的恶名 故意跑到晋国边境 假装逃跑 以此来看人们的反应 当他看到都城内没有出现异动 而且大家对晋陵宫的死没有感到悲伤后 他便安然返回了都城 晋陵宫的荒淫是众所周知的 国人对这位恶少年君主 没有多少好感 这些年 晋国仍然维系着霸主的地位 在国人看来 似乎全是赵顿的功劳 即便是晋陵宫的亲信 在国军被侍后 也纷纷改变立场 赵顿的行为 虽然得到了民众的谅解 但没有得到史书的宽恕 当时负责记录史时的史官董胡 明确地作出记录 赵顿侍其军 赵顿得之后 前去找董胡理论 他辩解称 晋陵宫多次派人刺杀他 而且晋陵宫死的时候 他正在晋国边境 此事与他无关 但董胡刚正不阿地回答说 杀害晋陵宫的赵川是他的足弟 而且 赵顿返回朝堂后 对赵川的罪行不管不问 如果没有赵顿的指使 恐怕赵川不敢做出这种行为 赵顿听罢哑口无言 只能任由董胡如实记录 此事让董胡获得了 刚正不阿的名声 也让赵顿获得了 古之良大夫的美称 晋陵宫死后 赵顿立公子黑豚为国君 视为晋陈宫 解决完内部矛盾后 赵顿把精力放在解决外部问题上 在与楚国对峙的过程中 赵顿没有选择与楚国短兵相接 而是用外交手段 来争取中原诸侯国 郑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 加上自身不是很强的实力 使得郑国成为了强头草 哪边强就依附于哪边 对此 晋楚两国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晋陈宫上台后 便开始对郑国发兵 郑国看到来势汹汹的禁军 几乎为做任何抵抗 就宣布脱离楚国 重新加入晋国联盟 在此后的数年里 楚国也多次出兵郑国 为此 郑国又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 到最后 郑国同时听从 晋楚两国的指挥 彻底成为强头草 公元前602年 赵顿去世 细缺接替赵顿的位置 成为执政大臣 至此 赵顿时代宣告结束 在赵顿去世之前 晋国在对外霸业上 就无法与楚国相比 随着赵顿去世 晋国逐渐处于下风 楚国则在楚庄王的带领下 开启了新一轮的称霸之路 在楚庄王继位之前 楚国曾发生了一起 惊心动魄的政变 晋楚城仆之战后 楚城王准备策立商臣为太子 对此 大臣窦伯表示反对 他说 商臣过于残暴 不适合当国家接班人 楚城王没有听从窦伯的意见 坚持立商臣为太子 商臣得知窦伯反对自己后 对他心生恨意 并不断在楚城王面前进献谗言 使得窦伯被猜忌 后来 楚城王借故将其处死 窦伯死后的第二年 楚城王也感觉窦伯不太适合做太子 他想立王子职为太子 商臣听到风声后 变得手足无措 于是向自己的老师潘崇 请教应对之策 潘崇告诉他 如果不想做王子职的臣子 也不打算逃往国外 那就可以发动政变 起初商臣比较犹豫 后来狠狠心决定政变 公元前626年10月 商臣和潘崇开始了政变 他们率领自己的禁卫军包围了王公 完全没有戒备的楚城王 成为了阶下囚 此前还对自己毕恭毕敬儿子 如今却杀他 此时的楚城王才想起窦伯的劝告 只是为时已晚 商臣没有给父亲过多忏悔的机会 而是逼其悬梁自尽 大势已去的楚城王 带着遗憾与不甘 结束了一生 曾经威风无比的南方霸主 最终也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楚城王死后 商臣成功继位 他便是前面提到的楚慕王 楚慕王虽然残暴 但能力非常强 他上台后一直延续对外扩张的政策 一路开疆拓土 谋求称霸中原的伟业 但大业未成 楚慕王刻然尝试 他死后 其子雄吕继承王位 视为楚庄王 楚庄王上台后 重用公子谢和斗克 但他们两人都是野心家 他们上台后 就要求楚城王给他们兵权 但被楚城王拒绝了 于是 他们联合起来发动政变 把楚庄王扣为人质 以此来要挟统兵在外的 令尹子孔和太师攀崇让位 后来 子孔和攀崇 经过一弹精密的策划 成功将楚庄王营救出来 并杀死了公子谢和斗克 楚庄王经此一劫 感觉人生苦短 要及时享乐 因此 在他继位的前几年里 都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由于楚城王不理朝政 导致楚国在北方的战果 毁于一旦 公元前611年 楚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此前 楚国南征北战 在南方吞并了数十个小国和少数民族 在楚国强盛时 尚且能控制这些国家 如今发生饥荒 这些小国家密谋 发生叛乱 并以星火燎原之势 席卷南方大地 一时间 楚国内外交困 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样的乱局 楚庄王没有主动迎敌 而是选择迁都 打算将国都从颖都迁到板高 此举遭到了韦甲的强烈反对 他认为楚庄王此举是为了逃跑 不是君王应有的担当 而且他们能去的地方 敌人也能去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韦甲提出反对迁都意见后 随后又给出了应对之策 韦甲的政策从细处着手 目光放得很长远 同时又具备可实施性 楚庄王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他下令调集各地方的粮食给军队使用 要求军队中的官员与士兵同甘共苦 吃一样的食物 享受一样的待遇 以此来提高士气 此时南方最大的叛乱势力是雍国 雍国与楚国相邻 调整完毕的楚军在两国边境与雍军打了一仗 但出师不力 吃了败仗 少量士兵被雍军俘虏 虽然楚军损失不大 但这个战国给了雍国极大的信心 他们居然打败了之前不可一世的楚军 因此乘胜追击 试图歼灭更多的楚军 楚军看雍军士气正盛 索性佯装败退 为了进一步迷惑雍军 楚军一口气输掉了七场战斗 楚军此举让雍国产生了误判 而且这种误判是致命的 他们认为 疲于奔命的楚军已经不堪一击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此时应该一鼓作气将其拿下 就在雍国士兵出现代谢 甚至傲慢时 楚国人找来两支生力军助阵 秦国兵团与八国兵团 楚国人的目标 绝不仅仅是打败叛乱者 楚装王要把雍国从地图上抹去 正当雍国人自以为高枕无优时 灾难降临了 集结完毕后的楚国军队兵分两路 在紫月与紫辈的率领下 从两个方向分进合击 对雍国首都发动前行攻势 参战的 还有以强悍著称的秦国人与八国人 在秦国、楚国、八国的联合围攻下 雍军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 此前的骄傲让他们放松了戒备 最终在三国大军的围攻下迅速溃败 最终国破人亡 平定完雍国叛乱后 其他叛乱国眼见楚国雄风犹在 加之他们是一盘散沙 因此又重新归附了楚国 这场由大饥荒引发的危机暂告安全 此次叛乱的直接原因是由大饥荒引起的 本质原因是 楚庄王碌碌无为 不理朝政导致的 看着不闻事事的楚庄王 楚国大臣们非常着急 其中 吴举和苏从两位大臣多次觐见 试图点醒楚庄王 但楚庄王不但不听劝谏 还下令 再有觐见者一律处死 但吴举并未放弃希望 他打算冒死觐见 于是 用各种谜语典故对楚庄王旁敲侧击 有一次他告诉楚庄王 他见过一只鸟 待在高山上 三年时间从来不起飞 也不鸣叫 以此来暗示楚庄王昏庸无能 吴举说完这些话后 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但此次楚庄王并未生气 而是告诉他 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 三年不动是为了坚定意志 三年不飞是为了丰满羽翼 此鸟不飞则已 亦飞冲天 不鸣则已 亦鸣惊人 这个答案让吴举听得热泪盈眶 认为国家有救了 于是等着楚庄王放弃 娇奢淫义的生活 专心处理朝政 但没过多久 楚庄王又回到了之前的老路 沉迷于酒色之中 另一位大臣苏从实在看不下去 决定冒死觐见 楚庄王见状 便质问苏从 说他已经下令 觐见者死 难道他们不怕死吗 苏从说 如果自己的死能换来国君的勤政联名 他愿意献出生命 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 他不但没有降罪苏从 还命人将酒席撤去 准备和苏从讨论朝政 自此之后 楚庄王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清理朝政 首先颁布了修生养息的政令 然后 诛杀罢出了不合格的官吏 数百人 同时 又把敢于觐见的苏从 无举提拔上来 让他们来主持工作 经过三年的历经图治 楚国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强盛 北上中原的计划 又被提上日程 正当楚庄王不知从何处下手之际 郑国的意外来详 让楚国打开了北进中原的通道 也让楚庄王燃起了 称霸中原的雄心壮志 郑国归附楚国后 楚庄王以郑国为跳板 对中原发起了猛攻 目标直指陈国和宋国 陈宋两国紧急向晋国求援 晋国则集结其他诸侯国前来支援 他们在北林与楚军相遇 一向狂妄自大的禁军外强中干 在楚军的猛扑之下 灰溜溜地逃跑 楚庄王牛刀小事 给中原霸主一记下马威 这一战的胜利 虽然没向成仆之战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对提阵士气与恢复信心 无疑有相当大的作用 北林战役后 楚国缩使郑国进攻宋国 并大获全胜 一举将宋国拿下 晋楚争霸 楚国已经抢得先手 连错进军后 楚国军危大震 公元前606年 楚军大举进攻位于伊川的一支 称为陆魂戎的部落 陆魂戎一路溃退 楚军一路追击 一直追到落水河畔 已经进入周王室的领地 楚庄王打着消灭陆魂戎的旗号 实际上是进攻周王室的领地 想当年楚国不过是周王室 分封的小小诸侯 如今风水轮流转 小诸侯摇身一变成为南方霸主 高高在上的周王室 则跌下神坛 楚庄王在落水河畔 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威武雄壮的方阵 有条不紊的行径 赫声震天 数百辆战车卷起滚滚风尘 把河对岸的周天子 看得胆战心惊 周定王忐忑不安 这个所谓的天下公主 实则如同一个实力平平的诸侯 楚军的药物杨威令他坐卧不安 他害怕楚庄王会突然对自己用兵 为了一窥虚实 他派王孙满以靠军的名义 到楚军大营一探究竟 王孙满带着满车的酒肉 前去求见楚庄王 楚庄王想起当年自己的先祖雄通 因为自己的爵位太低 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 但被无情拒绝的事情 心里怒火中烧 见到王孙满来到营中 他质问道 说周王氏的传国之宝 是当年大宇铸造的九鼎 历经上千年的传承 不知道这九尊铜鼎是否还在 重量多少 楚庄王此番话说得非常直白 他问鼎之轻重 是暗示象征天下至高无上权力的九鼎 应该放在楚国 示威的周王氏已经不配拥有九鼎 楚庄王本想凭借强盛的武力 恫吓王孙满 但王孙满却毫不畏惧地回答 他说 传国之宝在于德 不在于九鼎 这是告诉楚庄王 即便是拥有了九鼎 也不会成为天下共尊 楚庄王见王孙满毫无畏惧 而且没有出让九鼎之意 便告诉王孙满 如果周王氏不愿意出让九鼎 他们楚国可以自己铸造 楚庄王之所以对九鼎如此耿耿于怀 是因为九鼎是权力的象征 在崇尚礼制的时代 君王特别在意自己的爵位 虽然楚国自立为王 但一直得不到中原的承认 在诸侯国眼里 楚国仍然是个子爵 国王只能被称为楚子 只有拥有九鼎 才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王孙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庄王 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大禹在位时 九州诸侯均心悦成福地归顺 因此 拿出自己的青铜 送给大禹筑成九尊大鼎 但夏节荒淫无道 九鼎便从下朝转移到了商朝 后来 周氏推翻了残暴的咒王 九鼎又从殷商转移到周氏 天子有道 鼎虽小却重 天子无道 鼎虽大却轻 因此说 在德不在鼎 周氏今虽衰微 然而天命未改 这九鼎的大小轻重 楚庄王暂时还不能过问 这番话彻底让楚庄王哑口无言 虽然周王氏已经示威 但依然有王孙满这样的能臣 而且各路诸侯还打着尊王的旗号 说明周王氏的国座尚未走到尽头 楚庄王便不再纠缠九鼎之势 应当顺应天命 于是便从落水撤军回国 就在楚国在中原耀武扬威之际 已经完成全力更迭的晋国 再次稳定下来 公子黑豚在赵顿的支持下成为君主 是违禁成功 稳定的政治环境 让晋国有精力去稳定中原诸侯 公元前606年 晋成功集结大军进攻郑国 并一举将其拿下 又一次从楚军阵营转头至晋国阵营 楚国之所以没有发兵支援郑国 是因为楚国内部又发生了叛乱 发起叛乱的是令隐斗娇 令隐是一种官职 执掌国家政权 斗士是楚国的大家族 一直以来都身居政坛核心位置 斗娇的父亲此前担任楚国司马一职 执掌国家的兵马军队 成年后的斗娇子成副业 成为了楚国司马 担任楚国令隐的是斗娇的堂兄弟子班 斗娇为了争夺令隐的位置 与楚国另一位全臣 魏甲和谋害死了子班 斗娇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令隐 魏甲成为了司马 但魏甲是一位野心家 想杀掉斗娇取而代之成为令隐 他的野心被斗娇察觉 于是两人反目成仇 公元前605年 斗娇发动政变 将魏甲杀死 他担心楚庄王兴师问罪 于是干脆下定决心 连楚庄王一起反 楚庄王刚经历大风大浪 不想再另起干戈 他派人向斗娇提出和解 为了表示诚意 他让斗娇从王室子孙中 挑选一人作为人质 楚庄王表示 只要斗娇交出兵权 就既往不救 但斗娇担心这是楚庄王的圈套 不同意谈判 于是双方只能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为了尽快平定叛乱 楚庄王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振奋士气 最终将叛军击败 斗娇在战斗中被斩杀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 战后 楚庄王下令将斗士一族全部斩杀 此次叛乱 虽然让楚国暂时陷入了动荡 但也让楚庄王清除了潜在的隐患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 斗娇死后 孙叔敖成为楚国另引 他上台后 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刑罚 政令 典制 礼仪方面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并进一步完善储君的纪律与制度 在选拔人才方面 他没有采取强硬的一刀切措施 而是兼顾王公贵族与平民的利益 同时 从他们中间任用人才 在对外战争方面 他制定出稳扎稳打的策略 有把握的账要坚决出击 没把握的账就坚决不打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 使得楚国面貌异新 他们不再是蛮夷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建制文化 稳定完国内环境后 楚庄王再次把目光描向中原 而北上中原的第一站 依然是郑国 由于郑国夹在进楚两国国家之间 使得他非常难做 最后彻底沦为墙头草国家 没有原则 没有立场 既听从楚国的号令 又顺应晋国的安排 以此来保全自己 起初郑国的这种做法 得到了进楚两国的谅解 毕竟夹在中间 确实难做人 但墙头草的风格 不能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进楚两国 在郑国问题上 发生直接冲突时 没办法同时兼顾 两个大国的利益 久而久之 楚庄王也不再接受 郑国两边倒的行为 准备发兵征讨 公元前六百年 楚庄王再次对郑国用兵 郑国见状 立马向晋国求援 此时的赵顿已经去世 接替他位置的人是细缺 他亲自率军前去支援郑国 并挫败了楚军的锐气 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让民众很开心 但郑相公却陷入深深的担忧 虽然此次郑国 在进军的帮助下胜利了 但楚国还会兵临城下 进军并不能保证 每次都准时前来救援 想到此处 郑相公决定 再次向楚国投降 晋国得知郑国叛变后 联合其他诸侯国前来争讨 由于楚国救援不及时 郑国再次宣布叛变 加入晋国阵营 郑国的叛变频率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郑国百姓来讲 起初还有些国家情怀 后来他们发现 无论郑国导向哪一国 他们的生活都不受影响 于是 把郑国的来回叛变 当作茶余饭后的乐子 楚庄王眼见郑国叛变 再次派兵前去讨伐 晋国派是会率兵前去救援 并在营水击败了楚军 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叛变 晋国从各个诸侯国抽取了一部分士兵 组成了一支防御部队 驻扎在郑国 以抵御楚国的入侵 公元前598年 楚庄王再度率军攻打郑国 留在郑国的防御部队眼见 楚军来势汹汹 没有过多抵抗就撤出了郑国 楚庄王不费吹灰之力 再次拿下了郑国 拿下郑国后 楚国又把目标描向了 与郑国相邻 夹在进楚之间的陈国 此次楚庄王攻打陈国 是打着平叛的旗号 陈国内部发生的这场叛乱 虽然规模不大 但非常令人大跌眼镜 陈国有位大夫名叫玉叔 他有一位非常美艳的妻子 名叫夏姬 玉叔命短 他去世之后 夏姬被陈国国君陈灵公 大夫孔宁 姨父三人同时看上 陈灵公不但没有独占夏姬的念头 还主动与另外两人一起分享夏姬 更离谱的是 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内衣 在朝中哗众取宠 此事让陈国大夫谢也看不下去 他痛批陈灵公三人的行为 陈灵公大为恼怒 莫许孔宁 姨父两人杀死了谢也 然后继续和夏姬淫乱 公元前599年 陈灵公三人在夏姬家淫乱完后 开始调侃夏姬儿子夏征书的长相 言下之意 暗示夏征书并不是大夫玉书的儿子 而是夏姬和别人乱伦的产物 夏征书听后大怒 当场便杀掉了陈灵公 孔宁和姨父害怕夏征书追杀自己 索性跑到了楚国投降 陈国太子闻风之后也跑到晋国避难 夏征书看国君位置空缺 便自立为国君 楚国得知此事后 以平叛的名义出兵讨伐陈国 并升勤了夏征书 将其以弑君之罪处以车裂的酷刑 就此之后 楚国实现了对陈国的彻底控制 将其化为楚国的一个县 郑乡公看到陈国被灭后 心里十分害怕 此前面对楚国的攻打 只要低头归顺 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依然能安稳地坐在君王的位置 此次楚庄王灭掉陈国的行为 让郑乡公心惊胆战 他害怕以后楚国会灭掉郑国 并将其化为楚国的土地 于是又转头进国 楚庄王眼见郑国被判 并没急于前去攻打 而是反思自己对待陈国的方式 有不妥之处 于是主动恢复了 陈国的诸侯国地位 并归还了陈国的土地 以此来消除影响 解决完陈国问题后 楚庄王又转头处理 郑国叛变的问题 他像往常一样 把部队推到郑国城下 以为郑国建大军到来会乖乖投降 没想到 此次郑国不但没有投降 反而抵抗得非常激烈 楚军连续攻城 十几天都没攻破郑国的城门 但郑国也到了防御的极限 很难抵挡住楚国下一波攻击 此次郑乡公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别出心裁地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他率领一大群人跑到郑国太妙痛哭 郑乡公带头哭得撕心裂肺 情真意切 城中百姓健壮 也跟着放声痛哭 一时间哭声弥漫在城市上空 郑国人的哭声不但打动了自己 也打动了楚国人 最后连楚庄王都被感动了 他考虑到挨兵必胜 不宜继续攻城 于是下令后撤 郑国人利用楚军后撤的时机 抓紧时间抢修城墙 预防楚军再次来返 没过多久 楚庄公从郑国人的哭声中晚了过来 再次组织大规模攻城 郑国一边积极防御 一边等着靖国来相救 但郑国一直等了三个月 都没盼来楚军的影子 最终郑国不敌 被楚军攻破城门 郑相公裸露上身 牵着一只羊主动出门投降 郑相公对楚庄王说 楚国作为胜利者 可以随意处置郑国 即便将郑国瓜分也可以 但如果楚国念及之前的情分 希望楚国可以把郑国当作自己的一个县 他可以帮助楚国继续治理郑国 楚庄王见郑相公是个能屈能伸的人 必然平时也会取信于民 说明郑国还不到王国的地步 于是下令大军后撤三十里 已表示对郑相公的尊敬 并同意签订成下之盟保全郑国 但郑国必须归附楚国 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反复跳墙 楚庄王要求郑相公派弟弟前往楚国作为人质 相较于楚国的雷厉风行 晋国的行动非常迟缓 经过了数月的激烈争吵后 晋国终于决定去救援郑国 于当年六月份清朝出动 打算和楚国来一场大决战 但行至半路时突然得到消息 说郑国已经投降了 得知郑国已经投降的消息后 在是否继续前行的问题上 禁军内部出现了分歧 以巡邻赋为代表的阵营认为 此时的楚军已经无懈可击 楚庄王在应对郑国归降问题上有理有据 占据道德制高点 而且楚国内部已经十分稳定 尽管国家连年征战 国内的生产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另外 楚军现在人才积极 相互之间各自分工通力合作 这样的楚军是不可战胜的 但另外一位晋军大将仙胡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寻邻赋的做法是懦弱的行为 在他看来宁愿战死 也不愿做一个懦夫 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率先渡过黄河 独自前去挑战楚军 仙胡的行为迫使禁军高层改变了计划 不得不全体出动 渡过黄河与楚军交锋 楚军得知禁军已经渡过黄河尾随而至时 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楚庄王的宠臣武参 主张与禁军决战 他向另引孙书敖提议 让楚军继续北上与禁军决战 孙书敖对武参的建议置之不理 孙书敖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因为楚国连年征战 此时需要休养生息 不能穷兵独武 另一方面是因为武参是楚庄王的宠臣 所谓的宠臣就是供君王玩乐的男宠 论地位 宠臣是不能参与军国大事的 孙书敖作为一代名臣 不想和这样的人为伍 武参虽然是男宠 但也颇有谋略 眼见向孙书敖建议武国 他便直接向楚庄王建议 希望能北上迎击禁军 为此还给出了理由 武参认为 巡林副刚任三军统帅不久 军中的威望不及之前的赵顿 部下不一定听从他的命令 而且禁军三军指挥系统非常混乱 战斗力大打折扣 此时主动前去迎敌能出奇制胜 武参说的并不无道理 但楚庄王心底里不愿意和禁军正面交锋 害怕遭遇失败 武参作为楚庄王的男宠 看透了他的疑虑 于是用激将法来劝说楚庄王 他说楚国百姓都知道 此次出征是楚庄王亲自挂帅 如果不战而走 恐怕会影响君王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这番话激起了楚庄王的好胜心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面子之间 他果断选择了后者 于是当即下令掉头北上 已经渡过黄河的禁军 仍未达成一席 内部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此时 楚庄王却派人前来谈判 希望双方以和为贵 原来楚庄王下令北上后觉得不妥 但又不能随便更改命令 他既想要面子 又不愿意与楚国交战 于是想出了和谈的办法 禁军主和派眼见楚军主动辅软 内心激动不已 但表面上仍故作镇定 和楚军使者谈判 最后双方达成一致 各自主动撤军 仙湖得知禁军同意求和 内心十分不愿 他跑去和楚国使者说 虽然双方同意和谈 但禁军出发时 禁国国军下达的是主动迎敌的命令 他将遵守禁国的国军的命令 继续与楚国一战 但这次和谈 虽然由于仙湖捣乱出了点问题 但很快 楚庄王又一次派使者到禁营 与寻林副达成和平协定 眼看一场千歌将歇 意外却发生了 有几个楚国勇士 为了展现自己的勇敢 公然对禁国人进行挑衅 他们三人驾驶着战车 在禁军面前耀武扬威 展示自己高超的战斗技术 同时还做出诸多挑衅的动作 完全不把禁军看得严厉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还冲进禁军兵营 掳走了一名士兵 将他的耳朵割下来进行示威 完成这些挑衅行为后 他们又驾驶战车返回楚军大营 楚军士兵得知三位勇士 对禁军的羞辱后 整体一片欢腾 但此事在同样有着 上午传统的禁军看来 简直是奇耻大辱 为了赢回面子 禁军也选出几名勇士 前去楚军阵前挑衅 一来二去 单兵之间的挑衅 变为小规模战斗 随后 小规模战斗引起了大规模战役 就这样 一场本来已经掩齐息鼓的战争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爆发了 这便是有名的毕之战 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孙叔敖眼见苗头不对 于是下达了全面战争动员令 而禁国这边还未准备充分 三军统帅 巡林副事前并未做好 扩大战争的准备 甚至在战争全面爆发后 巡林副依然幻想 能通过河潭来制止战争 从这个层面来看 禁军已经处于劣势 而且从整体训练水平来看 储军也更胜一筹 公元前597年6月 禁军和储军爆发了大决战 在训练有素的储军面前 禁军仅用了一天就败下阵来 世会是禁军中最有才干的一位将领 他认为禁军阵形已乱 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 为了掩护大部队 安然渡过黄河完成大撤退 他一边派兵假装与储军硬拼 一边安排禁军有条不紊的撤退 使得禁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 储军大胜之后 有将领提出建议 把禁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一座高丘 在上面树立一块战功碑 以此来记录储军的丰功伟绩 但储装王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说五字是由纸歌二字构成 当年周武王战胜商咒 就收起干戈 寻求有德之人来治理国家 所以 他的武德受到千秋万代的景仰 周武王的武德有七个方面 禁止残暴 消极战争 保护国家 否定百姓 续定功绩 安和人民 丰厚财富 现在储国对禁用兵 没有以上任何一项美德 古代英明的君主 捕杀不义之人 将他们的尸体堆成山丘 是为了惩戒邪恶 现在禁国无罪 禁国士兵是为国卫军进中而战死沙场 不能侮辱他们的尸体 从储装王这段话可以看出 他虽然霸道 但霸道之中也充满了王道 此役过后 禁国无法在中原一带与楚国争锋 楚国凭借此意 势力到达了巅峰 一些实力不强的小国主动前来归附 楚国则成胜追击 把宋国定为下一个攻伐的目标 在征讨宋国以前 储装王准备先拿下宋国东南的萧国 萧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 起初 储装王并未将其放在眼里 认为只要大军开至萧国城下 对方就会不战而降 奇料 萧国不但主动抵抗 还挫败了楚国的进攻 并俘虏了对方两员大将 宋国看出楚国的真实意图 出于纯王齿寒的考虑 宋国派兵前去协助萧国 如此一来 楚国攻城的难度大大增加 于是 储装王派人前去萧国谈判 说只要他们释放被俘的两名 楚国将领 楚军就会撤军 但萧国不但没照做 反而处死了两名楚国将领 楚装王得知以后暴怒 决心要踏平萧国 在绝对实力面前 萧国最终没有抵挡住 楚军的进攻 不久之后便被攻破城池 宋国见萧国灭亡 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 但此时的楚装王 格外重视道义 讨伐他国的时候 必须师出有名 否则就不能很好的鼓舞士气 就有可能兵败者几 面对与自己无冤无仇的宋国 楚装王一时之间 没有想出出兵理由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兵理由 楚装王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他打算通过牺牲别人的方式 来挑起事端 被牺牲的人名叫申州 二十多年前 申州跟随楚慕王征讨宋国时 宋国不战而降 当时申州曾在众人面前 羞辱过宋昭公 这对于异国之君来说 是一个奇耻大辱 楚装王得知此事后 便命申州出使齐国 由于出使齐国需要经过宋国 楚装王命他不用跟宋国通报 直接穿过宋国即可 申州知道自己以前羞辱过宋国国君 宋人对他恨之入骨 如果不事先通报 被宋人发现肯定会被杀死 于是申州拒绝了楚装王的请求 楚装王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如果他被宋国人杀死 他就会出兵为其报仇 申州听后当即明白了楚装王的意图 但他无可奈何 只能领命前去执行 当申州穿过宋国土地时 宋国毫不犹豫地将其逮捕 并将其杀害 申州被杀的消息传回楚国后 楚装王当机立断 立马点兵前去征讨宋国 公元前595年 楚装王亲自率军前去攻打 很快便包围了宋国国都 自从申州死后 宋国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准备和楚国决议死战 宋国自身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之所以敢和楚国硬碰硬 是因为他们觉得 晋国一定会前来相助 当年成仆之战 也是楚国与宋国先开战 而后 晋文公率领晋军援救 最后大败楚军 但如今的国际形势 和晋文公时期相比并不一样 眼见宋国被围攻 周边的小国不但没有前来救援 反而主动讨好楚国 鲁国大夫孟宪子提醒鲁宣公 要想避免被大国欺负 就得提前主动上贡 等到大货临头之际 再行贿就来不及了 如今楚国已经打到宋国 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鲁宣公听后 立马派人前去 向楚装王进贡 以此来换取和平 宋国得知林国没打算前来相助后 使得硬着头皮继续和楚国对抗 战争一直从当年九月份 打到次年一月份 宋国唯一坚守下去的动力 就是寄希望于晋国发兵来救 此时晋国国军已经是晋景宫 他打算出兵相救 错一错晋军的锐气 但大臣们却极力反对 他们说现在上天正眷顾楚国 不能与之争锋 晋国虽然强大 但不能违背天意 为了避免战争 晋国大臣已经把老天 拿出来做挡箭牌 但晋景宫认为 晋国是中原霸主 有义务保护诸侯国的安全 如果畏畏缩缩 有损晋国的威名 但又害怕再次落败 于是晋景宫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派晋国大臣谢阳出使宋国 目的是告诉宋国军臣千万不要投降 并骗他们说 晋国的援军已经出发 很快就能到达前线 谢阳了解到具体任务受 虽然很难违情 但也硬着头皮去了 谢阳去宋国的过程中需要经过郑国 此时的郑国已经是楚国的附庸 他们便逮捕了谢阳 并把他交给楚国处理 楚庄王见到谢阳后 并未杀他 而是设验款待 并承诺会释放他 作为交换条件 谢阳需要告诉宋国国军 晋国不会前来救援 谢阳为了自保 假装答应了 此时 楚军已经围城四个月 楚庄王急于结束这场战争 楚庄王把谢阳带上楼车 让他对城中的宋军喊话 谢阳登上楼车后 对着城内的宋军大喊 说进军的援军马上就到了 让他们一定要继续坚守 楚庄王听后立马让人把谢阳拉下来 楚庄王虽然非常生气 但并没有杀谢阳 他认为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 即便杀了谢阳也于事无补 于是将其释放 从这个方面来看 楚庄王的胸怀足够宽广 宋军听完谢阳的话之后 抱定了坚守城池的决心 于是决心和楚军周旋到底 一直到了五月份 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 此时 楚军已经围城超过了九个月 宋国已经淡尽粮绝 楚军出现了军心动摇 楚庄王担心晋国趁虚而入 于是打算退兵 但申州的儿子得知 楚庄王退兵的消息后前来哭诉 他说 自己的父亲用生命换来了 出兵伐送的机会 不能说放就放 楚庄王当初承诺为申州报仇 如果半途而废 就会让他失去信用 左右为难之际 一个名叫申叔的人 为楚庄王献上计策 他说现在宋国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已经接近极限 此时应该对宋国实施心理战 可以让士兵们假装在城外重地 制造出一种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样就能击溃宋国人的心理防线 让他们主动来详 楚庄王听罢 惊呼这是一条妙计 于是命令士兵们脱下铠甲 准备开荒重地 宋军眼见楚军不但没有撤退 还开始在城下重地 内心顿时慌了 没过多久 宋军统帅化缘便潜入楚军大营 找到楚军三军统帅子返 他告诉子返 宋军已经弹尽粮绝 支撑不了多久 他们的国军打算投降 但国军想要个面子 如果楚军能后退三十里 他们就主动来想 如果楚军非要签订城下之盟 宋军只有玉石俱焚了 很显然 宋军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只是想体面一点 对于这个要求 早已萌生退役的楚庄王 选择了同意 为了防止宋军反悔 他们把化缘当作人质带到楚国 至此 历史九个月之久的围城战结束 楚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面对宋国被入侵 不但没有发兵救援 反而以欺骗的方式 让宋军陷入了尴尬境地 再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让晋国的威信大打折扣 此时的楚国已经如日中天 在楚庄王的有生之年里 晋军再也没敢与之争锋 四年后 再为长达二十二年的楚庄王去世 在他的执政生涯里 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扩张 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 楚庄王最终也全面占据上风 面对国内叛乱 他能从容面对 面对国际局势 他在先祖们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当之无愧地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关于春秋五霸有诸多版本 但齐桓公 晋文公和楚庄王 在任何版本中都稳居其中 这也是后世对他们的肯定 他们的存在 也是春秋大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碧之战中惨败的晋国 不敢继续和楚国针锋相对 他们把扩张重心从南方诸侯国转移到了北方戎敌 对晋国来讲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晋国一直和戎敌保持着弱敌弱友的关系 当年晋文公流亡的时候 就曾在敌国待了很长时间 并娶了敌人女子为妻 在晋国横扫中原时期 敌人一直不敢进犯中原 后来 晋国在与楚国的争霸中处于下风 敌人则趁势而动 此前 晋国忙于和楚国争霸 无暇顾及敌人的侵扰 敌人则得寸进尺地对晋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晋国在碧之战惨败后 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先胡 担心受到惩罚 于是派人到敌国怂恿敌人攻打晋国 只要推翻晋国政府 他就可以善后 不但能逃脱惩罚 还能捞取利益 在仙胡的唆使下 敌国对晋国发起猛攻 虽然晋军的素质比不上储君 但跟敌人相比 却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在强大的晋国面前 敌人被痛击 后来 晋国在俘虏口中得知是仙胡从中作祟 晋警公下令逮捕仙胡 并将其族人全部诛杀 随后 晋警公让巡林副统帅大军 前往征讨斥敌 作为中军元帅 巡林副对避之战的失利 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但晋警公仍然让他官复原职 这种信任 令巡林副感激涕零 决心以一场完美的胜利 报答国军的信任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晋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就将北方大部分遗族拿下 对遗族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后 晋警公想起了尊王攘仪 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宪福活动 以表示对周天子的尊敬 周天子也非常合时宜地 表达了对晋国的支持 这让晋国逐渐从 被楚国打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继续雄霸一方 平定遗族后 晋国想拉拢齐国 虽然齐国自管仲 齐桓公之后已经没落 但凭借深厚的底蕴 依然在东方继续称霸 公元前592年 晋国准备召开诸侯会议 于是派上军副司令系克出使齐国 系克是晋国的后起之秀 也是新任三军总司令市会的部下 派他前往齐国 是为了表示对齐国的尊敬 同时到齐国访问的人 还有鲁国、魏国和曹国的使者 但这四人身上都有生理缺陷 晋国的系克是独眼龙 鲁国的纪文子是秃顶 魏国的孙良夫是脖子 而曹国的公子手是个驼背 齐寝公眼四位使者各个都有特色 想拿他们的生理缺陷 逗后宫女人开心 故意搞了一场恶作剧 他安排四位同样有生理缺陷的马夫 为他们驾车 并让自己的母亲 以及后宫嘉丽在帷幕后面观看 当他们四位依次走上台阶时 帷幕后面的女人们发出响亮的笑声 这让四位使者极为恼怒 晋国使者系克见状立刻掉头走人 他回到晋国后 向晋景公汇报齐国对晋国的侮辱 并请求发兵攻打 但晋景公不想得罪齐国 没有同意系克的请求 在随后的诸侯会议上 齐寝公派了四位使者前去参会 四位使者听说 系克一直在伺机报复齐国 其中一位使者当即跑回齐国 与此同时 鲁、魏、曹三国联合抗议齐国参会 晋景公眼见齐国引起了公愤 为了不得罪其他国家 他将齐国的三位使者扣押 本来晋国想与齐国联合 但因为外交使臣风波彻底交误 公元前591年 晋国与魏国联合出兵攻打齐国 并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 鲁国眼见晋国报仇成功 也准备为之前被羞辱一事报复齐国 但鲁国实力有限 不是齐国的对手 于是鲁国向楚国求援借兵 当时楚庄王还在世 欣然答应了鲁国的请求 就在鲁国下达战书准备争讨之际 楚庄王突然病逝 齐寝公利用楚庄王去世的空档 立刻派人前去斡旋 并达成秘密协议 新上任的楚公王一改之前 楚庄王的政策 转而和齐国联合攻打鲁国 鲁国见状 立马派大夫赃宣到齐国求援 赃宣第一时间找到了细克 细克在国内是强硬派人物 加之此前被齐寝公侮辱 于是满口答应鲁国的请求 并说服了晋景公出兵讨伐鲁国 得到晋国的承诺后 鲁国决定攻打齐国 公元前589年春季 齐鲁战争爆发 齐寝公的男宠鲁仆被俘 齐寝公非常心疼 他向鲁国放话 只要能释放鲁仆 他愿意就此撤兵 鲁国人对齐寝公恨之入骨 直接把鲁仆杀死 将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 齐寝公见状大怒 亲自在战车上雷鼓鼓舞士气 在齐国强大的攻势下 鲁国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缓解鲁国的压力 魏国统帅孙良夫 立马率兵攻打齐国 由于此前孙良夫 也被齐寝公羞辱过 所以魏国人对攻打齐国 也非常积极 但魏国毕竟是一个小国 与齐军相遇后被打得溃败 孙良夫认为 只有拉靖国进来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 于是亲自前往靖国 找细克搬救兵 一同前往靖国的 还有鲁国使者张宣 此前鲁国虽然和靖国达成协议 但晋景宫却迟迟不肯出兵 刑急之下 细克带领两位使者去找晋景宫 并警告他 说魏国与鲁国都是靖国的重要盟国 如果此时不支援他们 后续齐国与楚国联合起来 拿下他们两国 晋国在东方的势力将受到重创 楚国会席卷中原 届时 晋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在细克的软硬尖尸下 晋景宫终于同于发兵 为此 细克向晋景宫申请了一支 晋国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浩浩荡荡地开往齐国 准备一雪前耻 面对来势汹汹的晋国大军 齐景宫并未感到害怕 反而有一丝兴奋 他想利用此次机会大败晋国 重塑齐桓公时期的霸主荣光 于是主动下达战书 约定双方决战时间 没过多久 决战的日子到了 双方都严阵以待 而且士气饱满 齐景宫迫不及待地发起攻击 他身先士族的驾驶战车 往晋国大军冲去 细克也不甘示弱 亲自雷鼓为将士们加油打气 在一阵阵战鼓声中 双方将士进行了惨烈的厮杀 细克在雷鼓的过程中 被齐军的流石所伤 但他没有停下停止雷鼓 而是咬牙坚持 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便想停下雷鼓 但他回头一看 自己的战车驾驶员 手臂上插着一支剑 身边的战车诱护卫 也都不同程度地受伤 而且比他严重很多 细克剑撞 不好意思临阵退缩 于是硬着头皮 打起精神强行雷鼓 并冲锋在最前面 晋军见自己的主帅如此勇猛 发了疯一样向齐军冲去 齐军虽然实力不弱 但作战经验不如晋军丰富 晋国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早就习惯刀林剑雨的血腥战场 渐渐地齐军顶不住了 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遭遇战变成一边倒的追击战 齐军支撑不住 开始溃退 一直败退到滑不住山地区 晋军紧紧咬住不放 齐军就顺着滑不住山的山路地带逃 晋军在后面追 就这样绕圈子 绕了滑不住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爵一马当先 亲自驾驶战车去追击齐军公 一般来讲 他应该站在战车左侧 驾驶员居中 右侧还有一名护卫 齐军公见他像是身份显贵之人 便吩咐左右不要射杀他 因为射杀君子有为武士精神 便下令射杀左右两侧的护卫 韩爵见护卫身处险境 把他们挡在身后 继续驾驶战车追逐齐军公 这便是春秋时期的武士精神 面对敌人不偷袭耍滑 对待下属倾力相护 春秋时期之后 武士精神基本上被抛弃 兵不厌诈成为了主流 面对韩爵的穷追不舍 齐寝公的战车护卫 冯丑妇心生遗迹 他提出和齐寝公互换衣服 没过过久 韩爵就追上齐寝公的战车 他此前没见过齐寝公 便凭借衣服来判断 韩爵见冯丑妇一副国君的模样 坐在车上 当时的礼仪 手执马的缰绳 徐徐走到冯丑妇跟前 先礼后兵 又是敬酒又是献狱 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把他抓了起来 冯丑妇趁韩爵客套之计 以命令的口气 让伪装成护卫的齐寝公前去取水 齐寝公心领神会 借机逃脱 然后韩爵带着冯丑妇到戏克面前领赏 戏克此前监国齐寝公 自然认得他的模样 他见到韩爵带来的并不是齐寝公 才知已经上当 他打算杀掉冯丑妇来消怒气 冯丑妇却为自己辩解说 自古以来 从未有一位肯冒充国君 并为之承担祸患的英雄 如今有一位这样的好汉 站在面前 阁下要杀他吗 此话一出 不但打消了戏克的怒气 还让他肃然起敬 并将他释放 冯丑妇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 不但为齐寝公解了围 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齐寝公逃脱后 立马重整残兵 多次冲入禁军阵营 试图营救冯丑妇 以报答救命之恩 作为一名君王 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属不易 禁军看到齐寝公 带领残兵前来营救 禁军不但没有杀他 反而在战前为其拍手喝彩 可能士兵都希望 为这样的君王效力 春秋时期的战争很残酷 但也处处充满了贵族精神 武士精神 这场战争以齐国失败而告终 因为会战地点在安地 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安之战 战后 齐寝公派人向细克求和 细克提出两个要求 其一 把齐寝公的母亲送来晋国当人质 其二 把齐国的田地都改为东西方向 细克的第一个要求是为了一雪前耻 归还齐寝公之前对自己的侮辱 第二个要求 则是让齐国重新修整道路 在农耕时代 道路的走向基本上都依照田母的方向 让齐国把田地改为东西走向 就是让齐国把道路修成东西走向 为晋国后续发兵齐国 提供便利 面对这两个苛刻的要求 齐国特使据理力争 但细克不为所动 坚持要求齐国人遵守 后来齐国特使表示 可以献上宝物和部分土地给晋国 以示诚意 如果晋国坚决不受 齐国就重整兵马与晋国决议死战 看到齐国特使态度如此坚决 鲁国和魏国不淡定了 他们害怕把齐国逼得太紧 会促使楚国介入 他们只想出出气 不想得罪楚国 于是主动找细克为齐国求情 细克感觉到之前的条件过于苛刻 眼见鲁国、魏国前来说情 便顺水推舟 答应了齐国的要求 安之战过后 晋国已经彻底从 避之战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并捍卫了自己北方霸主的地位 而齐国的势力大大被削弱 无力与晋国对抗 眼见晋国取得胜利 楚国坐不住了 准备立兵木马北上中原 为此 楚国派出使者联合齐国 让他们做好配合工作 此次前往齐国的使臣名叫乌臣 除了申卑出使齐国的任务外 此次乌臣北上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美人下机 前面已经讲过部分下机 在陈国的风流运势 因为一个女人闹得陈国家国破败 当时 楚庄王拿下陈国后 被下机的美貌所吸引 他想把他招至后宫长期霸占 乌臣见状出来阻止 他说 下机是个不祥的女人 如果霸占她 可能会为楚国招来灾难 楚庄王不是个昏君 他感觉乌臣说的有道理 便打消了霸占下机的念头 楚庄王退出后 楚国三军统帅子返 看上了下机 想据为己有 此时乌臣又出来阻止 说下机此人客夫 许了他对自己不利 子返听后也打消了念头 乌臣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 劝说别人放弃对下机的占有 并非因为他正直 而是他想把下机占为己有 当他第一眼看到下机时 便失魂落魄 发誓此生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接连劝退了楚庄王和子返 但接连劝退别人后 自己也不敢在楚国下手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欺君网上 结果下机被楚国另外一位官员 湘老捡了路 仅仅过了一年 湘老在避之战中战死 尸体也被楚国人抢走 湘老死后 他的儿子黑药 贪恋自己后妈的美色 整天想着跟下机通奸 乌臣见状 不想继续等待 主动前去 向下机表明购合之心 下机被他泉水般喷涌的爱感动 打算接受乌臣 不过下机已经是楚国人 不能随意离开楚国 为此 乌臣想出一条计策 他暗地里买通郑国使臣 让使臣转告楚庄王 说乡老的尸体已经在郑国 但必须由下机前去认领 对于郑国使臣的说辞 楚庄王半信半疑 乌臣见状在一旁添油加醋 让楚庄王相信了郑国使者所说为真 于是 同意放行下机前去认领尸首 下机临行前对楚国官员说 如果找不到乡老的尸体 就不回楚国了 表现出一副十分忠贞的样子 将下机送到郑国后 乌臣还不能娶他为妻 直到楚庄王去世后 乌臣认为时机已到 恰巧楚共王需要派人前去出使齐国 乌臣便主动领命 临行前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 准备和下机共度下半生 乌臣领命出使齐国后 行至郑国便止步不前 他让人把送给齐国的礼物带回楚国 然后带着下机准备逃往晋国 因为晋国和楚国处于争霸阶段 只要到晋国才能让下机逃过楚国的追捕 乌臣来到晋国后 在细克的儿子细致的举荐下 成为了晋国的行大夫 乌臣和下机远走晋国的消息 传到楚国后 自反猝意大发 本来属于自己的美女被人拐跑了 心里愤懑不平 他向楚共王提议 用贿赂的手段来离间乌臣与国军的关系 楚共王选择了拒绝 他告诉子反 如果乌臣对晋国有用 即便花钱贿赂 也很难离间他们的军臣关系 如果乌臣没用 即便不花钱 早晚也会被弃用 子反听罢 只能哑巴吃黄连 任由乌臣和下机独自逍遥 乌臣风波过后 楚共王并未放弃北上的计划 公元前589年 楚国另隐 子仲 率领大军北上 目标直指鲁国与卫国 这是后楚庄王时代 楚国的第一次大举用兵 楚庄王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 离不开国民的支持 在出征之前 他做了几件汇集人民的事情 其一 楚国举行全国普查 国民欠下政府的租税 一律免除 其二 对孤苦无依的百姓 国家给予救助 其三 赦免国内罪犯编入军队 楚国常年对外用兵 但国内政治一直比较稳定 这与楚国政府重视民生 是分不开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 魏军节节败退 很快便主动投降 随后 楚军又剑指鲁国 鲁国选择不战而降 并主动赠送一百名工匠 织布公给楚国 还从王室中 挑出一批人送到楚国做人质 借着两战全胜的余威 接着 在鲁国蜀城 召开了一次诸侯会议 参会的诸侯国多达14个 除了晋国没来之外 创下历任诸侯国会议 参加国数量之最 除了晋国没有参加之外 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悉数到场 晋国见楚国士气正胜 选了碧其锋芒 公元前588年正月 诸侯国会议结束 晋国见储君已经撤军难返 于是 晋国以讨伐郑国为名 要求鲁国 宋国 魏国 曹国 一同前往 这些小国不能拒绝晋国的号召 于是应声前往 五路联军浩浩荡荡杂杀向郑国 结果行至半路被郑国伏击 除了晋军保持阵型外 其他联军一哄而散 晋军见状只好撤退 此时 晋楚双方尚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 虽说 楚国此前成功召开了大规模诸侯会议 但那些小国都是墙头草 只会做表面文章 根本不会为他们出力 只有郑国这样彻底归附的国家 才可能尽心尽力 此前由于楚庄王赦免了郑国 对此 郑国一直对楚国忠心耿耿 但后来 楚国在处理郑国与其他小国矛盾的时候 伤害了郑国的利益 郑道公心有不甘 但又不敢跟楚国翻脸 于是派人前去晋国 商讨脱离楚国 归附晋国事宜 晋景宫见状大喜 立马派人前去和郑国签订盟约 因为楚共王的一次偏袒 拱手把郑国推到了晋国阵营 面对郑国的背叛 楚国再次前去征讨 公元前584年秋天 楚国令营 子仲 新帅大军侵入郑国 已经从失败阴影走出来的晋国 给了楚国当头一击 此时的楚国才意识到 晋国已经完成了战备升级 摆脱了之前恐惧楚军的心理阴影 为了进一步取得晋楚争霸的胜利 投降晋国的楚国旧臣乌臣 提出一个策略 其核心内容是 在楚国大后方培植一个势力 共同来对付楚国 而这个势力就是吴国 乌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为晋国出谋划策 是因为他叛逃至晋国后 他的族人遭到了大清洗 整个家族都被屠戮殆尽 乌臣制定的这个策略 就好像在楚国背后插上一根刺 吴国是与周王朝同脉同性的国家 吴国的建立者是周文王的叔叔太博和仲庸 他们为了避免与自己的弟弟激励争权 主动来到了这片蛮荒之地 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这片区域 后来周武王把这片区域封为吴国 到了晋楚称霸时期 吴国还是一个小国 他们学习楚国的方式自立为王 在晋景宫时期 吴国的国王是寿梦 乌臣连吴抗楚的建议得到晋景宫认可后 他便主动请英出使吴国 并带去了中原地带的战车 吴王寿梦是一个很有雄心报复的人 他对乌臣的来访表示了欢迎 并很爽快地答应与晋国建交 此后 乌臣将带去的50辆战车送给吴国 并留下了一批军官 在晋国军官的帮助下 吴国军队的作战水平突飞猛进 为了检验自身的战斗力 吴王寿梦当即率人前去攻打楚国 并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 吴国军队的战斗力令人惊叹 眼见吴国迅速崛起 晋景宫出现了担忧 他害怕吴国会成为下一个楚国 于是 趁吴国未强大之前软硬兼施 打消其觊觎中原的野心 此时的吴王已经感觉到 晋国对自己的打压 但两者还未出现大的矛盾 因为两者在对待楚国问题上的利益 是一致的 晋国一边与吴国联合起来对抗楚国 一边利用各种机会与楚国寻求和谈 公元前582年 晋景宫在巡视军府的时候 看到一个楚国俘虏名叫忠仪 晋景宫见他仪表堂堂 并从他口中得知楚共王的一些信息 为了表达诚意 晋景宫把忠仪放回楚国 忠仪回到楚国后 向楚庄王汇报了晋国寻求和谈的愿望 楚共王听后非常欣慰 并决定派太宰公子陈出访晋国 晋景宫对楚国的来访非常高兴 并于次年派使臣前去回访 有了这几次交流 晋楚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 就在关键时刻 晋景宫突然去世 给两国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 晋景宫是晋国由衰转胜的人物 他刚接手晋国时 晋军刚经历了避之战的失利 后来经过他不断力经图治 才使得晋国重新与楚国分庭抗礼 晋景宫去世后 晋立宫继位 由于晋景宫突然病逝 晋楚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后来宋国执政大臣华元 凭借自己与晋楚两国首席大臣不错的关系 撮合两国进行了会谈 公元前579年 在华元的努力下 晋楚两国达成了久违的和平协议 晋楚之间的这次和解 也被称为是米兵之会 这次和解并不是双方打心底里祈求和平 而是双方势均力敌 谁也无法打垮对方时的妥协性产物 同时也是以宋国为代表的中原诸侯 在饱受战乱后 希望实现和平的一种意愿 一旦实力天平发生倾斜 和平局面会立马被打破 晋国利用和楚国休战的机会 准备拔除西部的最大威胁秦国 为了占据道义制高点 晋国在出兵前 派人给秦国送去一份绝情书 把几十年来双方的恩怨都推到秦国头上 并以此作为出兵的理由 随后 晋国便纠集了九路诸侯 一起攻打秦国 为了一举拿下秦国 晋国几乎是清朝出动 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下 秦国被打得溃败 晋国对秦国的行动 让楚国人产生了怀疑 他们觉得米兵之会 只是晋国的一个幌子 后续晋国还会和自己兵戎相见 公元前576年 晋力宫召集了诸侯会议 以此来确定 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面对晋国的不断扩张 楚国内部 关于北上中原的呼声 越来越高涨 后来楚公王也认为 如果再不出兵北上 楚国在中原的战果 会被晋国一点点蚕食掉 公元前576年 楚公王对郑国大举进犯 随着楚国开始攻打郑国 证明之前的米兵和约 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楚国攻打郑国 晋国并没有出兵援助 而是派人到吴国进行斡旋 并邀请吴国加入 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 此举让楚国非常被动 为了突破晋国吴国的包围圈 楚公王打算拉拢郑国 他先是撤掉攻打郑国的军队 然后又派人出使郑国 表示楚国愿意割让 乳因之地给郑国 以此换取郑国结盟 这个条件 实在出乎郑成功的意料 在他看来 投靠楚国与投靠晋国 本质上并无不同 但现在 郑国可以捞得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郑成功答应 楚公王的条件 背叛晋国转而与楚国结盟 至此 晋楚之间的米兵协定 彻底成为废纸 晋国为了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于公元前575年4月 再次大举南下进攻郑国 郑国获悉 晋国清朝出动的消息后 紧急向楚国求援 楚公王收到求救信息后 丝毫不敢怠慢 立马率领大军前去支援 后来 晋楚双方在燕陵相遇 双方对峙了大半个月之后 楚公王最终决定主动发起攻击 由此 一场世纪大决战开始 双方一直从早打到晚 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仍未分出胜负 在此役中 楚公王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到了晚上 双方各自明金收兵 准备第二天继续开战 但在当天晚上 楚公王就下令秘密撤退 楚公王此次撤退是因为无奈 因为当天晚上 楚军统帅子反赫的不省人事 楚公王害怕务事 因此选择了撤退 第二天 紫反得知自己喝酒务事后 内心十分愧疚 虽然楚公王特地派人前来告诉紫反 不要自责 但紫反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 选择了自杀 这次战斗 是继成仆之战 毕之战之后 晋楚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交锋 但这场战争并未打破两国之间的军事 双方还是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这场战争被称为燕灵之战 燕灵之战结束后不久 公元前574年 郑国居然主动攻打晋国城池 一向夹在晋楚两国之间艰难生存的郑国 在困难中 不断锤炼了自身意志 并将士兵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除了晋楚两国人 中原上最强的国家当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在自己太岁头上动土 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联合其他诸侯合力讨伐郑国 楚国见状也不甘示弱 也立马派兵前来参战 晋国此次出兵只是想吓唬一下郑国 眼见楚国前来救援 晋国便率领其他诸侯国撤退了 此后不久 晋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由于晋国各大家族和君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最后发生了政变 公元前573年 晋力公被鸾叔等人合谋杀死 晋力公死后 鸾叔等人拥立晋道宫继位 晋道宫继位时刚满14岁 很多人在这个年纪还是个不安世事的孩子 但晋道宫从小见过了太多权术争斗 因此非常早熟 他不想做傀儡 于是联合韩爵扳倒了鸾叔 随后把朝中重要位置都换成自己人 以此来加强控制 解决完内部矛盾后 晋道宫又开始回到晋楚争霸的问题上 为了把郑国争取回来 晋道宫做了周祥细致的安排 最终成功让郑国主动拖了楚国阵营 重新回到了晋国怀抱 看着郑国逐渐远去的身影 楚宫王自认为 实力已经不如晋国 于是 并为主动前去攻打叛逃的郑国 而是缓和了一段时间 楚国的暗兵不动 让郑国形成了错觉 以为是楚国人害怕自己和背后的晋国 高傲自大的郑国人决定挑衅一下楚国 公元前565年 郑国主动攻打已经归附楚国的蔡国 并顺利地击败蔡国 楚国见郑国如此嚣张跋扈 于是 派大军直接兵临郑国城下 没想到 郑国只是纸老虎 眼见楚国大军到来 再次选择背叛晋国 加入楚国阵营 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 郑国还单独派使者到晋国解释背叛的缘由 表示自己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 但晋国不信这一套 再次集结各路诸侯前去讨伐郑国 眼见晋国率领大军来伐 郑国又祭出了生存法宝 投降 对郑国来讲 这是他们的既定国策 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 亦或是未来某个强大的国家 只要是打不过就选择投降 如果没有史书记载 很多人会觉得 这段历史就是个笑话 但郑国的行为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情 郑国投降后 晋国为了防止郑国反悔 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盟约 承诺相互忠诚 如有违反 就会遭到神灵的诅咒 听到此处 郑国心里没底 为了不被诅咒 他们表示 只会服从于强大且兼具道义的国家 晋国一听 心里也急了 郑国这种说辞 分明是给自己留退路 就这样 两国在激烈的争吵中 匆匆签署了忠诚盟约 但这种盟约的可信度几乎为零 只有傻子愿意相信 果不其然 晋军签完盟约后 刚离开郑国没几天 郑国便马上派人和楚国秘密解除 表示自己迫不得已 才和晋国结盟 其实心里一直对楚国恋恋不舍 晋国得知郑国搞小动作 又集结了其他诸侯国前来讨伐郑国 此时 距离双方签署忠诚盟约 仅仅过了一个月 但跟随晋国出征的其他诸侯国 已经疲惫了 他们不想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于是一路上心不在焉 晋军眼见大家士气低落 还未到达郑国便半路而归 郑国见晋国大军退去 十分欣喜 可还没高兴多久 又传来楚国来罚的消息 虽然郑国之前派人向楚国解释了背叛的原因 但楚共亡并不认可郑国的说辞 对于这种背叛行为 必须给予惩罚 郑国眼见楚国大军来讨 想必大家都预料到结果了 没错 郑国又选择了投降 不得不说 也就是在春秋这样的时代 郑国才能这样来回跳墙 放在往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郑国恐怕会遭受屠城的惩罚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倒向楚国 此次他们没有新兵前去讨伐 而是把目光放到了西部的秦国身上 打算拿下秦国后再去攻打郑国 就在晋国出兵秦国之际 郑国却主动联合楚国 对晋国的铁杆小弟宋国发起了进攻 宋国自知不敌 紧急向晋国求援 晋国见状 不得不回撤 前去援助宋国 为了打退郑楚大军 晋国集结了11个诸侯国 发兵攻政 在来势汹汹的大军面前 郑国又选择了改齐意志 郑国未选择投降之前 楚国人已经提前预判好了郑国的举动 于是 把大军挺进到营水 而晋国也不甘示弱 和郑国签订盟约后 率领郑国在内的联军也抵达营水 和楚国隔江形成对峙 晋国本想凭借此举下退楚军 但楚军不但没有撤退 还有跃跃欲试的迹象 晋军主帅面对这种形势 内心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晋军主帅的心思 被郑国敏锐地捕捉到 郑国见晋国无意与楚国兵戎相见 于签订盟约的当天 偷偷率兵离开了晋国盟军驻地 返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出尔反尔 将士们一直要求讨伐郑国 但晋军主帅却说 如果此时攻打郑国 楚国一定会渡河前来相助 这对晋国不利 早就蒙声退役的晋军主帅 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带领十一国联军撤退了 由于郑国反复骑墙倒戈 导致他们在诸侯国之间的名声极差 连国内的老百姓也看不起国军 于是郑国痛定思痛 觉得不能继续做墙头草了 必须选择一方 并坚定地跟随下去 经过郑国大臣们的一致讨论 大家想出一个妙计 那就是引起晋楚之间的大决战 让晋国一次性把楚国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这样就可以坚定地跟随晋国 不被楚国骚扰 为了引起晋楚决战 郑国人想了一出苦肉计 他们先主动攻打晋国的铁杆盟国宋国 引得晋国率领十一路诸侯前来相救 然后郑国再誓死抵抗 等待楚军前来救援 让晋楚两国在郑国发起大决战 郑国的计划设想得很好 但执行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由于吴国在大后方不停地骚扰楚国 使得楚国无暇顾及郑国 就这样 郑国白挨了一顿揍 被揍后的郑国非常不甘心 他们趁晋国撤军之际 主动向楚国投降 以此来激怒晋国 果不其然 一向好脾气的晋军主帅彻底被激怒了 便再次集结大军前来讨伐郑国 郑国眼见晋国被激怒 于是给楚公王去了一封信 大意为 如果楚国不能打败晋国 以后郑国将彻底归附晋国 不再和楚国做朋友了 楚公王看完信后暴跳如雷 但想想南方还有吴国这个大威胁 南北两线作战的压力太大 不能冒这个险 便把怒气忍了下去 郑国精心设计策划的一个布局 最终因楚公王没有上钩 而宣告破产 眼见楚国无意决战 郑国便彻底倒向晋国 此后的几十年里 由于楚国一直和吴国纠缠 郑国一直归附于晋国 暂时解决完楚国的威胁后 晋国再次把目光描向了秦国 从晋文宫开始 晋国已经称霸七十多年 但他们也明白 要想在中原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 必须打败秦国 为此 晋国召集了其他十二个诸侯国 组成十三路大军往秦国进发 试图让秦国不战而降 但秦景公知道 所谓的十三路诸侯只是面和心不和 他没有被吓到 而是选择主动迎战 晋国组织的十三路诸侯还未开战 便发生了内讧 由于新上任的禁军主帅威望不够 震慑不了其他诸侯 他一怒之下带领禁军撤退了 眼见禁军撤退 其他诸侯也纷纷撤退 只剩下几个不甘心的将军 为了自身荣誉 冒死与秦军作战 但很快被秦军击退 十三路诸侯浩浩荡荡的伐秦之旅 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结束 公元前558年 也是伐秦之战的第二年 年仅30岁的秦道公去世 他的去世对晋国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此之后 晋国国军基本上成为了摆设 首席执政大臣成为国家实际主导者 而楚共王则比秦道公早两年去世 至此 晋楚争霸逐渐进入到尾声 此时北方的齐国正在崛起 南方的吴国也越做越大 在晋国无暇顾及楚国的日子里 吴楚之间发生了多次战斗 但都未伤及对方的根基 公元前549年 吴楚之间爆发了一场水战 这是华夏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水战 这次水战 双方都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因为这是第一次关于水战的尝试 说白了都不知道怎么打 此战过后 吴国改变了策略 他们没有直接和楚国正面硬杠 而是慢慢剪除长江上游 归附于楚国的小国家 以达到慢慢蚕食楚国的目的 但这只新兴力量 在老牌帝国楚国面前仍然略显稚嫩 在之后的博弈中 吴国吃了大亏 最终不得不修生养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都没进犯楚国 中原大地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 各个国家都疲惫不堪 他们内心深处开始渴望和平 并希望有一个人能主动出来 承担促进和平的任务 公元前546年 在宋国担任左师一职的相须站了出来 他先后出访秦国 晋国 齐国和楚国 向他们表达了和平主张 在相须的不停斡旋下 华夏大地上的四大强国均表示 同意结束外部战争 实现永久性和平 就这样 华夏大地第二次米兵协议就此达成 在掩齐西谷的这段时间里 郑国在资产的带领下强势崛起 齐国也完成了复兴 晋国则在内乱中不断盘整 最后形成了六卿轮流执政的制度 所谓的六卿就是晋国境内的六大家族 分别是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杭氏、智氏 这六大家族约定 上一任执政大臣去世后 则轮流到下一个家族推选出的接班人 担任执政大臣 而晋国的君主已经没有实权 成为了国家的吉祥物 米兵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为彻底断绝诸侯们对外扩张称霸的野心 公元前538年 楚灵王召集诸侯大会 以确认楚国的霸主地位 这次会议让晋国感受到了威胁 楚国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 公元前537年 楚国对吴国大举用兵 最终在吴国的顽强抵抗下 楚国无功而返 在此后的几年里 楚国不停地对周边国家发起功法 让周边诸侯国都感到不安 公元前531年 楚灵王突然大举对蔡国用兵 并斩杀了蔡灵侯 此举相当于撕毁了米兵协议 晋国作为北方霸主 不能无视楚国的行为 于是 晋楚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公元前529年 晋国出动了4000辆战车 举行了大阅兵 作为对楚国的震慑 但楚灵王依然我行我素 到处穷兵独武 但最终得到了反噬 对于楚灵王穷兵独武的行为 不但其他诸侯国怨声一片 国内也出现了内乱 最终楚灵王悬梁自尽 结束了功过鲜明的一生 楚灵王死后 楚国围绕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终 雄契级成功上位 视为楚平王 楚平王上位后 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了政坛纷乱 并大力解决楚灵王时代 遗留下来的问题 使得楚国再次回归平静 就在楚国结束内乱之际 吴国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 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壮大 公元前525年 刚上台两年的吴王辽 便迫不及待地对楚国发起争讨 他率领浩浩荡荡的水师 沿江而上前去攻打楚国 结果被以义带牢的楚国打得大败 此意让吴国损失惨重 先王积累的战果 被吴王辽耗尽了大半 楚国获胜后 便开始兼顾城防 相较于先辈们的扩张野心 楚平王要显得低调保守很多 但不对外扩张 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 后来有人诬陷楚平王的太子谋反 楚平王大怒 下令要将太子处死 太子闻讯后逃到了宋国 被太子牵连的还有一位楚国大臣吴舍 楚平王本打算把吴舍的两个儿子 骗到国都一起处死 但吴舍的小儿子 识破了楚平王的阴谋 他没有前往国都 最终他的父亲和哥哥均被处死 而吴舍的小儿子逃过了楚平王的追杀 经过千辛万苦逃到了吴国 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子虚 逃脱后的吴子虚发誓 一定会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 吴子虚逃到吴国后 并没有直接向吴王辽谋求官职 而是混迹于市井间装疯卖傻 最后被人认出并举荐给吴王辽 吴王辽此前听过关于吴子虚的事情 当两人经过一番详谈后 吴王辽认为吴子虚是个大财 想授予他官职 但吴子虚眼见吴王辽暂时没有法楚之意 便拒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公子光借刺客专注之手将吴王辽刺杀 又派出刺客要离刺杀了其他与他争夺王位的人 最终公子光成功上位 视为吴王和吕 和吕此前一直和吴子虚保持着联系 他上位开始重用吴子虚 并准备大举法楚 吴子虚见和吕是个具备远大报复的君王 于是大力辅佐 与此同时 他还向吴王和吕推荐了一个重磅人物 那便是被后世称为兵胜的孙武 孙武发迹之前的人生轨迹 一直是个谜团 早年间 他潜心研究兵法 并著称了不朽的孙子兵法 当吴王和吕读完孙子兵法后 今为天人 并将其败为将军 孙武的加盟 让吴国如虎添翼 在孙武与吴子虚的配合下 吴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楚计划 与历经图治的吴王和驴相比 楚昭王就显得逊色很多 他上台之后 楚国政坛的内乱一直没有结束 而此时的吴国 在吴子虚与孙武的带领下 开始了法楚之路 公元前511年 吴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并接连挫败储君 储君的挫败 让之前依附于楚国的周边小国产生了动摇 纷纷弃楚国而去 转身投入吴国的怀抱 楚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一点点被吴国蚕食 公元前508年 楚国出动大批水师准备东征吴国 但储君的统帅子长是个庸才 在吴子虚和孙武这两位绝世天才面前 储君被打得抱头鼠窜 楚国的东征 以惨败收场 大败储君后 吴王和驴大喜 想乘胜追击 但孙武告诉他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让吴王用外交手段来离间 楚国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 借他人之手来打击楚国 和驴采纳了孙武的建议 然后由吴子虚亲自出使他国 进行拉拢其他国家 经过一系列操作 吴国终于说动周边其他国家一起伐楚 一切准备就绪后 吴王和驴下令伐楚 楚军在吴子虚孙武等人的带领下 直奔楚国国都 公元前506年 著名的白举之战正式打响 勇猛的吴国兵团 只用九天便从大别山横扫楚国腹地 兵临颖都城下 楚军的溃败速度让人大跌眼镜 楚昭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军队在吴国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 为了保命 楚昭王选择了逃跑 紧接着 吴军便占领了楚国国都颖都 在父兄被杀16年后 吴子虚终于杀回来了 但当初杀害自己父兄的楚平王已死 吴子虚为了泄愤 将楚平王的棺材挖开 进行鞭尸 吴子虚还亲手挖掉了楚平王的眼睛 但他仍觉得不够解恨 于是 怂恿吴王和驴 强奸了楚昭王的夫人 随后又怂恿其他吴国将领 把楚国王公大臣们的家世 强奸了一遍 出逃后的楚昭王 经过一路颠簸 九死一生地跑到了隋国避难 此时的吴国并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北上伐政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吴子虚之所以伐政并不是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 而是出于个人私仇 但吴子虚伐政之旅并不顺利 随后便草草退兵 吴国的此次北上用兵 给了楚国喘息之机 他们不但重新集结了残兵 还从秦国搬来了救兵 在秦楚两国的联合回击下 吴国被打得节节败退 更要命的是 就在吴国出兵远征之时 南方的越国趁机进犯吴国 多县同时作战 给吴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吴国最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 吴王和吕的弟弟夫盖 偷偷跑回吴国国都自立为王 此事让和吕很吃惊 他把前线大军交给吴子虚 孙吴等人 然后亲自率领一支精兵 返回吴国评判 覆盖得知 和吕前来讨伐自己 心虚的他又跑到了楚国 向楚昭王投降 由于和吕带走了一支军队 此时吴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再加上秦国这只虎狼之师前来相助 形势对吴军相当不利 后来 吴子虚和孙武经过商讨后认为 拿下楚国已经不太可能 但让称霸南方上百年的楚国 失到一次败仗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于是撤军返回了吴国 此次吴国虽然未能全胜 但也用自身行动给了楚国这个老牌帝国沉重一击 公元前504年 吴国再次卷土重来 经历战争创伤的楚国并未恢复元气 吴国周师在淮水大败楚军 楚国水军的七名高级将领全部被俘 吴国又一次重创了楚军 此时的楚国已经不是吴国的对手 为了规避吴国的威胁 楚庄王决定迁都 当国都迁到若城后 紫西历经图治 大力改革政治 安定百姓 终于使楚国获得喘息之机 吴、楚两国大规模交战告一段落 楚国已成江河日下之举 而吴国则如日中天 与此同时 同样辟除东南的越国 对吴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东南战争的重心 将逐渐转移到吴、越两国的交锋 在吴楚大战的这段时间里 北方诸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鲁国发生了内乱 鲁国的三大家族作乱 并将鲁昭公赶出了鲁国 鲁昭公也克死他乡 后来 周王室发生了内乱 郑国筹准机会介入了周王室的内乱 并趁机拓展了自己的实力 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墙头草标签 自力更生的郑国人 摆脱晋国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并选择公然与晋国对抗 魏国也蠢蠢欲动 齐国健壮 心中燃起了取代晋国的雄心 于是 打算拉拢鲁国、郑国、魏国 一起建立反晋联盟 从公元前505年开始 齐国相继与魏国、郑国结盟 而鲁国依然站在晋国这边 晋国眼见齐国不断蚕食自己的势力 决定用兵反击 但此时的晋国已经大不如以前 不但没能依据拿下齐国 还让齐国、魏国、郑国之间 结成了铁三角联盟 随着铁三角联盟的诞生 以晋国为主导的北方格局彻底被打破 此时的晋国已经无力号令中原诸侯 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开始走下坡路 另一方面是因为晋国内部 又发生了严重的内斗 公元前497年 晋国六大家族开始了一番大乱斗 相互之间斗得死去活来 中间充满了各种耳鱼我诈 把整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 齐国、宋国、郑国眼见晋国内乱 纷纷插手进行干预 他们通过支持不同家族的方式 来一点点分裂晋国 经过四年内乱后 晋国执政智利与副执政赵央认为 这样乱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两者摒弃前嫌 重新联合起来 开始一点点收拾内斗留下的残局 并于公元前493年 与干涉晋国内政的其他国家 来了一场大决战 终于在公元前490年 将干涉晋国的外部势力一一清除 这场内乱历时八年 虽然这场战乱由赵央点燃了导火索 但它最终凭借自己惊人的毅力和才能 平息了这场内乱 让晋国避免了四分五裂 这次内乱过后 晋国的根基被动摇 实力相较于以往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北方其他诸侯国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使得晋国勉强维持了霸主地位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吴国 自从上次大败楚国后 吴国一直稳步地往外扩张 此时吴王和驴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 此前由于太子波意外去世 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后来在吴子虚的极力推荐下 吴王夫差成为了太子 公元前497年 越国国王允长去世 其子勾建继位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越王勾建 允长的去世让和驴认为 攻打越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公元前496年 吴王和驴率领大军前去讨伐越国 和驴认为 强大的楚国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小小的越国在吴国面前 肯定会土崩瓦解 但和驴低估了勾建的能力 起初和驴凭借庞大的军队 对越国形成了碾压之势 但越国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挡住了吴国的攻击 但双方的绝对实力存在差距 越王勾建知道 继续消耗下去 会对自己不利 此时必须出奇制胜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挑选出一批士兵 手持兵器静止朝吴军阵前走去 吴军本以为越国士兵是前来拼命的 但越国士兵接下来的一幕 让吴军胆战心惊 他们没有挥刀砍向吴军 而是齐刷刷地用剑抹向自己的脖子 在吴军面前来了一次集体自杀 吴国人看呆了 吴王和驴张大嘴 半天没反应过来 自从吴国崛起以来 东征西逃 吴国兵团的勇敢精神天下无双 连以永汉著称的楚国兵团都自叹不如 但他们遇到一群更不怕死的人 对生命的末世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可谓旷古未闻 这一幕看得吴军寒毛直竖 从岳王勾剑驱使一批死球在吴军面前表演集体自杀 也可以看出他的冷血程度 吴国人吓呆了 这使勾剑达到了目的 他马上下令大军全体出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猛冲向敌阵 深受刺激的吴国士兵 好像突然丧失了战斗力 整个阵地很快被岳军突破 吴王和驴在这场战斗中受伤 最后引发了感染 最后死于班师的途中 和驴死后 夫差正式继位 他上位后历经屠治 并立志为父亲报仇血恨 公元前494年 夫差重新集结大军 对越国发起了猛攻 此意 夫差报定必胜的决心攻打越国 一路势如破竹 攻下了越国国都 并生擒了越王勾剑 起初 夫差想直接杀死勾剑 后来 勾剑的谋士文种通过贿赂夫差的亲信 让夫差感觉直接杀死勾剑太便宜他了 必须尽情地羞辱他 于是 夫差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让勾剑给自己做马夫 在春秋时期 这种惩罚对于一名武士来讲 可能比死还更让人难以接受 但勾剑选择了隐忍 而吴子虚看出了勾剑的隐忍 他劝夫差一定要将其杀掉 但夫差没听 他觉得勾剑在自己的手掌里 没有翻身的机会 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越王勾剑握心长胆 暗中操练兵马 最终杀进吴国一雪前耻 在勾剑握心长胆的日子里 夫差左拥西施 右抱正弹 宠信宁臣 不可一世 老将吴子虚 曾三番五次地提醒夫差 吴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越王勾剑 但夫差一概不听 并三番五次地训斥吴子虚 后来 夫差在宁臣的怂恿下 逼迫吴子虚自杀 吴子虚自杀前说 他死后请把他的头挂在吴国城墙上 他要亲自看到越国的大军杀进吴国 没有了吴子虚之后 夫差一心想要证明自己 可以撑起吴国这座大厦 但是他失败了 公元前482年 勾剑趁夫差北上召开黄池会议之际 越王勾剑率领大军清朝出动 一举拿下了吴国都城 虽然越国暗中培养了一批士兵 但要灭掉吴国是非常有难度的 此次勾剑前来 主要是逼迫夫差承认自己的地位 夫差迫于形式 只得同意 此意过后 勾剑正式摆脱了奴役身份 正式与吴国分庭抗礼 当看到夫差对自己服软后 勾剑心满意足的班师回朝了 此意过后 夫差仍未进行反思 还是一如既往的娇奢淫逸 而勾剑继续握心肠胆 养精蓄锐 公元前475年 勾剑眼见时机已到 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于是开始了灭吴之战 这场围困战旷日持久 从公元前475年的冬季 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73年的冬季 整整两年之久 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 都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 这场战争实质上已经是 夫差与勾剑两人意志力的较量 在勾剑铁一般的意志力面前 夫差只能是失败者 最终吴军全线溃败 夫差也成为了阶下囚 经过旷日持久的对峙 勾剑已经心如止水 他灭掉吴国后 对夫差动了侧隐之心 打算饶他一命 但范黎极力劝说杀死夫差 以绝后患 不过勾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没有杀夫差 春秋是相对文明的时代 杀害与自己地位相同的君主 在这个时期是极少见到的 吴月虽为蛮夷之邦 可仍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勾剑最后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他赦免夫差之死 但拒绝其保留宗庙设计的条件 即吴国从此消失在诸侯国的行列 放逐吴王道海岛 并供三百户人家让夫差使唤 而夫差面对惨败 终于幡然醒悟 他后悔当初没听吴子虚的话 后悔自己悟信谗言 想到此处 他没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于是选择了自杀 吴国越国之争 给波澜壮阔的春秋 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此时的中原大地上的其他国家 看似平静如水 实则暗流涌动 一场大的变局正在酝酿当中 悄无声息的秦国 正在登上舞台中央 山河破败的楚国 正在艰难地复兴 齐国正在经历全力更替 称霸上百年的晋国 则陷入了分裂边缘 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另外一个时代 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下一个时代便是战国 标识